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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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选 大家早安 大学有句话说 物有本物 事有忠诚 之所尽后 之所先后 者尽道 代之忠词 降世于人世间 那么这个是人世间 的一种呼报 我们人 何德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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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修到 何德何能 又能够得到 在这么多 在这么多 累劫累势的变化之中 我们做过 我们做过了太多太多的 这种 恶端 邪说 甚至呢 恶行恶壮 以至于说 我们现在 不通 不通的话 中国人 他所讲的道 是在每一个 生活细节上 在每一个 时空之下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角落之中 那你不管各家 各派 有的偏于一件 有的偏于一种修法 但是呢 主要的 这些思想 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 所以中国人 主要的 这三股思想 就是 如是道 成为 中国人 生活里面 密不可分 的一种 指导原则 不管是修武修道修 修佛 那么 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 那么 这个呢 都是属于道 那么 这 不是主要的 这些学术里面 那 它也是成道 但是呢 我们就不得不区分 有所谓的 小道 有所谓的大道 文理里面讲 所以小道 亦有可观啊 自言捧逆啊 虽然是小道 但是呢 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 可以吸引人的一面 可以幸福人的一面 但是呢 所谓的 自言捧逆啊 就是说 你 神禁在那里越久 你就凝早在那里 焦灼在那里 越久 越没有办法超过 所以为什么要回小想道 毕竟小道呢 它不是 我们 人生的究竟 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 它不能够指出来 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 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 今天 天文室的 床下道之宗旨 也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条大道 本末宗旨的大道 人呢 按照这些本末宗旨 来按图所记啊 那么 总会有尽道的一天 那接近道 可见了它还不知道 那接近道 已经不简单了 你可以接近道 然后呢 踏上这个 公堂入室 的一种堂奥 然后呢 你就成为圣贤 成为佛部长 所以说这条路呢 说难不难 说简单又不简单 我们看看 世间 苦难的源头 是怎么来的 最大的源头 莫过于 人的迷惑 人迷了 把这里 当作是家 把这个肉身 当作是我 把这一切 看成是真的 结果呢 让自己呢 在这个 好像真的 的假象之中啊 迷媚不堪啊 胡作非为 结果呢 越是 做作 越是沉沦 永无出奇啊 人的起心动恋啊 不是业就是罪 因为呢 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啊 所作所为 既然都是迷惑 他所受的这些生活 这些禁忌 这些果报 当然就是苦果 所以 获叶苦 获叶苦 这个是一个相寻 的一个轮回啊 人就在迷惑 造业 受苦 之中啊 不断的在沦迴 那我们放弃了 古道 圣人 佛祖上所留下来的 这些原理原则 被物欲所蒙蔽 被物欲所蒙蔽 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 被这种科技的形象啊 给诱惑了 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更不晓得 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我们的老家在哪里 完全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道之生子 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 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 古文大德 这些圣贤 菩萨 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报复人们 只是呢 道啊 有险有瘾 险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 就可以 来接受大道 那么来羞耻大道 结果呢 就 违规大道 但大概瘾的时候呢 也只能够 默默地进行 道是没有断绝过的 只是 闲隐的不懂 那我们必须 了解到 今天为什么 会有大道苦将在人世间 会有大道苦将在人世间 那是因为 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 你说老祖宗的这些 规则 这些道理 人们已经把他判除老后 甚至也不承认他 要把他 丢得远远的 不再封建思想 被称为了 现在思潮的 一种障碍 那我们知道 现在 还是有一群人 他接受了这种 有自知识的指导 知道说呢 我们老祖宗 留下了这样一个 丰富的财产给我们 那个财产呢 是无限的能量 无限的精神 无限宽广 宽广的视野 但是呢 你必须用心 用肝脏 你必须呢 努力羞耻 去得到他 所以呢 你要得到他 你第一个步骤 你必须呢 就是 放下 你的之间 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 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 是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 也就是 你的观念 你必须把它放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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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你念之间 不是呢 你 你 总是呢 一直在我们的生活 什么时候我们悟了 可是呢 不久 这个你 又来了 这个你又来了 我们又忘记了物的境界 什么时候呢 我们读到一本书 我们发生一点事件 或者是说 受到这种错诞 我们了解了 这个道理 有一点起发的 准备呢 要开始 好好的来歷行 人生之道 走向圣贤之论 但是呢 因为累积的习气 激了太久了 以至于造成 我们随时会忘记 的那种物境 那种物境呢 变成一种 想往 或者一种理想 不能够付出时间 那人呢 终于在这种惑性 在这种习性 因一群苟且之乡 渐渐的被境界 被物欲所红蔽 所以古代佛都叫人放下 好 道之中子 也是要叫人放下 好 但是道之中子 他是 他是 先佛 印着现代的人心 所披示下来的 那样呢 完全是中国无奥的思想 不离辱世道 而且呢 主要呢 还是以儒家 为思想的数据 儒家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君子物本 好 本利而奥中 所以呢 他的前提是君子啊 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 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来修学这些东西 你才有可能成就 那儒家讲君子啊 你君子要误本 小人误本还不够啊 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误本的 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 我们人起码要偷到君子 儒家告诉我们 你在战文道场 老前人前人 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 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 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啊 那么你这个误本工夫是假的 等下说误后其修 你没有误怎么会其修呢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你根本不是真人啊 你怎么会有真知呢 都不用说真行啊 所以人是那个根本 人的那个源头是心 心是人的根本 所以成为君子 甚至成为宋贤 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 那你会问 那君子要怎么做呢 君子的地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 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 那就是呢 一个君子 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起心动念 都是上的 那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 而不合 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上的 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 对 君子还有起心动念 而且儒家允许 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 人来到人世间 他用肉体的方向 呈现出生命的状态 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 这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把起心动念 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 那就对了 自信是上的 那你的起心动念是上的 三个都是为别人 从来不为自己 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思心啊 那都是做的 所以君子悟本 悟什么 悟这个 至上之本 至信之本 所以至信 是我们的本性 至信不是我们的习性 哦 那我们为什么说 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 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 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儒家呢 大致把人 分成这几个人 这种等级啊 善人 贤人 君子 善人 善人 平人啊 平人就是庸人 一般的人 再来呢 就是 恶人 再来就是小人 大致 大致带有这些等级的善为分法 那么在我们的 大致宗旨里面啊 我们 站起了不需分析 这些人的等级 我们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 的层次 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 那你才可以说 你准备要修行 各位听清楚了 你是准备要修行 你不是在修行 那君子 他的己心道念都是善的 所以呢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大作造想 所以君子问本 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能 是至善的 所以善 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大 那你又要问啊 可是这个 本性是善的 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 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扎的 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 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 这个是彭子说的 大灾问啊 但是呢 彭子 并没有把这个 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 只是我们后来的人 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呢 在彭子眼中 根本不是问题 在彭子眼中 不是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说 至于至善 至善就是 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 好 我们这些道德理义的八段啊 都是至善 那你说 那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 恶的是我们的习性 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人 他的源头啊 性是本善的 所以 性 当我们 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 人的状态的时候 他有一个心的造线 他心所做出来的也就是善的 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 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 但是后来 心会变化 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 他会受到外界的染灶 外界的怨户 结果呢 这个心啊 有时候变成善的 有时候变成恶的 所以他有时候是好的 有时候是坏的 有时候是可善的 有时候是可恶的 就是怎么回事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那个会变化的 那个不是我们的 本性本性 那个是习性 习性啊 是从 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 学习来的 养成的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 这个习性 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不懂 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懂 所以呢 养成了这些习性 我们说个性 这个人很有个性 这个人 这个很酷 这个人不是他的习性 那这个习性呢 不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不会耍酷 本性是纯然至上 本性 本性不会一下子善 一下子善 所以 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 那是 那种本善的本色 所以君子问本 本利而保生 那么君子 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 是因为的 是因为的 他那个本啊 还没有完全的招牢 完全的认清楚 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误了 还有一些谜 没有办法完全放下 学问之道 为他求其放心 或者说求其放心 那放下的心 那就是了 回根的感变论 就是本利了 本利你才能到生 本利呢 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 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 是有限的 它会 沉住坏痛 生命变异 它会生老病死 所以呢 这个是有限的 但是呢 我们的心 性 它可以是无限的 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 透过心 去挣到那个本性 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 去接下起来 那如果无限的 接下起来 我们就可以不用死 我们不用老 我们不用病 我们没有这些烦恼 你看现在的 苦多不多 现在的病多不多 现在的难多不多 多啊 那些些苦 这些病 这些难 谁能够帮助他们吗 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临近了 因为呢 它动不动呢 就是把你切除掉 你就没事了 对 你把这个现象切除掉了 你把这个 这个疼痛的原因呢 用药呢 把它止住掉了 但是呢 它为什么会疼痛 为什么会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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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医呢 没有办法去探究 那没有办法去探究 它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 你这个肩炎用好 割掉 你这里发炎好 那你消炎 你这里疼痛好 那你止痛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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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那病灶还在 你的脾气毛病 你的生活习惯 你这些贪生之爱都还在 内在的贪生之爱 外在的五一六成 结果呢 两相结合之下 你的病 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 但是有的人 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 割掉没事了 那表示呢 这个人呢 有所警惕了 他不可以再贪生之外 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一六成的 他要回归自然 他要追求简单 这个人是一个人大病之后 有可能的觉悟 所以这个人 他就不会再发病了 这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回归自然 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 人的自然生活 就是回归三根五常五人八德 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 所谓的君臣有益 五人 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婿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 你不是回去 你不是回去 回去坐在树林里面 那个叫做自然生活 不是啊 这个差太多了 你就在此时时刻 就在你的身体上 回归自然 你对于父母亲 你要做到孝顺之道 对于兄弟姐妹 你要做到孝顺之道 对于兄弟姐妹 你要做到孝顺之道 对于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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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板对员工呢 要讲理 要讲人 这样员工呢 才能够尽忠 尽忆 这个是有回归自然 今天谁能够尽 自然之后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你看你跟圆工 圆工之间 那是朋友关系 童子还关系 啊 那个 同学的关系 这个童 童 童就是 所谓的朋友之道 跟长幼 长幼就是兄弟 兄弟 在家族里面有兄弟 在外面也有兄弟啊 年纪长的 可能 就是我的兄弟 年纪比较小的 就是我的 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啊 四海之那些兄弟啊 你能不能用 替代来对待他们呢 你把替代表出来的 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 大家身处在这个 自然环境之中 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 社会和谐的 国家自然 国泰民安 参调与顺 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 那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 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 没有一件事不是人心的 大自然 不会无缘无不知 将一个差弹给你 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 这哪有什么 跟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我们古时候本人 那些 县长 那些 做高官的 做皇帝的 发生天灾地变啊 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 把父母呢 这个县长还是父母官啊 所以呢 他的子民发生事情 这个父母官第一个 有责任 而如果整个国家 发生灾难 很大的范围 那么皇帝呢 有责任 皇帝啊 下造罪己啊 皇帝要闭门思过 而且呢 皇帝呢 要向天地参毁 这样的皇帝呢 才是符合人心的 皇帝参毁呢 他的百官哪有不参毁 百官参毁了 百姓没有不参毁 所以皇帝一个人 他就是代表了 一整个国家的代表 他怎么做 这个国家的 心乱 自衰 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县世的心 这个 治理的好爱 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环环相扣 整个国家 整个天下的建立 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 你跟这个环环相扣 它扣起来是整个很大的一个面 这个面 我们称为国家 称为天下 称为世界 称为宇宙 那是不是条条道路 得帮罗马 条条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施线 是不是就是方向那个最终级的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 无处不是道 无处不是道 无时不是道 所以我们要不要找到 在哪里找 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 这个是道啊 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 在于家 家的一个组成 是夫妻 那么夫妻虽然是 家的一个主体啊 但是呢 这个夫妻之上啊 还有一个父子关系 也就是说 整个五人的关系啊 以父子为主要 本本 就是父子有 有亲啊 亲是亲爱 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 这种亲的爱啊 是人的本性 所以父子 父对子是词 只对父是孝 这个就是亲爱 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 他是有等级的爱 这个等级的爱呢 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 也就是说 人 用这种 生命的形象 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 你不是呢 把世间人 都当成父亲的爱 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 这个是佛教的说法 这个是基督教的说法 儒家讲有等级的让爱 就是说 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 对于我女最亲爱的 再来来来 是对于兄弟 对于这些 这个都少堂职 等等啊 这些在库和创生 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 这个呢 才是呢 人性的爱 因为人 处在这个环境啊 他没有办法 一下子呢 就像 佛菩萨一样 就像上帝一样 把他的心呢 调到最高处 然后呢 从这个新鲜的道理啊 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要爱他 嗯 但儒家呢 他没有 他的最后境界 虽然也达到这个 可是呢 儒家比较讲求 当下的 现前的这个分分 他不讲初世间 不讲生死的道理 他的 那个是因为呢 人 有办法处理 你这个 家国天下的事情啊 那就已经是达到 圆满了 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 啊 人的使命 人的责任 就是达到 家国世界 整个天下的圆满 你就可以回归归 你就可以回归归归面门了 你就可以回归归面门了 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呢 是非常器理器机的 但是呢 在做古首那个时代 他可以 抛家舍业 他可以不顾仁伦 爬到山里面去修行 然后自己成佛了 成神了 自己逍遥自宅 再来度化中神 或者是说呢 不要来度化中神 这不是他们的选择 那古首可以这样 古首可以这样 是因为 古首的人 人心良善 自然有一道礼法 有一道典章制度啊 在归道的人世间 所以呢 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 还不会 预举 还不会超出范围 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 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 虽然可能有不和谐 但是呢 还算自然 所以五十二个 出世间的修行人 他可以这样子 但是现在 出世间的修行人 已经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时运啊 知道时机啊 时运是什么 时运是儒家手运 时运呢 是排养应运 你看排养应运 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 人世间的道理 你都不讲好了 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 人世间的道理 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啊 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 就是五轮八格 就是山干五草 你看 这个是不是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呢 不容易做到 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啊 那真的是 还要蛮修啊 那其实也盼人修啊 哦 我们在道场 都常常在讲人世的问题 人跟人之间呢 魔法的不愉快 所以呢 有的人就离开道场 哦 自己呢 苦修苦练 那么有的人呢 继续留在道场 干燃将人 那么我们 必须清楚了解 哦 所谓的人世问题 就是你在五轮八格里面 把这些德国做好 所以你 只要是 只要是 在这个世间 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 你绝对不能去逃避他 你逃避他 你逃避他 你逃避不要 因为你这个 考试没有过关 没有过关 你不可能在心心上有所成就了 我没有讲到新鲜的问题 但是呢 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 所以道之中子在讲都是在教这个 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 你要解决什么 新鲜的问题 所以道之中子教我们 你就是孝父母像师尊 你就是把这个五轮八格拔住好 那么现在 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 为什么成就很少 这个呢 这个呢 是 根本就是出家人啊 他们自己说出来的 那以前修行人 有成就的 是出家的和尚 再来是出家的尼公 再来是在家的男众 再来是在家的女众 以前的人 女人是非常命苦的 那所担的业啊很重 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 那么他们又在家 在家里面修行 那是男上家男 从来障碍有大堆啊 所以在家女众啊 修行有成就的很少 但是现在呢 整个丁堡 整个丁堡的原因是因为 时代变了 天命不一样了 那不是做爱去理契机吗 那时代变了 你这个理啊 也要跟着走 原理原者不变 可是方法手段 会变 就现在整个丁堡过来了 在家的女众 修行有成就的第一 你看我们大堂 仙佛菩萨 都说要转传女生 哦 女的身体 好修行啊 她照业少啊 嗯 大堂好少啊 没有像古说的 女性这样啊 这么一样的苦难啊 那么她的 这个机缘又来了 所以她的影响力也大 你看女众 在家的女众 她呢 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刚刚 哦 跟人家选立委 选 下市长 跟人家出来去做老板 跟男人一阵天下 哦 在我们男哥家里里面 男性为 男性的表现啊 比女性差 这个是很多的 女性還是照樣要看孩子 還是照樣要人力教育 然後呢 賺了錢還比男生多 這家庭太多了 不是女性照樣成就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現在是第一天 太斷 我們液經裡面 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匹 匹就是否定了 那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 那就是國泰民安 女人出頭 很多道場的修行人 修行的領導人 也是女性 女人在道場 看他講課 來聽課也大部分都是女性 在家人 所以女性出頭了 這時代不一樣 那當然他說呢 這個在家的男眾 修行有神教的排個第二 排第三呢是出教的尼姑 再來呢出教的和尚 我們一般人的說法 和尚就是男的 尼姑呢就是女的 這是一般人的說法 當然他們有定義上的歌棚 我們就不解釋 我們只知道這個狀況這樣 就可以說明 怎麼軍地變呢 怎麼軍地變呢 那就是呢 白養死起來了 白養死起來了 白養命運啊 白養命運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修行 以家為主 家的主角 最主要的主角是誰 是女人 女人是主要的主角 到現在其實都這樣 一個家的這個主角啊 是女人 你看那個藝光 法師他曾經講 女人啊 操控天下安危 一大半的主權啊 天下安危要靠女人 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女人你要教小孩子 你要在家把小孩子固好 教育好 你教他出來的那些小孩子 以後 影響的這個 社會 影響了國家 影響了天下 你如果能夠教他出一個聖賢的孩子 那是影響了整個天下 那你說女人的這個正義性 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現在是男女平等 其實是平等在這裡 平等在於 女性的 這個 作用 在整個世間呢 已經是拉高了 它不再是處於這種被動的局面 所以 女性修行 有成就的是第一 所以 道 的宗旨裡面 就是告訴我們 你就是在這裡修 那就對了 你就好好修 用心的修 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 做人太白的把太白的道修好 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承知承見 你的見解 你的這些繁瑙破碍 通通放在你的心上 你要通通忘掉 你要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 嗯 嗯 嗯 這支爪子的話 成心是什麼 你的斜知斜見啊 累世以來 你的那些知見啊 哦 孟子說 學問之道 求其仿心 你看 跟真子想的是不是一樣 求其仿心啊 這裡啊 去其成心啊 存其真君啊 這道理都是 都是一樣的 哦 哦 他這個講 其世欲生者 其以天積淺 欲化生的人 那麼他的天積呢 就淺 天積啊 就是跟天 這種反應的 這樣的一個機緣 哦 用足全的解釋 就是這個天積 就是對於 性比心法 那種來自於天的根源 那一份了解 與得到 你的機緣是 很淺薄的 所以你對於這些道理 你奔不下去 哦 探集生命的學問 你沒有興趣嗎 哦 但是賺錢是很有興趣 所以現在賺錢 想要賺錢的人 想要發大財的人 還是很多 而且這種現象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 現在有個熱到雜 好幾期沒有開出來 那就累積到 上億元 你看這個三億五億 你終於是就 一輩子就不用再動作了 每一個人都想撞到三億五億人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大內拓在 抬獎 大抬獎 每一個人想真的要 那這個人是結智協健 這個是社會的亂源 那每一個人都想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都想這樣子 那不是社會的亂源是什麼 真是我還聽說道青 那當無二人都賺六個彩 全部的錢 哪有全給到場 到大廟 這個都是邪之邪見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那我們後來會繼續講到 英國的問題 所謂一飲一酒莫非簽定 你想要得到這個財 是你命中有的 對 你命中沒有 你想要得這個財 那你再怎麼簽也得不到 但是呢 英國的道理 對我們來講 實在是太渺茫了 太遙遠了 不要說我們修行人 對於一般人 那幾乎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受的果 我們看不到因 突不到因 是因為 真不曉得是哪一世傑來的 哪一世傑來的 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土 所以呢 你因為不知道 所以 你不承認它 有的人不相信它 那世界沒有因果 因果在哪裡呢 哪看得到 在鄉下那些人 夫人夫 他們之後會講這種話 誰盯到因果 就是因為盯不到 人沒有智慧去盯到它 結果呢 就造成大家的胡作風圍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 因現今的福到 我要來做我 我 我該做的事情 想我肝小而平 那 當古人呢 再來願天尤人 當古人呢 再來罵爹罵地 這個是愚夫愚婦 如果小的一一所謂被限定的話 我們就不會期待說 你去簽大樂透 會得獎 如果那個財是你的 你不用簽 它也會用各種方式來給你拿 這個是 聖希聖聖的道理 那婚言 在這個道之宗旨裡面 我們要強調 先佛 把這個道的宗旨啊 把它標示清楚 把它明白的 寫出來 就是讓我們 還沒有反應道的 你要照著這個道之宗旨來做 那麼 你就會 入道 把所謂登港入室 各位 老師沒有傳道給你 你不要認為老師有傳道給你 老師只是指一條路給你 那老師如果有傳道給我的話 那如果我根本不用修行啊 老師幫我修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背英國 老師幫我背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說 老師一切都好做好了 但是不是不是啊 道是你本來有的啊 天地還沒有生成之前就有道了 那你這個道人是運著 運著天地還沒有生成那個道 來變現你 你這個人 所以你這個人 跟那個天地還沒有生之前 其實是 一體的啊 那生分生地生人之後 你還是跟天地一體的啊 因為人都是從那個道演化出來的嘛 這個人 這個人 以後未陸續講道 那所以說你要 去其成心啊 你要上下 你要噴掉你的船 你的船腦是什麼 你這樣看 裝置有一個預言 這個一條河 有兩 兩條船 這樣對死 對死之後 在一個浪蛙的打擊之下 一條船就撞到我的另外一條船 然後被撞到的這條船的船長啊 船家當然就出來了 指責對方啊 罵對方啊 你怎麼不把船開好 把船控制好 你的船這樣撞到我的船啊 那你要不要給傻 那另外一個船的船家跟他說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給你賠償 那受損 受損傷的這一條船的船家呢 那個器材消了 而消了之後沒多久 又有另外一條船來了 這條船呢 也是不偏不倚的 撞到了 撞到了 同樣一條船 那這個 被撞的這個船家又出來 大罵他 特罵 今天怎麼會倒楣呢 連續兩條船撞到我 你們這些船家到底會不會開船啊 蛤 那怎麼撞上我呢 當阿爾 老幹甘 對方的這個船家也沒有出啊 但我要他更急了 你這個傢伙 趕快給我出來 我這個船被你撞成這樣子 你好女生你要怎麼辦 結果叫了老幹甘 對面的船就是沒有人出來 沒有人出來 沒有人出來他就奇怪啊 想辦法跳到對方的船上去 找人 躲起來啊 不敢見人啊 躲起來 拳頭已經準備好了要揍人了 結果呢 找來找去 那一艘船根本沒有人 因為根本沒有人 那當然也剩一個大疑惑 那怎麼沒人呢 沒人怎麼會撞到我的船呢 那也真是 見鬼啊 今天真的打鬼啊 然後內內就沒事了 氣也消了 他讓自己的船繼續開走 天使用這個故事 做一個很好的比喻 也就是說你要寬掉你的船啊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事件的現象寬掉呢 你看你對於那條寬船 你可以放下 因為你沒有發現對象嘛 沒有發現的對象你當然是要放下 你不放下又能夠怎麼樣 莊子說 你把所有的事情當天看成那條船 喔 凡次能所有障礙你的人 侮辱你的人 責罵你的人 你當天把它看成那條空的船 那你不就是 氣也沒了嗎 喔 木也生不起來了啊 你的惡性也找不到啊 你就空船了吧 你就空船了吧 這個就是空船啊 喔 你會生氣是因為 鄧方有一個人在那裡 喔 有一個 有一個事物在那裡 所以呢 你會跟這些人士 起分別 起對待 起執著 所以你的原理妄想 就不斷地產生 喔 每一個事物的細節 你都有這些人物對象 結果哪一天 你拍到這個空的對象了 你 分別之手沒有了 喔 你的這些代表沒有了 你就是放下了 你就是要 去其誠心啊 你要求其放心啊 喔 你要學會去放掉那個心啊 啊 這個是我們大支撐子 告訴我們的啊 所以要空掉你的船 空掉你那個 你的頭馬啊 空掉你那份對人的 這個基建 喔 對人的妄想 分別與執著 然後呢 再對於事情 再對於境界 所以 所有一切 都應該通掉 只有上空 才是 回到 到 唯一的一條路 那我們以前做會議的實驗 在這個玻璃館裡面 南支動物可以保出生天的 玻璃館一段是封住的 一關呢 那這封住的這一關呢 也是玻璃 然後照這個日光 這一關呢 是開口 哪一隻動物呢 可以逃出來 往這個開口 逃出來 結果用了蝴蝶 用了蚵 用了蚵 用了蜜蜂 用了蒼蠅 哪一隻逃出來的呢 所有的動物都往有光的這邊跑 結果有光的這邊是封住的 蒼蠅當然也要往這邊跑 可是蒼蠅剛在這邊擋住了 結果就亂闖 就從這裡亂闖出去了 所以 蒼蠅他沒有知見 他沒有對殺法則 他沒有想法的原則 在他的腦海裡面沒有 所以蒼蠅代表那個 沒有頭腦 我們說五頭蒼蠅 其實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比喻 五頭蒼蠅不是對的喔 五頭蒼蠅是一種狀態 是可以讓我們學習的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頭腦的知見 那種煩惱 那種分別對立 把它幹掉 放空 你就可以逃出生天 你就可以呢 登上這個呈獻 從聖 從寫之物 回歸本來的念夢 這個是科學家的實驗告訴我們 呼應的這些聖人的說法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今天在這裡 是因為累劫累世的習氣 造成我們在這裡 這樣感染不得 你甘心嗎 我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曉得回家的路 我沒有辦法來居自如 你甘心這樣子嗎 所以 君子樂國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就是這句話 有他的生意在裡面 這個生意是什麼呢 這個生意啊 就是 君子樂的 君子人啊 因為他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都是為他的 以後我們會講到善樂的標準 善樂就是完全為他 只要有一思意好的為己 那就是餓 那君子呢 都是為善的 所以君子勿本 那君子之外 這一切的道理 所以呢 他能樂的做 做君子啊 都是做別人 為別人的事情 那小人冤枉呢 是因為小人呢 都是為自己 想到的為自己 就是各種感染 各種習性現象 造成他今天的生活 沒有辦法 自如 各種障礙不動 各種呢 這個 這個疾病產生啊 生活不順遂 家庭不美滿啊 這個 小人冤枉做小人啊 你做了小人 你還不知道啊 冤枉啊 你要跟這個 青天大老爺 跟欲望上帝說啊 你是冤枉啊 那今天必須要人告訴你 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嗎 不要再冤枉下去了 你就要來 接受這些聖人的教委 接受老人的教委 早安 那最近 有一部電影 要上映了 那麼這一部電影呢 就叫做 2012 那這一部電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輿論 大家都在提評啦 應該說大家都在評論這件事情 那麼 電影裡面的內容呢 是根據 瑪雅文化 這個古瑪雅國啊 預言 我們這個人世間 2012年 我們這個人世間 就是一個 末日之年 也就是說呢 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就在2012年 那麼2012年 離我們已經非常非常的近 我們已經邁入了2010年了 怎麼說 世界末日還有兩年啊 那麼世界末日還有兩年 那麼世界末日還有兩年 這是不是真的啊 這個從 各種現象界來看的話 那是很有可能 現象界所呈現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世間 現在所呈現的 各自各樣這種事導演的毀滅啊 都已經在上演 每天不斷在上演 譬如說呢 在非洲 躺善尼亞 或者是盧安達 這些國家 那他們每天呢 連吃啊都吃不飽 為什麼吃不飽 因為他們種的這些植物啊 種的這些菜啊 已經不會生根結果 沒有東西吃啊 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呢 然後呢 用國際補助的一些 那 或者是一些玉米粉 然後呢 加一些土 那他們當地人 當地人 認為可以吃了一些土啊 把這個 小麥粉跟土 和在一起 然後下去烤 那要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人就比較不會有肌肉感 所以這個土啊 還供應不絕 供無應求啊 可是吃了這個土之後呢 當然有它的副作用 因為呢 它比較沒有肌肉感 所以呢 會造成你的消耗系統 失去作用 失去作用 當你吃了它的副作用呢 可能會排便排不出來 那聽說他們當地呢 要排便啊 都要挖的 把那個便呢 從當門裡面挖出來 真的是 害人聽聞啊 我們這些文明的國家 沒有辦法想像 那不只是非洲地區啊 這個非洲地區的飢荒啊 我們幾乎是 很早就聽說過了 所以對當門而言呢 也沒有所謂的世界末日 能夠多活一天 就抓到一天啊 對當門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 但是對我們而言啊 這個世界末日啊 就會造成人心極大的恐慌 現在呢 還平面上升了 昨天還在看國家地理頻道 那麼這些科學家呢 為了測試到底 冰的人化速度 有沒有很快啊 快到我們無法想像啊 那他就呢 到了北極的現場去測量 那麼到北極的現場去測量啊 那麼到北極的現場測量啊 那麼到北極的現場測量啊 那個冰啊 本來有五百公尺這麼厚 那現在呢 冰不斷地裂開 那不斷地裂開了 那個這些科學家呢 只好用那個繩子啊 吊著攝影機 然後下去拍攝 看看冰獵鳳裡面 到底有什麼情況 那到底 升到哪裡去 那發現了這一測量啊 這個冰的獵鳳啊 已經升到 這種 和河流 和地 地整個這種河流啊 地下流啊 已經 升到哪裡去了 也就是說冰的獵鳳的水 都已經流到地面 地下的河上去了 那地下河流到哪裡去了 流到 流到 那個河流啊 河流啊 又流到 流到大海啊 那麼這些水 不斷地再流失掉 那回到大海之後呢 大海的水 會上升 好 海平面上升 所以現在很多沿海的 這些群島 已經呢 喔 剛剛的水淹到 淹到他們的膝蓋了 你看我意思 是 號稱水都的地方 喔 這個文明國家 在 防堵 喔 用這個 海皮啊 防堵 海水倒灌 也是沒有用 那麼太國 很多小國家 很多這個小小島嶼啊 他們的廟 面向大海 廟啊 都已經淹沒了 好 因為說已經淹沒到腳步了 那麼也沒有辦法 在那裡 生活齊居啊 所以廟裡面的和尚啊 每天求佛啊 希望佛能夠保佑啊 讓這個廟不要被淹沒 那 這個 世間 這種小型的毀滅啊 每天都在上演 小型毀滅的人累積多啊 當然就變成大型的毀滅 那大型的毀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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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就是 馬雅無瓦所預言的 2012年 事件二日呢 這個真的是 很讓人驚訝 喔 這個 我們剛才講 非洲的地方人民沒有辦法 種植 沒有你放棍子啊 那現在 糧食 已經存了 世界的 這種 頭號的危機啊 糧食的缺乏 已經成了頭號危機 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國家 他們要向種植公司 去買種子 來 剝種 不管是剝種什麼 只要可以吃啊 但是呢 他們的土地啊 又沒有辦法種植 所以呢 不斷地 要砍伐生命 讓其他的土地啊 有能力生長出這些 作物 能作物出來 那他們的這些種子啊 又是有機的種子 應該說呢 是基因該生的種子 所以他們一定要種 他們不種呢 這個種子呢 明年也發不出羊 那麼基因這個 種子公司啊 為了控制這個種子啊 要他們呢 每年要向他買 那他們呢 一定要把這個種子種出來 所以呢 要砍伐更多的樹木 砍伐更多的樹木啊 結果呢 土地就沒有養分了 因為土地沒有根 來吸收這些養分 所以土地就會有沙漠化 那土地沒有辦法有養分 也沒有辦法抓住水分 所以呢 這些水呢 都流到大海去了 海底面上升了 那土地沙漠化了 然後呢 這個 沿海的城市呢 也沒有 這是我的每天 現在呢 看得到的現象 所以2012年 是不是真的一個 來一個大毀滅啊 那在於這個時局 我們 對於島 降陰在這個河間啊 道是不是可以 來幫助世界 免於災難 是不是可以化解 全世界的災難 讓全世界的人民啊 都能夠獲得到解救 那這個是需要我們 都很努力了 那現在呢 宗教已經很多了 各式各樣的宗教很多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 解決世界的災難呢 這個我們必須 要了解 道徒教 它的最大不同的意義啊 那麼宗教 有它 教化人心的一面 但是呢 宗教 變成的 這種 教以後呢 它的這個本質 也就是說 我們說 一個人的那種 格 這個品質會下降 品質下降之後呢 它產生的作用呢 就只是一種 那種表面的公共 表面的公共 表面的公園 以至於說呢 那種深入基成的 深入根底的 那一種力量 已經沒有了 所以從時下 這個宗教白派 萬驕傾的現象 來看 人類的信仰 那麼我們必須 清楚了解 人 都只是 对宗教一时的迷恋 那么没有办法 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 那么高高我们道经 如果自己不知道 在心性上 着力啊 下单夫啊 那么道经 也是 跟一般人士一样 会被 这一场大 大灭绝 所淘汰掉 这个是我们讲道之中子 要来分析 为什么道跟教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 最近看到 竞争学会 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 他们在推广 地质龟 推广 这些鲁家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在大陆那边呢 是当的有声有色 各类人才啊 可以说都出来了 能说上道的非常多 那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 也非常感动 那他们真正的有心要推动 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啊 后学也有一个心得 也就是说他们那些 这些 他们这些人啊 出来哄扬中国传统 我是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法官里我们道长的讲师 的人师 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 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 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 两相比较之下呢 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 那么我们讲道人 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人 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 这些人啊 这些教师啊 老师啊 出来的事实上呢 他们能源上到的那一面啊 我们道亲也可能穷不过他们 那他们在 到这个会场 他们在吸收人才 那种方面的能力啊 也有可能是 这个道亲啊 妄臣莫及的 那碰到他们的做法 那我想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道 落实 或者是推动到 整个群体下 像这个中国 每一个分子 让他们推动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有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核心在里面 那这个核心呢 不是一个一本经典 不是一句话 而是呢 我们 广称的那个道 那么道的根本啊 是要抓住啊 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啊 你能说上道 你很有能力 你办活动 你办学校 那么都停留在 一种教话 那教话也很好 教话至少可以安定 一部份的人心啊 只是呢 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那么所以呢 我们没有能力 像佛教这些暖地啊 他们 当着这样子 三三光光啊 这个 圈负又胜大 那么我们只好 反求诸己啊 反归到 我们的内宅 反归在那个自信啊 我们才能够抓住 那个以不变应万变 他那个 核心力量 所以此方曾经说啊 夫子之文章可得魂也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 不可得魂也 嗯 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 这些知识 这些技能 那么是可以听到的 可以学习的 但是呢 孔老夫子所讲到 性跟天道 那么性呢 就是我们要强调的 良知本性 天道呢 天理良知 天道就是天理 天就是我们的性 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啊 这个才是孔老夫子 周流列国 那么 民权世俗 暗藏到 他的主要的 一个 宿权 所以 道 不讲 什么稀奇苦怪 道没有新鲜的 道都是古古相传 老千人长讲嘛 你不要想 从我的这里 听到什么新鲜的 我没有新鲜的 哦 如果我只有讲 圣人所讲的话 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 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 都是教我们 返求诸心 都是教我们的 哦 亲爱人民 都是讲这些 那么 在做到这些 功夫之前啊 夫子所讲的 信跟天道啊 你就必须要悟出来 你那个力量 才有办法 着力 你这个 你这个功夫啊 才能够发得 身发得远 这个是导 跟教最大不懂的地方 那所以 我们看 现在佛教 唯过头来学儒教 用儒教这一道 来 这个 表面是弘扬武教思想 实际的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 那不管 武教思想 佛教思想 其实都是中华文化 都很好 都很好 但是呢 它有哪一些的 这种现象产生啊 我们说儒教 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 号称儒教的 好像没有 有儒中神教 儒中神教 根本就是道教啊 把实相的道教 把实相的道教 真正回复到 像白鹿道书院 他们那个知识 甚至学到的情况 把狗老师子 柳家无略 等到一种情况 几乎没有了 也许有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 所以几乎没有 那现在柳家在干什么 柳家就是 复生在 这些学术机构里面 哦 学校团体里面 那他们呢 传 这种 经典 传这些 古圣人的教堂 所传的是什么 所传的是 这些知识 的传递 至于心理心法 他们呢 也磨不着头绪 那些教授 教授学者 也磨不着头绪啊 讲到心理心法 他们也是不可得无意啊 那所以说 乳 也变成一种教法 但是乳呢 人 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 因为呢 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 哦 很少有那宗教仪式 除了说祭孔大典 有那个宗教仪式 其他的 平常是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儒 变成教 是附生在学术当位 那么儒教的 这个 代表人 就是教授学者 这个是儒教 那我们说 说看看 道教 道跟教分流啊 道跟教分流啊 那是很早的事情啊 道会变成教 道家变成道教 事实上呢 老张的时候 老张的时候 是没有 把道变成广教的 他们讲的 都是 心理心法 讲的是 学术 那大部分人教人是在 汉朝 东汉思琪 这个张天师啊 他立了这个道教 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 中国的民间 把它接纳起来 成为 自己的宗教 这个是道教 这个是道教 所以 讲到道家 那用哪种来做代表 他们讲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道 那后来的这个道教啊 可能这来变成 这些道师啊 这些法师啊 那道师啊 那道师呢 那道师呢 吹逢便走啊 不敢怕躲 哦 这个 踩天梯啊 哦 就是 都是在搞这个 那这个 就变成十足的教了 道家变成教了 那佛家呢 佛家呢 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 来到中国啊 他也不非常会讲 他是一种学术的理论 那中国人很敬重佛教 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啊 超越了中国人 历代圣人 他所教的那个犯座 所以中国人把它接嘛 而且呢 他跟中国人 所拥有的道德伦理 的观念呢 是相合的 啊 后来佛 佛家呢 的思想 深深加入了中国人的心 但是后来呢 佛也变成宗教了 佛的教法已经不是到了 你看佛来到 佛家来到 中国之后 他不再多了 不再 呃 坐在树下 不再 在山林讲学 但是呢 在这期间呢 还是有 祖师大哥出现 所以呢 佛像还是新生意识 那么一直到 代代在南宋以后啊 啊 吴律大师自己讲 南宋以后啊 江湖就没有 一个真正的比丘啊 他讲的这句话 很符合 气氛活活的视线啊 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 气氛活活 视线一个 这个 纷纷边边的和尚 哦 哦 他主要呢 是为了点醒 这些和尚 救度 这些愚昧的 整身啊 啊 所以用了这个 中间的形象 所以 吴律大师他讲的这句话 但是很有可能 嗯 门上以后 我们没有通到真正的 真正的 有一个开悟的人 哦 有一个正大的人 几乎很少 没有看过 有念佛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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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教 这个法式 后来呢 专注于这种 经参的仪式 哦 专注于这个 插法面上 不再做奖金教学 不再做呢 这个深入心理心法 所以呢 这个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 那就是 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 将人为超度食人 能力的一个宗教 这一个是佛教 你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现在 那是为了超度食人 所有食人的地方啊 来听得到佛号 平常你叫阿弥陀佛号 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 有什么人的事 这佛变成教 这是非常的 可悲的现象 再来看 基督教 回教 你看基督教那时候门徒 所有门徒 有跟着他 都 都 回天了 那那个叛教的 叛教的那个 尤塔可能没有回天 但是呢 他视线一个反派的 一个作用 那么他也有 他也有一个 视线的作用 也许他也有回天 因为他是原反派 原反派也是不得度 要彰显基督的德能 要彰显基督的德能 就好像佛在里面的迪伯达伯 他是也很反派 那他虽然呢 这个 抵制佛的行为 但是呢 他最后的 还是 有成就 虽然他过落地狱 可是呢 他过地狱呢 是在享受 而不是在受苦 再来 我们讲到回教 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 我非常地佩服回教的人士 那么回教的人 真正地在 在自己的本分上 自己的岗位上 用心地来生活 那回教的人是非常地欠缺 那欠缺的程度啊 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的 回教 都是为了政治 都是为了国家 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来发展战争 来造成恐怖活动 打着圣战的主义 来进行世界的破坏 这个就是回教 那一个道 会这样吗 所以回教已经实质的变子了 但是呢 他真修十天的人 还是有 只是呢 他普遍的力量啊 已经转移了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讲到道的一种字 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说道的到底是什么 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 哦 这种 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 那这个主宰呢 不是一个人 那也不是一个力量 哦 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 也许就是自然吧 应该来打法自然嘛 那一种自然的鬼子在运走 那这个核心呢 能打开整人格化 叫做老母 所以蓝蓝并不是一个形象 它是一个代表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 那宇宙的真 就真处在 所以我们中文讲 无极而生太极 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蓝 就是宇宙的身材 那无极为什么要生太极呢 这个就是一种道场自然的现象 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 两仪会生四象 四象再延伸八卦 这一连创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变异的现象 那就是一种道德运种 所以道德运种之中 人在其中 人有没有拍完这个道呢 这个道啊 演化的过程当中 就演化出万物 万物呢 之中呢 就包括人 所以呢 每一个万物的 一个形成啊 都是一个道德本体的视线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那么道德呢 用信理的方式 存在人体之中 所以呢 人才有信理 那外面呢 万物有它的物理 有它的视理 有各种理 那个也是道的视线 但是人呢 真的是因为这个信理啊 所以呢 人成为了万物之理 灵是灵重 人跟那个性啊 是可以感动的 哦 那么 人 可以跟性是一体的 性来自于 天 我们刚才讲 这种宇宙的存在 天呢 就是我们说代表人的 道 那种 的那种空向 那么这个空向呢 形成了我们的心理 那心理的变化 又有 心心理的变化 又有产生生理的变化 所以形成一个选的样子 所以道 其实在讲 实际是想人的 这个性心圣 哦 三位一笔 但是我们讲到性理 是因为 性理是个核心 这个核心呢 会把人的身啊 变成各种不同的身 哦 这个我们以后还会那么讲道 那我们先讲道 我们的良知本性啊 就是一个 道的 一个 本体 哦 中央讲 帅性之为道 帅的 帅就是一种 这种自然的流入 那流入出我们自然的 这种本性啊 那就是道 所以跟你良知 所以 道 在性上 是自然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干扰 哦 但是他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上次讲 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 那是指引给我们 因为人们忘记了有道 我忘记了找到大乱头部 哦 因为呢 就好像这个镜子 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 那镜子已经染污了 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 把它擦掉 就看到光明了 所以呢 就看到到了 所以 既然心理在我身上,那五根祖,五根宋人,跟这些神明,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我照样可以知道,我能回去的方法,我可以来来去去,我可以这个,继续公骗法界,又骗十方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现在我不行了,所以呢,所以老师来告诉我,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那到了,所以说是圣圣相传的宪法,心理宪法 圣圣相传也就是说,当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他要处理他人世间的事情,他的责任,或者是说他的愿意跟愿意 那他处理完了,照理讲,他应该就要来回家了,结果呢,他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在干什么?迷恋在六大人回了,迷恋在人世间的,忘了回去了 那这个迷恋了,迷恋多久了? 我跟大唐讲,六万年来 那实际上到底多久了? 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跟伊萨大唐的说法,六万年来,都在迷,忘了回去了 你看你六万年没有回家了,你还找不到家吗? 你找不到家啊? 那必须有人,由谁来告诉我们,有一个团家里面来的人 这个就是明师,来带着我们回去啊,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啊 那明师啊,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啊 我们带带都有圣人出来在教我们 只是说呢,道有险有隐 险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这种,比较圣道,比较兴盛的样子 隐的时候呢,那就是,默默的场,当场毒寿 所以圣人呢,是,道带相长 道带相长把这个道呢,交给人 那现在,年轻已经这么让了,道,为什么要退出来? 那就是因为,武教啊,都已经开国滑了啊 这些圣人啊,都已经来过了啊 这些圣人来过了,把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的死命还了 还了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 拍了花结果啊,你这个果不出来,你这个,拍了花就没有意义了啊 所以最后呢,还有这个明师啊,来叫我们呢,先得而后修 这个法门,相当殊胜,相当难得 我们得到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依照古圣人 他所传下来的修法,一步一步去做 依照道之众子的原理原则,来了一步一驱啊 那这样的自然,就会达到我们回家的路 这个是道啊 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这些法师啊,这些老师啊 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 可是呢,他们这个核心,没有 哦,没有这个核心啊,没有这个,信理侵法 这个明师一时,这一点的妙,妙妙,得灵妙 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只是呢,这支页页,看起来好痛啊 实际上呢,没有痕,没有痕啊,没有痕啊 没有痕就是说,他们没有入手处 他们知道中华传统很好,好,是好在哪里 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事业顺利了,家庭圆满了 哦,他们认为了,有所改变的,好,他们的好不好在这里 结果呢,这不是啊 那是顺变的啊 你心理侵法,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种的,那些是顺变自然就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说神通 神通不是修来的 神通是本来具足的 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那些神通就禁止了 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 还会有老呢,还会有这些世间的障碍呢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更了 所以我们得到明师一指 跟这些世间的人 世间的教授,老师,法师,道士 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明师一点 这样的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呢,是我们被操生了死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些武教圣人的心法 得一个秘诀 那所以啊,我们虽然讲道,可能讲不如老师 但这个卡位呢,不如这些老师 不如墨师啊,不如这些阿宏啊,墨斯林啊 你刚回教朝圣的每一年啊,几百万人啊 我天主教教教一出来啊,哇几百万人 神徒在高的麾下 你看这个,这种力量,这不是我们到今可以转出来的 那我们凭什么啊,还可以说,道比较还要殊胜 那因为道呢,是深入本本,是深入心理信法 道呢,是讲这个良知本性 是讲这个,你要真正的落实,把道呢,透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 所以讲很多没有用啊,你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你跟孔老师之中的列国,孟子也是中的列国 历代的这些有心的这些圣仙啊,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 来做的救度生命,帮助众生的事情 好,这个是,圣圣相差的部分 那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 所以说,道不可蓄于理也,可离非道也 不可蓄于理,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啊 都是处在道之中 没有道,那么你没有道法,立足在这个人世间 事实上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 好,儒家的道,道是我们 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道是我们进冰地理神明 下座五重师尊,爱佛中士,促进世界大法 等等的这些作法,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 那你行三纲五常,你见我们八德,你就是恢复自然的生活 那恢复自然的生活,那你就恢复自然了 天地世界归了 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呢,不做恢复 我们看不起相当的长 我们八德,不得是很封建 旧思潮 当然,因为追逐,时尚,科技 把这些传统网,把它丢弃掉 那你看,我们到了加布安达 那些非诚的国家,连米都没有得吃啊 饭都没有得吃啊 那除了他们的因果业报之外啊 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 你看他们,为了耕田 不得耕地人 把这些树,树树都砍掉 都砍掉了,结果 事实上呢,没有了 就不能够调解气候 不能够调解气候 就造成山洪大发 造成的气候不正常 气候不正常 植物人都养个水 因为他们的农村没有办法增长 所以,你看 越愚痴就是越堕落 那这些怎么办呢 是要有人教他 谁来教他呢 要觉悟的人来教他 懂多的人来教他 明理的人来教他 教他们要讲个进天地里神明啊 你看我们开 开枪明义的大夫妆子第一句话 进天地 天地是多么重要啊 天生地养 天给我们 这些支援 地呢,养育我们 那你天地你都不进了 你怎么还有办法 行三干五场 乌伦巴特呢 那天,天地是多么 天地就是气候一长啊 山长大发啊 海水上涨啊 这些现象是怎么来啊 都是人的心引起的 这不是自然现象 是人心 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 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 只有人有是非善恶 人那个是非善恶的 那个负面的念头啊 它会充斥在整个吃产之中 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 结果呢 就遭受到自然的火爆 那你赶拔森林好了 森林啊 要拜悟你 让你没有营养 让铁没有营养 那与谁不来 那你叫他不能生长 结果你就挨入了 所以是人啊 那这个 这些人呢 要有人去告诉他 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能够在这里啊 讲经说法 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 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啊 还比以前的 这种开家还有拜堂 还来得有效 用这个网路啊 用这个网路啊 用内心啊 用这种科技传播啊 真的还来得有效 那现代人呢 很忙碌啊 忙着自私自利啊 忙着要享受啊 你去找他 他也不愿意啊 你虽然有心 要花这些时间啊 去关心他啊 他也没有快陪你 他也不想陪你啊 甚至呢 他也不想陪你讲这些 这些什么三大五常的伦巴德 但是呢 我们念这种科技的东西啊 没关系啊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有碰的词 你就来听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讲 我用这种卫星 用这种网路 用这种光碟 你想听就听 我怕你 你不来啊 就怕你不听啊 你只要听了一句话 你受用了 诶 你懂得去觉悟了 去明理了 诶 这样好了 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你知道呢 这个 2012年可能世界都快要来了 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啊 我们不能等待这个世界毁灭 那我个人要怎么做 我个人赶快进天地理神明 向父母算师尊 就是说这些三干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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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八干 从这里做那就对了 你不用去商商泊国 你不用去参商大作 更不用去曹山啊 惠林啊 都不用 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地做 你到公司上班 你就做好原本的角色 做好主管的角色 把人道做好了听到就可以 好顺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啊 真正的道啊 真正的道是这里啊 并不是在学术啊 并不是在庙堂啊 不是在庙堂啊 你光研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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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用啊 大家都想听这个 深奥的心理心法 结果呢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下父母 跟师尊 没有一个人呢 愿意竞天地理神明 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 你做一步 你要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 再说啊 半座人在座的人是圣人啊 说了再座 那还不座 还是个贤人 如果不说也不座 不说也不座 那是平凡人啊 说了不座 那就是骗人嘛 他会说不会座 所以老师 讲师 这些 讲台上的这些法师 只会讲不会座 那是骗人 那比凡人还要怕 你看老千人这里讲 我讲的到底啊 找新鲜的没有 到底哪有新鲜的啊 到底哪有新鲜的啊 好比讲我们这个下地中性 哪里有新鲜 五千年来都讲这个 那你现在讲这个 你不讲这个 你就是没有人格 你就是不忠不孝 不忍不义 那么你还现在学到呢 没有 没有 你不是在修道 所以现在的人道场 有所谓的这个 半道的道场 有所谓修道的道场 那么半道的道场 认为呢 点道 拒红道 这个就是 修道 那修道的道场呢 认为呢 这个就是研究道理 哦 注重新性 这个就是修道 那后学 是认为说 各有所好 各有所偏 那修道的道理 他注重新性 可是注重新性呢 他不是在人文当场上注重 而是在呢 这个 那些深奥的道理 哦 讲空性 讲如伪的这些道理 在深究 这个也 也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这个也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这个也不是一个 这个也不是一个 我们确要恢复 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 恐懒夫子的言论 哦 这才是今天 道的宗旨 所 所 所要推断的 所以你看我们道理 是讲今天地理生命 哦 这些呢 都是平常的道理 你把人道做 这个就是 达到和谐的社会 哦 安定的社会 哦 和平的世界 所以联合国 在提倡世界和平 提倡了三十几年 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 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 哦 甚至呢 宗教人士去演说 去推动 结果呢 没有办法推动 没有办法落实 为什么 当然呢 主要的 主要的是 国家 有 各个国家的考量 那认为呢 那个咬不客气 那哪个国家 的元首 或者是说 这些领导人 都认为 这个太阳园 学者 中家所讲的 中家人士所讲的 中家人士所讲的 这些道理 好 可是呢 做不到 所以呢 大家听归听啊 没有人愿意去做 所以世界和平 永远也找不到 曙光了 那为什么会认为 也不可及呢 那就是因为啊 学者唱高调 他讲的这个道理啊 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大家不可能回到像 以前修行的那样子啊 也不可能去出家啊 哦 去躲在山洞里面 为了这个清苦的生活 大家不可能这样子 是永远的做不到 但是呢 今天明示告诉我们 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修道呢 就是在家庭 家庭就是道场 你本事就是道场 你团体就是道场 所以说 道不可虚于理也 不可虚于理也 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 每点每滴 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啊 你都有到位 一个到底的朗线 比如说你一个人 你在这里讲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讲话 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 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种 这个画面呢 把它录起来 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啊 如果没有道的 那种奥妙啊 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 就像一个纸张被做出来 一个铁张被做出来 一个铁张被做出来 那也是道在里面啊 那 背面这个树面 你把它 把它培养 长大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树 树干取下来 你把它 磨碎 制作 哪有 才有纸张 那你纸张要写 用原子笔 原子笔也要制作 那你写什么东西 你还要 你还要有内容 内容你要去学习 这个 无一不是道啊 乃都不是道 所以 国家讲乃打不是佛法 其实呢 都是同样一个意识 所以 为什么做不到呢 不会做不到 只是呢 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 这些 我们要扣扣教育的方法 来推动 教育呢 必须呢 身体力行 我们这些修道人 必须呢 有责任呢 把这个大道呢 推到每一个角落去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每一个国家 可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 好 我们用书籍 用光碟 用卫星 用网路 这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只要既然成熟 那么 这些领导人 还是 有可能会被点起的一天 你看我以前 我一直跟我太太讲 你不要晚上回来都要看电视 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 你都看那些连续剧 把自己的内心懂得乌烟瘴气的 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人 小孩子也被污染了 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 那么我常常 我刚刚 转 静东法师的电视台 特别是为了讲给他看 让他听一听 那之后我在场的时候他就跟着听 我一离开三个厕所 又闯来了 真的是受费啊 那为了叫他来 我就不断来到博方给他听 一直到现在 他自己主动愿意听了 把自己想跟我要这个静东法师的辩子来听 哇这是难得 非常高兴 我想说 其实不会没有结果 你啥笑的种子 总有一天会开发结果 所以我怕他愿意听 这些 圣贤人所讲的话 老人所讲的话 那当然 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 听久了 他学习久了 他自己也会改变 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 自己也会学圣贤 那这不就是 是办个教案啊 所以办个教案从自己做起 都有港式政级的成员 从家人做起 从社区做起 从你的公司 团队做起 再到社会国家 再到全世界 这个是大整世界的 有期待的一点 是绝对有可能 聊天顺热理想 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 如果说 我们今天知道 得到这个道士 这么宝贝奥妙的话 那么 能反过好好的来立心 好好的来推动 让每一个人 多人都得到民事的教化 接受火的这种力量 在推动 那加上人 的力量在 在配合 那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啊 道就成就 所以啊 重点还是要忍 光靠天也不行 人没有天也不行 天没有人也不行 天人合一来做 那道呢 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 天天之物 天之物 那如果我们现在 还在认为 修道就是呢 去道场 接近道场 就是天心文法 就是念佛 念座 或者是说呢 就是呢 就被擅长打坐 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 那么 你是错愿功夫啊 不是在修这个 你的脾气麻痹一大堆 三大五小没做到 你这怎么会施修道呢 错愿功夫啊 弥昧颠倒 嗯 这个叫呢 足望施真啊 足望施真 没有办法见到道 所以道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样无喜 为什么这么样伟大 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 就在你的一面之间的转变啊 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 你帮你立志 走向圣贤这一条路 你周差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 有一个修行的注释的话 这个地方免于天灾必变啊 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辟印啊 所以你的这个修道 大家早安 孔子 将世间的转啊 举为五种等等 号称五一样 那么 孔子在回答鲁埃公的话里面呢 他跟说呢 有冤人 有士人 有君子 有贤人 有圣人 这个叫五一 五种一派的人啊 那么 什么叫做冤人 冤人 当然就是 冤冤陆陆 没有什么见识 那么也不存规序 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 也不会 择贤 以脱身啊 不会立行 有事件 啊 见短不见远 见小不见大 所以呢 从 从流河屋啊 这样的人呢 不晓得他的 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冤人 那怎么叫世人呢 世人 就是 一般的 这个好人啊 那他有所 心有所定 那么 也有他的理想 可是呢 就是还不能够 达到这种 入大的境界 那么 虽然他也有一点虚似啊 但是呢 为了商餐 为了家庭 为了前途而闹 所以 这个 尽了一生的努力啊 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他的严重再多了 对他也没有帮助 那么他的平均呢 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害 反正呢 他可以呢 这个 跟世间的环境啊 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 是属于世人 那所以 世人号称赌书人啊 其实你看 读书人 他还有很多的 分别上面不同 那孔子在武夷里面说的世人啊 就是指 一般的世农工商的人 那他还有一点理想 还有一点 这种 那种理想性啊 还有一点 为 剪毒 为家人 而努力的 这个奉斗性啊 那么什么叫君子 君子就是言人有信 君子呢 他呢 专 有行信道 自成不习 那我们知道 我们 把君子的说法 说得更简单一点 那就是呢 君子啊 他的这个 每一个念头 都是为别人好 那这样的人啊 宽称为君子 所以你看 每一个人 他的念头 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 庸人之辈啊 但是呢 有了才艺 有了技术之后呢 他就 不能够算庸人啊 他 那算是 刚才讲的世人 但是他不会为别人才想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啊 还比不上君子 因为君子的行 的位积啊 至少 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的 一念为公啊 那么贤人呢 贤人就是 讲出来的话 说的大必定做得到 哦 这个人呢 有才艺有德啊 但是呢 还不呢 还不那么够完全 所以呢 他的这个 懂啦 不能够 遍及到整个社会国家 但是呢 已经补及到地方了 这是玄人 那也算是呢 很 不错的一个修行的典观 那麽讲到圣人啊 那麽讲到圣人啊 与天地何德 啊 与鬼神何吉宣啊 万全万物之宗史啊 邪大自然之迹象 那他知道 跟整个天地万物的鬼神 何而为一啊 那所以呢 圣人的范围啊 就更加的广 他所讨历到的 那不 就不只是正身而已 就不只是人而已啊 他讨历到事件乱物 啊 当然大概在正身里面 所以呢 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样 他会言许像神明一样 哦 一般人不晓得他有道德 哦 好像是住在隔地邻居的 这样的一个 普通人而已啊 那么这样的种呢 自以为无功 自以为无德 自以为无能 可是呢 他的这个大德 已经超越人世 已经呢 滑极万物了 所以这样的人 都称为圣人 所以彭子说啊 有这五种人格的人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种子 啊 我们以儒家为主要的修行目标 哦 修行的依据啊 那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自己就要 有所排养 有所这个依据啊 啊 有所理想 有所目标啊 哦 哦 我们讲到这个 道志生子里面 有东品重理 哦 哦 东品重理呢 就是说你自己 你个人的那个标准 哦 你的水准要放在哪里 你的理想要放在哪里 那么如果说 用这五仪跟这个佛家的五种等级来分啊 那么圣人就等于佛 哦 对于宇宙人生惯物的事情 都很清楚明了的人 那称为我们中国人叫做圣人 印度洋就把他叫做佛 那菩萨呢 菩萨就是帮助佛的人 所以菩萨的境界呢 也已经是 来到 到达这个佛的境界了 只是呢 他要做众生跟佛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呢 他还是一个 菩萨的一个 这个乡 所谓的这个流烟润身啊 那菩萨等同于贤人 那 君子呢 君子等同于阿罗汉 啊 君子呢 是一个 儒家修行人啊 他最 基本的要求 那么 在佛家的修持啊 最小胜的 最基础的你要正道 这种 赤果的阿罗汉 阿罗汉这个 是 出世间的圣人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用再沦回了 这是阿罗汉 所以阿罗汉的境界 有点像 儒家的君子的境界 那你 如果说 言本来比啊 你会不会说 不能不累啊 怎么这样比啊 但是呢 强而比之啊 勉强而比排他啊 那就是这样子 阿罗汉 已经超越世间了 所以呢 因为呢 我们儒家 在讲到君子啊 其实呢 他就有一种 超越了 超越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那 因为他的体清 动念都是散的 都是为重生的 所以呢 世间对他来讲 并没有苦难 并没有 特别啦 要去观怀的对象 因为呢 他所观怀的是全世界的重生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他眼中呢 都是平等的 哇 四海之内皆相帝啊 所以这个君子啊 那么再下来 就是 所谓的渊人 所谓的世人 那渊人呢 就是 一般人啊 他感允有何物的这些降生啊 那世人呢 世人就是说 他 还是有一点修行 啊 还是有一点了解 只是呢 要修不修啊 可上可下 这个是世人 这个是佛家的世人 那所以 从这武仪来看 我们自己的理想 那么 一个有报告的人 他也不会讲 多讲什么话 啊 有信誉的人 必然也不会讲太多的话 有才法的人 根本也不需要 多讲话 因为言帝有重 不只要讲一句话 就 抓到核心了 你看言帝有重 这句话呢 是孔子 终于战 这种 这个 这个言子 明子谦嘛 有这句话 言帝有重 那明子谦 已经达到 先人的境界 所以一个 修行啊 不再化多 化太多了 反而呢 造成了 各种位置啊 那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啊 要把这种道的理念呢 推广到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必须呢 将 师君师母的 妙妙 这个 明世一指的大法 要交给大家 那将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苦级的教导道 毕竟呢 我们呢 都只是在学 中觉 觉中学 那么呢 从觉悟多少道理啊 做出多少言行 一步一步来修啊 所以叫先得而后修啊 啊现在呢 我们有这个机缘 先得而后修 所以呢 有的认为 没有开悟的人 那他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课的 他是没有资格抢经的 那道长有很多资深的人啊 啊 很看不起一些后学 那么他们的话太多 啊 言之糟糟了 但是自己做的不怎么样 可是呢 之外呢 也有一个盲点 这个盲点就是说 点端是可以讲话 啊 这些长辈可以讲话 后学们都不能不讲话 这样呢也成为一个盲点 那点完师的错啊 没有人跟 没有人敢跟他讲 点完师也没有开悟 所以呢 点完师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 那他不 这个不准别人讲 但是呢 他自己也不一定做得更满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只能够说呢 这个依法修行 儒教修行 要根据的精讯来走 最近因为看老前人 他所留下来的 这些文章 这些点击啊 你会觉得说老前人的话 你真的把他毒手了 那这个道就已经很清楚很了解 啊 啊 你在他的 讲道里面 跟他的文章里面 他 他总是有差异性啊 讲道是 率性而为 看到 什么样的听众 就讲什么样的话 都是很口白 而且 而且 实质人心啊 啊 当场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讲法 他就 怎么讲 可是 写文章不一样啊 写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 然后把它笔记下来 或者是说自己看出 有什么样的笔物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啊 那个十二个字 可能是 那个当下之名啊 所记录下来的言论 所以 写的文章看起来 就比较深 啊 引经句典 啊 读起来 有比较的 要有深度一点 那么 老前人的书里面啊 这两种文章 都刚刚具备了 也就是他有演讲的 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 那所以 可能 依照 老前人的这个经典 啊 老前人的教诫 来修行 那这样就绝对是没有错误了 啊 啊 我们现在呢 到场啊 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说呢 训文太多 那训文是先否留下来 先否留下来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呢 最圆满的 哦 一定是呢 最珍贵的 可是呢 在老前人归空之后 天命已经不住持了 今天这个天命的长者 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那所以啊 老前人在还没有过分之前 先佛就曾经讲过 大德格不在了 以后再来讲话的这些先佛 再来批讯文这些先佛 你们也不晓得 他到底是佛 到底是魔 水怪还是圣贤菩萨 你也不晓得 你说医理而修 医理而修 那么可是呢 你这个医的理啊 你怎么判断是真伟 是虚妄或者是真实呢 人的智慧 如果没有达到像君子这样子 没有达到像阿勒和你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 你没有办法辨别真伟 所以即使魔的批训啊 我们也可能认为很有道理啊 但是很有道理啊 不一定啊 适合我们现在正身的根性来做 啊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非常谨慎 那老前人的 的这个 遗书里面啊 从他留下来的经典之中啊 有这个讲道集 有这个 讲道的集啊 有演讲集 有真言集 有这个 雨林杂记 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来根据 让我们来这个深入探讨 所以要知道 道的阿贵阿妙 其实呢 我们就从 最可信的 老前人的这个 的这些经教啊 那就是最好 那这个 这个真言集成里面啊 老前人 摘入了很多 这个古时候 圣贤人说讲的话 所以在这些圣贤人说讲的话 你可以把它 一一的研究的透色 那就已经不简单了 所以 我们道之中子啊 也是希望 能够 能够 依着老前人的 这样的一个 精髓 他的一个精神啊 那他的这个 文章的 一个 叙述啊 来讲述给大家听 来讲述给大家听 这样的道不真实呢 我们就不是呢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虽然道了 是无量无边啊 无处不是道了 可是呢 你总是要有一堆 真理的依据 那么我们今天 最好的依据 反而不是训文 反而是呢 老前人在 留下的这些经书啊 哦 训文呢 生者见生 前者见前 然后也 也有文言的 也有白话的 巧妙虽然不懂啊 但是呢 必须自己去误文 那有的人呢 他东西没有那么异 他也担不得 甚至呢 他也误不来 那所以 后取建议呢 大家应该呢 多读老前人的书 哦 白蛇老人所留下的这些经典 好好一个字一个字来拒绝 哦 那他今天呢 他讲的这一篇 得道 明道 修道 半道 结果才能存到 那么 得道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 有机会得道 哦 至少我们都是在 老前人之前 求过道 那老前人的天命 是不庸置疑 那么老前人之后才求道了 那么 那么谁也不敢想 哦 各有各种说法 那既然各有各种说法 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孟子 孟子是学童子的 那孟子的老师是谁啊 孟子的老师啊 是子师的宰传弟子 所以孟子跟子师也没有见过面 哦 哦 那子虽然跟这个宗子 虽然有见过面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宗子把这个新法传给子师的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 哦 哦 从孟子的例子啊 我们可以知道说 虽然孟子没有 受到明师当 这个当序的这个指引啊 但是呢 他从经教里面啊 也可以悟到明师的这个心法 足足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大道 哦 所以 以 以 这个 以精为师啊 以骨为师啊 以绝为师啊 哦 那我们现在到场最可信的 最有公信力的 最有用自己的 那就是老贤能的 这些经训呢 嗯 那我们研究老贤能的经训 能够进入 道的好 真子好妙 那这样呢 就是最好的途径 哦 那 老贤能在这边里面讲到 佛经 他经记 他呢 那一首话 那一首诗啊 哦 得道明道 那就是用这个 这首记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间万劫难遭御》 《我今见闻得宋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无上圣生为妙法》 《无上》 就没有比这个再高过去了 也就是说 他已经是讲到最圆满了 没有再高过去了 也没有比他更深了 他已经是最深了 那么 没有最高的 没有最深的 他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妙法 那当然呢 这个就是 帮助我们 纯救我们自己 良知本性 人内在佛性的一个 根本妙法 那这个妙法是什么 妙法 足足相传 就是这个真道 那我们今天得道 得道了之后 我们今天要想办法 来民主的道理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 无上圣生之人妙法 而且呢 百坚万简难遭御 你看你前一百年 你绝不得道理 后一百年 你也绝不得道理 甚至现在有人 就已经在讲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参道了 当然 时局争论 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 老兄们之前 就已经求道了 那恭喜你 你已经有得道了 那你得道了 我今见我得透尺 愿解如来真实意啊 我今见我 看道了 听道了 你也没有得 得道呢 你虽然看得到 看得到 你 有没有办法得呢 要怎么得呢 你要受持 受持 受就是接受 持就是行持 所以老兄们这里讲 您道修道 那你今天见我了 道 你要去修 你要去悟 你要去了解 那这样子讲 有真人 而后有真相 而后有真知啊 就是说 只有人 已经是 达到真人的境界了 那他的这个眼里视线啊 他才是一种真知啊 他所行出来的力量 那才是真心 所以有真人 然后有我真知 那么你是不是达到真人了 真人的标准 就是 你已经明清见性了吗 你已经是 悟后起修了吗 那么在我们道场啊 实在是没有了一个人 敢讲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 他已经开悟了 所以现在开悟的人啊 很难 找得到 那前人在世的时候啊 人们相信他已经开悟了 他也有 他的这个神态啊 但是呢 他也不愿意视线 那他不愿意视线啊 他种种的这个言行里面啊 这个言必有作用 就是他讲什么 以后的发展就真的 如他所讲的这样子 那可见了 老前人是个开悟的人 那他叫我们 修道 犯道 我们今天啊 要把修道犯道了 要把它说清楚 你修道 是修自己的脾气毛病的 哦 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啊 那么别人呢 考验你也是在修你自己的 这个修习的这种 业障 修你自己本来的这种 良知本性 你的良知本性是圆满的 其实没有要修的道理 那因为呢 给你太多的这些 残倒障碍 这有点是 你跟人牵扯的 或者是像你自己招的出来 所以呢 今天要去修道 哦 所以修道在这里修 从脾气毛病上修 从家庭生活里面修 哦 从建文觉知里面去修 那要从建文觉知里面去修 我说这个是相当难的 一见到正真的根性啊 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哦 所以假的文字信啊 信总无上导 那用六根的根性啊 来证明自己的根性啊 是圆人无碍的 哦 是带人尽智啊 霸天三合大地 宇宙在怒 所以宇宙在怒 所以宇宙在怒 就是我的自信 哦 哦 每一个视线 每一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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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自信的呈现 所以哦 宇宙在怒 好 鸟在叫了 太阳在照了 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呈现 这都是因为 曲线事变 所造成的 我们这个 视线的像 从这个像呢 看待我们的根性 从这个根性呢 知道我们那个 如如不断的道理 这个如如不断的道理呢 并须攻进法界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 没有必要修啊 当我们没有在修道的时候 哦 我们现在讲 没有在修道的时候 是指道场人来讲 道场人来讲 道场人来讲 你要修道啊 你要干 你才能来道场啊 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看 我们的自信啊 朗朗强坚坤啊 都显照在 整个三楼大地上 都显现在这种 大元静置上 那我们的阿赖也是 从大元静置变成阿赖也是 就是因为 你自己想太多了 所以其实修道 是要你能够放下 哦 孟子讲 求其放心啊 那你如果不敢要放下 那么你真的不想得修道 那我们讲 那我们讲最性本空 这种感染性啊 也是本空 我们大元静置 所显现出来的 是这么样的 就是 如如不敢的一个 亂下那路啊 但是呢 加了自己的喜好 加了自己的分别之后啊 就变成阿赖也是 反恼及菩提这句话 那么 这个呢 就是反文文字性的道理 你看到这一项 那就是呢 就是你的菩提 所以 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 没有反恼 当然也就没有菩提了 嗯 这老老吉菩提啊 其实这个在讲 我们是修道半道 修道半道 其实就是在 明白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 我要解释一下半道 什么是半道 半道啊 我们好真啊 请人来 和塔求道 这个叫半道 这个叫半道 但是呢 真正的定义啊 这个不是半道 这个叫点道 这个叫点道 我们明师传给我们法 传给我们这个 主主相传的那点 那个是点道 那个点道之外的这些 这些仪鬼 或者是这些道场的理解 或者是说 这些同权的动作啊 这些呢 叫做半道 所以半道 在你没有点道的时候 其实 你都叫半道 点道 这个是唯一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 我们跟各政各派 各家 这个做法 刚刚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有他们的修法 他们有他们的这种仪鬼 那我们呢 也有我们的修法 也有我们的仪鬼 其实呢 是大同效益 那这不一样就是点道 所以呢 这个道 有加在民事的这种 这种点道的作用 有主主相传的这种传承的 命脉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得到民道 修道道道 是要懂得 是要懂得 我们已经得到民事这一词典 所以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所以我今见闻受词 我今见闻受词 这些 民事交给我的这个 大道 那我为什么会见闻 我为什么会闻 我如何受如何承 这就是我们愿观的地方 那愿解如来真实义 如来真实义 如来真实义是原本篇作上是不用解 但是呢 你要看得像 你要 你要看得过 那么如来真实义就在你的眼睛 那就是说一灯能破千年恨 这个民心词啊 点破了我们千年的余词啊 我们最大的幸运 是今天有道可求 有道可修 有道可犯 如果说没有求道这件事情啊 我们也没有道可修 也没有道可犯 那我们跟一般的 这个世间的真相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们是在修福报 我们没有办法修功德 因为我们看不到什么叫功德 那天堂地狱这一面之间啊 那么从现在起 你打扫自己内战的垃圾 不要把别人的垃圾 外战的这些污染 放在你自己的心中 完全的洗刷干净 成为自己的这种新的联络 所以自信天堂 自信礼天 因为 儒家讲的大人世界 他没有讲 脾案的净屯 因为此案就是脾案 那么你到了脾案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种清静的心 你到那里还是会懂 其实你根本达不到 那么你在这里呢 你有这个清静的心 你看了世间的这些现象 其实这个就是净土 礼天就在这里 所以想到任言进那句话 我们今天呢 半道结果才能够成道 得到明道 12代半道 结果才能够成道 成道是存在自己的那种根性上 自己了悟到 那一份这个清静光明 那个圆满俱足的那一份自信 那时候有说到其实不用说 到其实不用讲 到其实不用修 但是呢 因为这个圆向啊 太玄缘了 太无缘了 太空洞 所以 众生呢 听不懂 所以呢 儒家收缘 有到的意义啊 就是儒家专讲你懂的东西 儒家专讲呢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做法 你把人道做好了 你刚才东西进去 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你 你今天一下子说自信就是天堂 你说这里就是礼天 那谁如何理解啊 谁如何感应啊 大家没有那个根性 都不要说如何要提修啊 好 人们呢 只能够一步一步了 从得入天之 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制服 平衡下 这样呢 慢慢的来休息 那重要的是在那个去除的阶段 所以修道是看谁去得多 谁守得多 他不是看谁在道场多 在道场的一些啊 比啊 都是一些扑拉夹井 嗯 嗯 净花守约 所以啊 老求人要告诉人 自觉自修自动自弹自强 自觉是内心的要求 那 效法天地 这个效法 这种日月 宇宙世就很为本能 以大物为自己的特别事 所以天下世就是我的特别事 宇宙世就是我本能 我的特别的性能 那么今天 我们地球脑袋 好 这个 小冰火的时代来临了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 对一个修道人来讲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的事情 那我要怎么样改变事件呢 改变事件的方法 就是从你自己 独物自治做起 那你要懂得 独物自治做起 那你就是 有自觉功夫了 那当然不断 我们要独行 想想自己 一生啊 到现在 对人 对事 对 对物 对道长 对父母 对于整个社会国家 对于师村师母 你有什么样的贡献 那你站了多少页 你想一想啊 你这一生 你特做 要站了 要感恩 那我说想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自觉的力量 如果 连这些自觉的力量都没有啊 那么你就 你要自修 你要自动 你要自想 这个 都是通火说排放 只有自悟 悟到我本来是 跟圣人是一体的 我本来就是佛 那为什么别人成佛序了 我今天呢 还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君子 因此他讲到 君子有终身之忧 而无一生之患 所以君子终身的忧郁是什么 遥顺 遥顺 为什么可以成为遥顺 偶尔只是成了一个匹夫 皮腹 这个是君子终身的忧郁 你看 孟子讲的这句话 是非常的 这句话 是具 cache love 举 Andrew 高 impressive 第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 他自己是摇顺的本土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 胡作非为 荫寻 躲起 顺了他的习性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反正我就是这样子 反正你要 哪有什么样 那這個越習重子越吸血就越嚴重 所以六大輪迴是越嚴重 嚴重到最後在地獄受苦到最後才慢慢有一點絕對力量 那我們今天不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有名思來傳道給我們 那麼又有人來告訴我們道德寶貝奧妙 不過我們又可以藉著名思的道來成就自己成就別人 來往那世紀來治理事先來頂天下 那我們為什麼不去做呢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呢 所以自覺 老前人讓我們先自覺 以前是以口為師 現在呢 以覺為師 覺是要自覺 覺不是人在當你覺 不是經典 不是可能是當你覺 更不是先佛要當你覺 你要自覺 只有自己自覺了 那麼你才能夠在這六大輪迴的痛苦生命之中 才會把出來 這自覺為師 那請你講第二個自覺 修身修心要修到一身親近 要修到呢 後天的這個秉性毛病 這個嗜好 通通改掉 要修到人相我相 眾生相受者相 通通除掉 通通永永 因為呢 這些呢 都是修到的大障礙 我們今天因為有立在覺性 立在這個良知本性上 所以我們發出的力量呢 那個是非常大的 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避盡成就的 因為我是 我本來是佛 我本來是聖人 所以呢 我今天開始修 我當然已經可以成為聖人 那麼你本來是眾生 你想要修修 修成佛 那是不可能 你如果用的你是眾生 你要用盡一切方法 修成佛 那絕是 那絕對是啊 這個 知見立知啊 知見立知是無名的根本 那麼頭上安頭啊 那不是啊 多此一舉嘛 增加你的痛苦啊 增加你的痛苦啊 你就有頭啊 你幹嘛要按一個頭啊 你這個知見上立知啊 你想要在你的這個 眾生的筆記上啊 去把它 好好的修修修修修 這些人像我像啊 這些呢 都是虛假不敢的 都是 都是 虛偽的 都是妄想 既然是妄想 幹嘛 回來有真呢 它有什麼真的對地呢 所以呢 一見呢 通通拔除 俱修 這個是自修 修是要修到這裡修 我們今天為什麼 不能像 單身菩薩一樣 反文文字性啊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不曉得自己啊 是佛 不曉得自己是聖人 所以我們會試著去反觀 反聽內在的聲音 其實呢 每一種聲音都是內在的聲音啊 全世界 全宇宙只有一種聲音啊 佛教說 嗯 嗯的聲音啊 就是 反文文字性 其實有一個聲音也不對 但是勉強 為之一聲音啊 勉強用一個聲音來代表所有的一些聲音 真理真道 什麼字呢 它就是道啊 所以叫做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那這個是自修的功夫 自修的力量 自修上的覺悟 只有從這裡修 你才知道說 你要怎麼修 所以老教們 第二個講自修 第三個講自道 你才知道說 你要怎麼修 所以老教們 自動 就是自動自發 當忍不當於私 在今天 明知傳道給我了 我有道 點燃師也有道 學長有道 學弟也有道 那麼 學長 點燃師忍 他們可以生活 他們可以成為大千 可以成為補償 為什麼 也不行 老前人常常講 我們只是師兄弟 我們不是這個師徒 老前人不是我們的老師 但是說完老前人這麼講 我們也不敢認為說 老前人是我們的師兄 畢竟老前人的得伴 那是太浩瀚的 太宏偉了 那是我們這個 自覺自修的一個好榜樣 那老前人就是因為自動自發 別人不做了我來做 別人不行了我來行 所以啊 我們在這裡啊 或許要給大家一個建議 那就是在道場 當你看清楚目標之後 當你發心修行 認準目標之後啊 你就要責無膽膽 責無膽膽 一千金金 那麼你最好 從一門登陸下 你不要博學不穩 因為博學不穩不是我們的條 即使你是天才 你是天才也不要 現在去博學多穩 這博學多穩啊 一直成為我們道場 修道人啊 很大的一個忌諱 很大的一個代筆啊 你跟道場很多人 那個也會那個也會啊 哇那個也通 那個也懂 通家 通家太多了 所以他就那個也間 這個也做 那道場呢 民政跟他上去了 後來的人沒有什麼機會 那除非他自己願意退休啊 不然呢 後來人都沒有機會 所以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自動自發 你要自己去 找出你自己的 這個功夫啊 功夫的入住啊 你不要搞在道場 你有沒有地位 有沒有這個機會啊 你要自己去找機會 當我不行 我來行 當我不委 我來委 精進不演 鞠躬盡存 所以後學建議一門深入啊 就是說你選擇一個入住處 你選擇一個入住處 每天不斷地用功夫 你久了 即自然就會碰到 那個功夫的成熟了 後學很喜歡講 當時後學在活事團 少了 少了佛堂 少了十一年 少了十一年 那一段功夫 堅持到底 不敢放棄 不敢放棄 那十一年下來 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呢 內在的智慧的漸漸增長 要一定的實際成熟了 哇 那就 那就 那就了 可以了 登堂入室了 隨手臉來 你看以前 小典文章 多難了 現在揮逼而救 以前當那個古文 看訓文都當不懂 現在一看了 哇 好像生物 文字多了 以前要講一堂課 講十分鐘就講不下去了 現在來講 像是講 言之有誤 希望能夠講出一點道理出來 這個人 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令人深入 不要靜靜不已 你要自動自發 這是老全能教我們 開創自己的前途 戒嚇自己的願 要道達芯恩師父 道達父母的亞裕之恩 所以你看咯 我們今天 要來戒嚇自己的願 要討恩 要退恩 那麼 你今天不用現在道党做 你要知道什麼叫道党 人 人 不是人眼睛 如謀心 慈心就是道床的 清淨心就是道场 胡提心就是道场 你公正的心就是道场 哪儿你不是道场 你不要一定认为说 在那个佛堂里面 在大面之中 那个很多道庆的地方 那个才能够行功了愿 行功力的 那个才是道场 不是 其实那个不是道场 那只是一个道场的一个像而已 一点点的像而已 真正的道场 真正的道场在你的心 你今天心 有没有比昨天清淨一点 有没有比昨天恭敬一点 有没有比昨天有智慧一点 那么你如果认为说你有 那么你就是有效的功夫了 你真的有在一能生物了 你真的有在自动自发了 大恩表面反这里道 反这里跳 不是据佛堂错误到 据佛堂羊肉对白 这个完全是错误 老前男就讲自动自发 好 看得好 再来他要讲自动自去办 什么叫自办 他说谁修谁可谁办谁求 这是火 先火说的 自己光深实践努力精进 无论在创造事业 创造剩业 当然创造剩业的人 我们后来都知道 正正正法 但是呢 无凡不永胜 所以我们坚固的盘业 只是为了让剩业更加的绵绵不绝 这是自办 所以呢 你在这个过程呢 要吃苦难了 要呢 你要行持 这个三方五常 五轮八等 你要众击成人 你要呢 这个 这个话上身 这个是自办 所以不话上身 他是跟着肯乃斯 坐飞机到夺岸去 如果是在盘场 这样打得到 那么这边就会 再放到 不是 你可以自己办 你看佩朗夫子 他对 他有谁依据 他认为应该有效无畏 他认为说 世民之风都有人 可以有社教育的机会 所以他把讲究的方式 下班在民间来 他把领略社育输述 就是 把这些 道理啊 通通交给 世间的人 然后在之中呢 又把 天命的道 传给这些人 有缘的 有缘的者 者得 所以他成就了 世被死者 七十二十 这个是自办 哪里是人家 多数出来呢 所以 有一种现象很明显 就是说 你在道场 越来越没有机会 尤其是 你又不是 从头跟到尾的人 难道 你根本完全没有机会 你看佩朵前在台北 台北道场 也是从头跟到底 你把讲师说 想要说 在讲究 再法会 法会一下 根本没有让你讲究的机会 因为 讲师太多了 人才太多了 在半道怎么 打个毛巾 马上有学弟来说 这个学弟做就好了 你学长就不用做这个事 你看 人家也抢得住 变成这个 办调子的人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做不好 所以没办法 只好自己办 自办自方 自办自雄 那你自己办 你要 你要 有规划 你要 我们说生涯规划 你要有一个 红图 的一个规划 修道人 其实如果说 你是有家庭的话 那你更应该 兼顾家庭 跟夫妻生一起策划 其实呢 你到哪里都可以办到 当然你一众快战 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方法 但是今天呢 你得到了 你到了 不然你就可以办到 你就可以 这个 去 去 航道 我们只是不能点到而已嘛 除了点完事可以点到 不然 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 所以要自办 老千人告诉我们自办 就是我们要自己开出一条路 那我们建议说 大家一门深入 深入到一天的境界 我们再来做 一门深入 你可以选择 我每天 吵何堂 总可以吧 用这个界律的功夫 来达成自己的进攻 成就自己的智慧 我每天看经典 可以啊 我今天每天呢 做得上功 可以啊 那你要把心收拾回来 反文文的自信 每天的功夫要想 这个是自办 再来就是自抢 你要自立自抢 自抢要怎么抢 人家说不欲可当 这个当才是抢 你如果被欲望所撑得走啊 你没有办法自抢 所以呢 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克制自己的那一份英雄投血的代步 克制自己那种不良的嗜好 要以天下为己任啊 不管他人给我毁谤 要立德立功立言 你要有这个心心啊 立德立功立言 不要管别人 你要这个 这个正己从人啊 你自己啊 言情是我正的 思想是我纯正的 你的所行所为是不是正的 你要先要求自己 那么要求自己 你这样才能够强起来啊 你要怎么让自己变强 所谓成立一家之业啊 你要成立一家之业 你自己呢 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才能够强起来 强到可以成为一个大将 他很确布 连我读前 都把墓地绝不分子 我们的墓地是放在底天 记住 墓地不是一个过程 墓地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弱的夹景 包括云枕 果结那个云枕啊 都还不是我们的墓地 你要知道 我们的墓地在底天 我的目标就是要 不断地去 往彼天去拜见 之前才能够讲到 你要立愿 你要报答天天使得 你要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 老生要自强 君子自强不起啊 所以自强之中啊 你一定要的 每天不断地持续去说 这个已经做过的事情 重复去做 已经讲过的话 重复去讲 讲到你谁能生巧 所以这个叫一门胜入的功夫 一定要效 这是后学啊 最深层的建议啊 但后学是要说 愚弱的人 愚弩的人 今天如果不是 关上帝君的加持 如果不是自己发心 要来讲 陶宇明圣经啊 那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 误解 没有这样的误解 也没有这样的 这个知见能力啊 来讲述这些经典 那么我关心帝君后加持 因为呢 我自觉自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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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自强 没有办法大玩具给我的 给我的这种压迫力量 我没有办法依照抗战 我只要自己来 在台北呢 人家也不会要你 来到云林 人家也不会想要你 所以呢 求了大之后 变成一个 没有用的人 那边有机会 那边要的工作 好像呢 求人家能够给你行功了愿 其实你行功了愿 哪要求人家呢 随时是机会啊 你要自力自强 所以老轩人讲了这个 这五个 方向讲得很好 自觉自生自动自弹自强 自强自强 那讲得很好 你很想啊 事入参双 是无人恋心的境界 事情冷暖 是无人忍心的心地 事事颠堡 是无人修行的资良 这个是古人的话 越坎坎的环境啊 越麻烦的环境啊 越能够让我们激励出 那种修道的爱 所谓挺挺七双血 你在这个冰冰雪地之中啊 你能够跟双血对抗 挺立在双血之中啊 这个是人世间的环境 即使你交易状况状 你还是要自立自强 你没有自立自强啊 你随身而有啊 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 都只是福德 到时候人家要拜佛号的时候啊 你没有拜佛号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你不是失去 这个大好机会吗 那最近 我认为 在中国立派的儒学家之中啊 那常常因为他们的见知见解啊 錯解了佛家的意識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大儒者 他們在批評佛教的見解 那麼歷史之中 批評佛家的儒學家有幾個代表 譬如說聖朝的朱熙 那是對佛家有極力的排斥 明朝的黃中熙 那他也對儒家也有很深的排斥 那他站在儒家的立場點來披扮佛教的觀點 那他曾經說呢 世事親親人民愛物 無有差的 是無策以策之心也 這個佛家的親親人民愛物 它是沒有等級的 那麼佛家講這個 同體大悲啊 這個同體大悲 它是沒有分親親人民愛物 它是屬於一種超世間的一種見解 但是呢 黃中熙呢 那他認為說這是無策以策之心 那麼取語不變 而行其故失 是無羞惡之心 那取語之間呢 他沒有辨別 也就是說 什麼該許 什麼不該許 什麼該給 什麼不該給 那在佛家的觀念呢 他認為 人是沒有分彼此的 那麼因為有分彼此 所以 會造成 貧富不見上的差別 你今天要打脫貧富不見的差別 那麼你就不應該有 這種取語上的分別 也就是說 一世同仁 對於任何人來乞討 你都不要有分別性 這個是行其布施啊 那行其布施 這個是佛家 他的一個基本的戒律 幾十 常常都要去向民間去討 好吃的 那麼這種佛教的基神呢 到了 我們中國啊 卻沒有辦法發揮啊 那沒有辦法發揮的原因很多 我們中國的和尚尼姑 我們很少看到他們在啟食的 要求人家捐獻布施的 倒是不少 其實很少 那麼黃宗熙認為呢 取語之間啊 他沒有分別清楚 所以呢 行其布施啊 是無羞惡之心 沒有這種羞恥心啊 沒有這種善惡的分別心啊 那這樣呢 是孟子所講的無羞惡之心 那他說呢 天上天下為我獨尊 是無慈讓之心 這句話呢 是當時釋迦某一婆 他出生在人世間 他所講的一句話 天上天下為我獨尊 所有的一切天地萬物之中 只有我 是罪獨存獨貴 這個是 你看他這個 用這句話 擷取這句話 事實上 有一點斷上取義啊 他說是無恥讓之心 就是說沒有牽退 沒有一種忍讓的心啊 這句話 那無善惡是 無是非之心 那無善無惡 那他講的是 我們的道法 心性上 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黃宗希認為說 這個呢 就是沒有是非 在人之中啊 是非觀念是一定要確立的 尤其是儒家 這種春秋的精神啊 一定要有是非的觀念啊 那黃宗希把它認為說 佛家這種無善無惡的觀念 是沒有是非之心 那其不知信者 由於不知心耳 人其所知啊 一心之光影 而非實也 那這是黃宗希他所講的 他的意思是說呢 他不知道性 人的這種道理 人的良知啊 就是因為不知道心啊 那 他所知道的是什麼 是心的光影 心的影子而已 而非實想 那心的影子啊 所以呢 他才會認為說 沒有這個 錯影之心 沒有修會之心 沒有慈讓之心 沒有是非之心 所以佛家的見解 在黃宗希先生呢 他認為說 只是心的影子 心的一個虛幻的假象而已 不是真實 他說呢 知性 由於 不知性 由於不知心 那 因為 沒有辦法掌握到心的實體 所以 不知道我們的這種 這種 性的道理 所以他認為佛家的見解 是 不夠實際的 但是呢 這個見解啊 記者在真意幾種 老前人的想法裡面啊 老前人認為說 此非釋迦之學也 乃後人 不得分闊啊 未遇迷思之偏 望菜 望義 望行而 所以你看 老前人 對於這些 這個 後來的這些儒家 不得真傳 沒有遇到明師之變 那他覺得呢 他們不但可惜啊 而且呢 還 忘家的差異 忘家的言語行為啊 造成了 望上更望 好 那麼明朝的這個 黃宗熙 是這樣子 那麼可以想見呢 那麼大部分的儒家 事實上呢 也可能有這樣的批評啊 你看 在這個 宋朝的儒學家 好 宋朝的儒學家 連絡官民 這四派是真的 五個 五個 五個大儒生啊 五個大儒者 周公里 張宅 陳里 陳豪 還有呢 這個 還有呢 還有這個 朱熙 好 聯絡 官 民 那這些呢 這五個 留學家 他們當時呢 就沒有 民事的 職業 那所以 非常可惜啊 我記得 前人他也常常講 可惜啊 北宋武子啊 沒有 得到民事一職啊 如果他們也能夠 得到民事一職啊 如果他們也能夠得到民事一職啊 那他在我們今天的這種影響力啊 那一定是非同效可 不是只有在那個字面上的那種理論啊 在互相的議論而已 那可見呢 他們的見解還不是完全的見性 那麼我為什麼要提出這一段呢 那這一段呢 特別要強調 這個在道之宗旨裡面 他所要傳傳的意思 那道之宗旨 那這個意志呢 其實就是 祖師所傳下來的心法 那個道體的傳承呢 那麼道 包括了武教 道用武教的形式呢 來衡揚到世間 能夠讓世間人呢 走向了真理正道 回歸等的面目 那所以你看 北宋五子 在我們 求過道的 家的一個 門徒來說啊 北宋五子就 有一點可惜 那我記得前人還常常講 北宋五子 今天如果來到 我們道場求了 明師一子啊 那他們的影響力就不大了 那可惜呢 他們在那個時代呢 沒有明師傳訪 所以呢 當我們讀書呢 書翻了越翻 翻了越翻 翻到已經很熟了 翻到那個書都 都破掉了 然後再用醬武把它弄起來 所以前人還常會他們叫做 書呆子 那書呆子呢 就是在 學問 知識上 用風符文 那所以他們的有一些 見解看法 都是 自己的一個想法 老前人這裡所講的 忘猜忘憶忘形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可惜 當我們今天能夠得到明師一子 那可見 我們比 這些北宋五子啊 聖明禮學家 還要幸運 但是呢 我們卻沒有他們這樣的學問 甚至呢 沒有他們這樣的道德 那這樣呢 這個再錯認婆夫了 那你得到明師一子的 這樣一個寶貴啊 就失去他的這個妙用 所以我相信 北宋五子 今天 也有可能 轉世 來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啊 那他也為了明師一子啊 在不斷的努力啊 尼拜佛 還這個 指示他的這些門徒啊 到了諾法時期啊 一定要再來轉世啊 因為諾法時期啊 諧師說法如何無而善 也沒有破解這些諧師的說法 並且呢 引導眾生呢 導入這個火的之間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這些 這些 這些農學家 這些呢 三教的高徒啊 可能都已經 來到人世間 在默默 從事他們 這個 到底的工作 傳道的工作 那麼他們 先前 所留下來的這些 這些 忘猜忘憶忘憶的 這些文章啊 那 那個人只能夠 說 看看就好 也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對他們所轉 所以 不被法拉轉 那 老賢人 他用這段文章 來評論 這個儒學 儒學家的見解 那可見呢 老賢人 是一個相當健身的人 那 老賢人也相當有 學問 那相當有學問呢 他會引用 黃中西的話 來講這個道題啊 那可見他也研究到了 所以 在真演習程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 這些 古代的言論啊 從老賢人的這種 閱讀上就啊 被招錄下來 那加上了 老賢人個人的每一批 跟 解釋啊 我們就更清楚 所謂到底的 一個 一個 本台面目 他的一個真實貌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要從 《佛經》 《任言經》裡面 來特別 把《任言經》呢 對於 這個富人王 村子 他所問的這些問題啊 來呼籲我們 接下來要講的 道之中指 所謂 《靜天地理聲明》 這樣的一個觀念啊 反正年經的這一段 是非常精彩 我們應該呢 有空而來 引渡啊 但是道長呢 又不講了《任言經》 很多講佛學的 這些 典籃師講師啊 卻常常引用 《任言經》的思想 《任言經》的講法 《任言經》的思想 《任言經》的講法 《任言經》 只是呢 它的理論呢 非常的深奧 從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講 那是相當學院的功夫啊 所以一般眾生呢 一般的道經呢 它不一定能夠聽得懂 所以要透過研究的人要把它更白化更接近現代化 把佛的思想給表達出來 那婦人那主要是問什麼 婦人那主要是問說 一切的現象如果是我們自信的發漏的話 那為什麼這些現象之中應該是彼此不相容的 為什麼因為人和在一起呢 又有水火應該是不相容的 如果我們自信呈現火就不應該呈現水 呈現水就不應該呈現人 那為什麼同時可以又有水又有火 這個又有地又有分 那這些三個大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整個天整個地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那形成為什麼不會違背我們的 阻礙我們的自信呢 所以在這段裡面佛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但是呢 因為個人的學識啊 所謂採收血淺啊 畢竟不能夠完全的表達佛的意思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只能夠說大概是這個意思 讓我們呢 這些同修呢 了解 哦 佛在任雲記有這段的表述 那我們呢 我們呢 私底下都自己去研究 哦 跟同修之間呢 互相討論 那 傅人要問 這個三個大地怎麼來 這些呢 眾生是怎麼來的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點啊 就是呢 從自信上發生出來的 那自信不是無形無相嗎 自信不是沒有跟給彼此嘛 那為什麼自信 這樣如如不動的一個到底 那會生出這些三個大地出來 那這個觀念呢 就有點像 我們 這個中國人 道家所講的 無疾動 而生太疾這個觀念 那這因為呢 跟我們這個道家的思想啊 很接近 所以呢 有些學者懷疑 任雲金呢 可能不是所講的 那麼 是不是 忘猜忘意忘形啊 這個是 留給歷史去公論的 那 因任雲金而成就的人啊 在歷史上面 也是有 八宅寒窗讀任雲的故事 我們知道任雲金是有功德的 開悟的任雲 成佛的法華 那麼任雲金因為 那個 他不在武士叛教裡面 他不是所謂的多爾斯 這個 法華斯 柏凡史 或者是阿涵史 或者是阿涵史 他不曉得要奔在哪一個 時代裡面啊 那 那這個任雲金呢 也不曉得 應該放在哪一部的經典 哪一個範圍的經典之中 很難討 很難討 因為呢 他也不是顯教 也不是密教 可是呢 不屬於顯教 又屬於密教 那也不是說戒律 那也不是說這個 經教 所以呢 很難判斷 那個基於呢 這本書呢 太特別了 太特別了 讀書一讀啊 所以呢 不應該被 放在佛的這個 顏幕裡面 因此有人认为说这本经根本不是佛长的 那我们从八十寒霜读那年这个故事来说一说 那么这本经是不是佛长的 那么有明国初年有几个同修 八年里面都在研究任言经 研究任言经这个其中有一个姓柳的先生 正要部的老板 他在研究任言经之前曾经有过这些是非的官司 那么因为这个官司因而造成两个人自杀而弱 所以呢 我一杀柯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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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死 这两个人跟他跟这个刘先生就牵扯了这个叶因的关系 那这个叶因的老板刘先生他在研究任言经 一心向佛学习这个佛道 那在八年的时间里面专门研究任言经 他研究到也有一点心得了 那有一天呢 他在睡午觉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睡呢也不想得 好像很清楚又好像不清楚 很像在梦中 可是呢又宛如实境 他就看到 他先前因为官司 而死的两个 这些朋友 其实就是冤金在座 要人找他 那看到这两个人 来到他的庭部 他内心的 多有惊慌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死了 今天死了这两个人 来到我这里 肯定要找我算账 那这两个人来 这个刘先生很惊讶的 不晓得什么言语啊 那这两个人问他说 刘先生啊 你还认识我吗 刘先生当然认识了 等同事他们杀 他杀了这两个人 因为呢 他们这两个人告官告输了 所得的利益没有取到 所以呢 憎恨自杀 那刘先生呢 学佛知道这个因果 他点头 所有的事 还很客气地问他们 有什么指教呢 那这两个人呢 也很客气地说 我要求你超度我们 那这个刘先生啊 刘萊坦一听说 要求他超度啊 心当然就比较安心了 可是他何德何能 不过无德怎么样超达人呢 他就问啊 超度可以啊 那问题是怎么招动啊 这两个冤亲在主啊 就跟他讲 只要你答应就行 那刘先生还有什么话说 好我答应你 那也不晓得要怎么做 就答应他了 答应他之后呢 这两个冤亲在主啊 这两个鬼魂啊 踩着他的这个 大腿 又踩到了 踩上了他的肩膀 就这样跳上去了 跳上去哪里 就升天去了 哦 两个人呢 都是这样跳上去了 都升天了 哇 他这个一脚惊喜啊 觉得非常的 纳闷 觉得不可思议 那还有一次 同样的景象 他的前妻 跟他的这个女儿 也都死了 还是来找的啊 绝大超度 那当然同样问了同样的问题 怎么超度呢 他的太太 就跟他做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那这位刘老板啊 大马一口气就答应了 好我答应你 那他太太呢 跟他这个女儿 也是踩着他的大腿 又踩上肩膀 跳上去 前前后后四个人 都因为 得到他的 这个答应啊 然后都升天去了 哇 他都觉得 很不可思议啊 那他到底是 他也没有超度 也没有念经 也没有回校 那他是凭什么超度他呢 这段事情呢 记载在佛教的一个大佛 好像是地贤老和尚 还是庞须老和尚 他所写的这个佛门的故事啊 叫做引诚回忆录 一些学佛的心得 那可见呢 从他这个故事啊 我们知道 这个任言经啊 研究这个任言经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可以到达大人 那么你说 他什么是佛说的呢 那什么是佛说的 显然呢 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这一本经典啊 真的能够帮助人家态悟 真的能够帮助人家成就功德 那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工作 就天能在研究任言经而已 可以超达他的冤亲在主 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啊 也可以体会到 我们的冤亲在主啊 累是累劫的冤亲在主啊 那可能呢 已经 从我们的生长 获得到 一点点的加持 那如果我们是真心修炼的话 哦 实心来办法的话 那我相信呢 他们都会张光 那我们又是得到迷失一指 有又在这个大道场里面呢 学学讲办 那他们也很高兴 他们也想护士你 希望呢 你有功德 然后你把你的功德还给他们 那所以说 从这件故事啊 我们要来讲 任言经这本经啊 大概的讲到 大概的讲到 为什么 会有天地的产生 会有世间万物 会有这些人类族群的产生 大概的讲到这一例 但我们现在讲 佛陀回答弗罗纳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因为呢 我们的决性啊 你想要去明白它 我们如如不动的到底啊 你想要去证悟它 因为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呢 是一个妄想 肢间立之啊 头上夹后啊 这个是一个妄想 因为妄想 一直呢 在持续的 持续你的妄想 所以呢 就变成妄念 持续你的妄念呢 就有一种妄的这个能力出来 所以呢 所记妖意 如生如妄的呢 无同意中 赤若从意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你的这个觉性啊 在有所动作的时候 那就是无名的产生 无名就是愚痴 那无名产生了这个妄想 那妄想呢 持续呢 产生了妄的这个念头 妄的这个能力 不断的相续而相难 那无同意中 是这个诚意啊 那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众生啊 无同 这个无是相同的 无是什么 无就是那个不断的 代替啊 那是相同的 那亦中呢 亦中呢 亦中就是说 各有各的想法 你诀 你诀 还要加一个明 诀 明诀 你这个愚 你这个得啊 还要加上一个愚 那 那这件事情呢 根本就是错误的 所以你想要这个交愚 你想要明明得 其实呢 这个动作呢 都已经是无名了 这些想法里面呢 人根本不需要称呼 根本不需要明明得 因为呢 你想要明明得 你想要明心见心 想要证明 结果呢 这个动作呢 让你呢 旺上叫旺 那因为有旺呢 所以呢 累习不断的 产生了各种的 旺 旺的能力产生了 那么如果一动呢 一动就产生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承老 感到 也就是说你这个 妄想啊 不断的持续下去啊 那这个 这个感到就产生了 这些 承老啊 承老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些呢 都叫做感到 有无名感到 承杀 烦 各种的烦恼 各种的烦恼 因来产生了 那我们 在佛家 所看到的 所谓的烦恼啊 不是说 你所担心的事情 这是一般人的讲法 佛家所说的 这个烦恼 它是指 起心动念 那种的起心动念啊 因为太过细微啊 那个细微 细微 细微到了 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 那那个小小的波动啊 人 跟智慧 没有办法了解 只有佛陀可以了解 那所以呢 那 佛神就问 弥勒 菩萨 他就忍在这个妄念啊 哦 到底呢 一秒钟 一三秒之间到底有多少妄念 那么 弥勒 菩萨 他的回答是 这个 十万百千兆 那这个数字呢 我们说 平文数字 我们不晓得 怎么用心的 应该说十六万百千亿啊 那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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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纳之间呢 就有这么多的 妄想 妄念这样 散过去了 所以你才知道说 人的这个妄念呢 会产生各种的画面 那这就画面了 如果这个 一撒纳之间的妄念 通通把他 方案来看的话 就形成一部电影 一撒纳而已 有一部电影哦 那么 我们 累积累是有多少可撒纳 不晓得多 无限 无限 无限的电影 这样作争起来 成了我们的 历代的因果 好 我们先 再讲 因为有这个妄念 那么 妄念起的时候 就成为世界 妄念进的时候 就停止虚空 这个是妄念经 佛所讲的道理 好 就是说你这个妄念 没有这个自然扰动的时候 那是一个虚空的状态 所以虚空也不是道 那么起的时候 起就是妄念开始流动 那面对静止的状态 就形成虚空 我们说宇宙 所以宇宙 其实上也不是虚空 宇宙呢 它那个心底都不断在流转 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如果 透过科学家的知识 我们会知道 每个心底 都有它自行的运转 自行的能力 自行的爆炸 分裂 或者是说集合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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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巨像 所以 就成为一个 宇宙 那世界呢 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 它形成了一个形状之后 那里面呢 就有所谓的地水火风 就开始慢慢地涨出 虚空为统 世界为异 啊 体无同意 真有为法 那那个虚 那这个虚空为法 啊 就是说 有形的世界 有形的世界 比如说我们人 人跟鬼的世界就不同 那人跟天人的世界不同 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会讲到 那么体无同意啊 那么体无同意啊 真有为法 那体无同意啊 也就是说 这个本来没有同意啊 没有所谓的太多对意啊 那为什么现在呢 还有所谓的虚空 还有所谓的世界呢 那是因为呢 有这个妄想的 有妄想的产生啊 本来是这个 我们亲近的绝命之体啊 那个到底啊 都是一样的 也没有所谓的世界上的不同 因为 到底的真相里面啊 所谓实相之中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宇宙世界 但是呢 一切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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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缘变爱的不同 所以呢 就产生了 这个天地世界的不同 才能真正的有违法 有违法 就是我们当的这个现象界 你包括宇宙 山河大地 这些呢 都叫做有违法 那所以 这个虚空跟世界 于是就产生了 那世界产生 那世界产生 世界就是指 星球了 啊 星球 啊 我们人类来讨厌星球 那其他众生呢 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 那世界呢 那世界呢 是由地水和风 所指出的 那所以 佛陀佛又解释了 那地水和风是怎么形成的 他说呢 绝民空内相待成瑶 故有风轮 之是世界 我们听到这里 看到一个名词出现了 就是风 风轮 风轮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绝民空内相持为咬 绝对是本个到底 明暗 就是说 我们想要 了解到底 去证悟到底的这个 这个想法 就产生了 恩 魅的现象 好 就产生虚空 光明 还有昏暗的现象 那么 到底本来是光明的 想要证悟到底 这个是 昏暗的 昏暗跟光明 不断的在交错 好 这种暗 光 不断的在交错之中 相改成瑶 所以 影音的这种交融 这样互相的照应 所以呢 就产生一个风 风轮 那佛教的风轮 就是 一个摇动的 一个流动的 或者是一个变化的现象 所以叫做风 风是动的 所以呢 就叫做风轮 所以在佛教里面 只要是动的 就是讲的 就是用风来比喻 所以本来世界 世界是一个空的状态 现在因为 光跟和互相交错 所以 形成一个 动的现象 那这个动的现象呢 就叫做风轮 风轮不断的产生了 那因空生涯 天明地爱 因为空 不断的对这种 妄念 还有呢 这个道体 互相交错 因为道体 有产生妄念 那妄念呢 就形成那个影像 妄念是昏暗的 道体是光明的 光明跟婚爱之光 互相互相的混动 这种 坚明立爱 这 就所谓的 明的产生坚固的现象 那爱的呢 爱就是主爱 爱就产生了 就是在这种光影的交错之下 就产生了 一个 现象界的实体出来了 所以你看 能量能够产生物质 只要我们会以外 这个是科学家已经证实的事情 那么能量聚集久了 它就成了一个形状的样子 所以地球 聚集久了 就形成 在从这个地水活泛的样子 形成一个地球 那所以呢 你看到空轮 空 产生了风轮 风轮的滚动 就产生了 一个 金轮 这个金轮 这个金轮的意思 就是一种坚固的知足 那 因为这个 这个想法 这个妄业 太过坚固了 太过固执了 那你太过固执了 就会产生阻碍 但是你的到底是光影的 是通畅的 所以阻碍跟通畅 互相在滚动 互相在滚动之中 那么 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界 你会用能量已经变成实体 形象了 变成实体了 变成物质 所以从风轮是这样的 产生了一个金轮 它所谓的金轮 就是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 地球里面的这些 保障 那这个 地球里面生出的这些 一些营养素 一些元素 我们这些金黄 你看宝石是金黄 翡翠啊 马脑这些都是地球的金黄 那包括呢 各种的化学物质 聚集起来都成为地 这个地球的金黄 所以呢 这个都叫做金轮 现在呢 风轮产生了 金轮产生了 所以产生了一个 我们刚才的原始成功的一个世界 哦 那个火山倒下汗 气候不稳定的那个形状 产生了 那它说的 风金相闻 我们还继继继续在动 风轮还继续在动 风轮产生 就互相的交感 交错 交错了摩擦之 这些过程啊 就产生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哦 所以呢 他这里讲 哦 风 东 金 相门 产生了 为 变化性 哦 所以产生了 地球的热能 哦 各种色的现象呢 就产生了 然后 保明升热五 火光上针 雾有水轮 含十方箭 那 保明升热五 保就是地球的这些金王 明呢就是呢 这个 的 道体的那份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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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经过的执着 跟这个自信光明的驱使之下 互相的交错 所以呢 这个火 火就会上升 上升了 产生的这个 金益 产生的自愿的水 所以 水是由 里面产生出来的 所以 它叫做水轮 所以我们会想到 这个 喷轮 金轮 火轮 跟水轮 那 那我们不讲地水可分吗 其实 地呢就是 就是 金轮的意思 它这个金轮 包括地 包括 这个 地里面的这些元素 那 你看哦 它讲 火的水轮 焦它一间 那 火上升 水下降 所以不断地在交错 火 我们看到原始派人 荒的那个画面 你看 火 不断地爆发 那火上不断地爆发 火气上升 那么 跟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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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自信 本民 互相交感 互相交感之后呢 就升 滋润 滋润呢 就有水 有水之后呢 水降下来 就成为 降在 降在湿的地方 就成为巨海 降在干的地方 就成为沙车 其实就叫陆地了 你看 星球 大部分 都是海 那么有几 几束突出来了 那个就是 我们现在居住的陆地 所以说 比大海中 火光长起 在大海之中 常常看到火光生气 你看我们的世界 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所以 你看 这个 飓风 台风 台风的海声 台风是一种动革的现象 所以呢 是无名的搭动 所以台风是鱼翅 鱼翅的搭动 鱼翅的现象呢 太过 深了 就产生这个风 风的现象的动 那风液呢 再加上了 这个 地球的这个 热能 热能 热能上升呢 我叫做热 热带气旋 所以呢 热带气旋上升呢 就产生了 这个 交感的这种 滋润 所以就是水 水就下降 所以水呢 并不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 它是在 在 在这种 风轮 风轮 这个 金轮 火轮 这个交感之中 才降下水 也就是说 这个水的产生啊 是我们的自信 妄动 妄动之后 产生金轮 产生火轮 再产生水 那 风轮 金轮 水轮 都是我们自信妄动 所产生的 那因为水 在这个沙沟上呢 就 就 就变成江河 其实就是陆地啊 陆地上的江河 那么水是热的 水的 这个 强度啊 比火好像热的啊 那就变成高山 高山 高山 就是山的那个样子 那因为火 你看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 没有水 来抑制它的浪 那么火山整个喷发 它就变成了高山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山 其实就是火山行程 好 那它就 山石 吉者成盐 吉者成燕 容 者成水 山 山石啊 就是这个地啊 互相 互相 互相推起 互相摩擦 那就成为这个火焰 产生火花 所以呢 山石之中有火性 那如果说 水就融化了 水就融化了 三十个融化就变成水 那如果土室掠水 初为草木 事故临手 御山成土 因角成水 土是土的那个强度啊 比这个水还要差的话 还要弱一点的话 那么呢 就成为可以自一润草木的这个水 水呢 就来自一润草木 草木就产生了 可以形成了一个森林 或者是一个沼泽 那烧这个森林 又遇到很多不少人 那这些灰啊 就形成了陆地 那这个土呢 如果被挤压的话 这个水就渗出来了 这个水就渗出来了 所以交旺嘎塞那 地乡为种 以身远世界相续 所以我们大盖呢 粗略的 把它 把这个 地水和分 是所谓的 这个风轮 这个金轮 水轮 这样的不断地产生 不断地交叉 不断地互替 而产生了这个世界 那世界相续 所以呢 世界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都是因为众生的妙想 不断地产生这些能量 能量呢 能量呢 相经过太久了 所以就变成了物质 所以我们刚才说 风 风是一种无敏的现象 就是产生的愚痴 那水呢 水就是 我们这个 贪心啊 人的欲望啊 兼顾的这种思索 所以就变成水 水灾 火 火就是我们的这个愿怒 人的那一份愿怒的无名 那一股 恨 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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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就产生了恶 那本来是元素的火 就变成了现象界有形的火 所以地水灾的风云的形成 那这个地水灾的风云的形成 那这个地水灾的风云的形成之后 那火还有继续讲呢 为什么会变成 这种十二类的阵巡 哦 七道轮违 我们讲六道轮违 那年轻里面加了一个仙道 仙人也是一种轮违的阵巡 所以呢 民亂推他绝你为邪 所亂尽力民理不语 所以民跟亂互相的交替啊 民跟亂互相交替才产生整个世界的现象 然后呢 世界的现象产生了 然后呢 人的想法 这个众生的想法 因为呢 他的想法 发展出来他的当面 那他的当面呢 会产生了各种的动作 这些动作呢 如果呢 相反的就会聚集在一起 那 这物以略据啊 那 导夜相反 化理 成化 合理成化 建民设大 民建想重 那 亦生成政 同享成爱 留爱为种 纳享为胎啊 这里讲到 仲生是怎么来的 你跟世界产生之后 那仲生呢 就产生了 那 那这样就产生了 他说是怎么产生呢 同夜相反 同夜呢 就是说 你的夜席 是一样的 你有某一部分 某一部分的文明啊 是一样的 一部分 这个夜席宗旨是一样的 那所以 那所以 从这种 本来一体的这种 道理之中啊 就分化出来 分化出来 建民设大 民建想重啊 分化出来之后呢 建民 看到这个民啊 就有那个形象产生 明是我们的道理 道理 道理就行 形成那个色相 色相出来 哦 我们到底看到了 其实 那个色相呢 是我们想出来的 那想出来的 想什么 你喜欢的你就会害他 你保暈了你就会远离他 所以你不要爱得一种 闹小回头 你如果看到你喜欢的 譬如说父母亲 父母亲 在交购的那一伤啊 只是一个住缘 那当这个夜席宗旨 这次 对 留爱为种 这个 意见成正啊 同小成爱 跟你不抱的 你就讨厌他 跟你相同的 同性 这个 异性相惜啊 同性相识啊 你就会去爱他 这个异性你会去爱他 你看到母亲 你爱他 那你就会成为 男生 看到父亲你爱他 就会成为女生 这异性相生的道理 所以呢 留爱为种 这个 这个 喜爱的现象啊 就成为你的这个 种 种子 种性 变成 乃略造成的一个种性 那么 那想 那想就是说你接受了 接受了这个 无敏的想 这个想法 你接受了父母 父母亲 这一份喜爱啊 你接受了喜爱 结果呢 你就跟父母亲 结了这个姻缘 就那什么 伟呆啊 成了父母亲的儿女 交过发生啊 吸引同业 好 不有姻缘啊 生结果兰 或舞台等等 就是说交过之后 哪里发生关系之后 就产生了 吸引了这些同业的 这些想法 这些夜洗的种子啊 来接近你 来接近你 所以我们是 我们说 DNA 现在要讲基因 那基因是什么 产生呢 基因其实呢 不是父母亲给你的 其实呢 是因为 父母亲呢 它只是一个语言 一个语言而已 那么 因为你喜爱父亲 或喜爱母亲 这个是同类相吸的 这个是物以类聚啊 所以你这个 跟父母亲 同样的 这种DNA的人啊 那么你就会来接近他 所以当父母亲这个助缘啊 在交过的那一上啊 那父母亲的等级啊 会影响 所接纳的这个DNA的程度啊 也就是说 父母亲当时 如果是用一种 用一种 理敬 公敬的 亲近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 所接引来的这些夜洗种子啊 它的DNA啊 就会比较属于高等级的 也就是说父母亲 跟父母亲的等级啊 会比较高等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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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呢 那如果说呢 当时的这种想法 是一种很粗糙的想法 是一种很粗糙的想法 所以 而是他自己本来就有这个天才的这种 这种 业因啊 他生出来就是注定要做天才儿童 哪一方面的专家 哪一方面的专家 当手 这个是他天生的 那他天生的呢 他因为父母亲的助缘 所以呢 他要他的一几种子来跟父母亲结缘 而成为你的儿女 所以 他的DNA的排列 这个顺序啊 会跟父母亲的很像 那很像啊 很像只是是物以内聚而已啊 那并不是代表父母亲给他 所以这里讲父母亲只是一种助缘而已 那真正呢 还是这个众生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形成的这种夜洗种子 那这个众生跟父母亲的这个众生 他呢 这个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呢 因为呢 想法 而产生的这种 这种 这种 化理 合理成化 哦 从道理里面分化出来 所以我们道理教 我们的 本体是缘母 缘母是那个大本体 我们是老母的分离 所以其实呢 我们都是跟老母同一体的 那么这个道理 因为呢 众生呢 因为人为太久了 这种文理的念头啊 我们上次 就是 引用那年经的说法啊 来讲到 通地形成的道理 那 因为呢 佛陀佛在那年经所讲的道理啊 非常细 非常深 那也是讲得非常过 所以呢 但是呢 一时访客啊 没有办法 把那种精神讲出来 我们只能够点齐答应 那因为上次 讲到的是 天地生成 还有人生成的道理 那么讲呢 生成就要不要 拍软施化 各种四生六道的形成啊 那佛陀也有讲到 什么成为胎 什么成为人 什么胎为师 什么成为化 各种的众生啊 都有讲到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讲到那么详细啊 有机缘 我们真正的来 开一堂任允军的课啊 再好好讲 那 如果说 我们要照佛陀的这个说法 众生的形成啊 那么众生 人的来源 并不是猴子也变来的 如果到内蒙经这个说法 人呢 是因为 这个妄念 妄念所形成的那个 妄能啊 这是一种能量啊 能量聚集何种的 所以 这个值能可以互换 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物质可以变成能量 这个我想呢 在科学的尝试里面 我们大家都可以感慰 但是呢 现在呢 科学家 目前呢 似乎还没有办法 把这种能量 变成物质 所以呢 物质变成能量 这个是有可能 那我们吃饭也就是这种可能 吃饭把物质吃下去 变成力量 变成智慧 变成各种思考 那都是能量 所以啊 物质可以变成能量 那能量呢 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 一个能量聚集足够强大 聚集足够时间啊 那它会变成物质 有点像呢 我们现在看那个卡通影片 看卡通影片 把人具现化 或者是呢 把物质具现化 然后具象化这样的一个实体啊 也可以配合人的行动来行动 所谓念力啊 那么这个 用科学的尝试 都可以解读这些行为 那所以可就呢 佛在任言经讲的这个道理啊 那是被科学所验证的 但是呢 科学家 还是没有办法 从科经里面来了解 这种演化的道理 那照佛的讲法 人应该是 一时顿现象 产生的 所谓一时顿现呢 就是能量的整个具足啊 能量的具集啊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一个具象产生出来了 那具象产生出来了 你分为了 我看在我们的遗经 就形成了各种万是万物 你看这个观念 在我们 一经里面的思想 太极 它是具足 阴阳两种的元素 但是它还处在一个静的状态 就好像虚空 所以太极有点类似虚空的样子 它包含着这种阴阳的元素 所以阴阳的元素互相的交织 久了就形成一个能量 能量就变成一个物质 所以太极而生两极 那么太极的方式违规到无极 那就是将这种两极的这样的一个分项 通通把它化解 那所以无极一动而生太极 太极动而有两仪四项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 这个道理 中国的大将跟陈疆他所讲的道理很类似 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讲的无极 其实就是我们任林军长的庙民决心 我们本来都有那一份自信 如来藏 我们作为良知本性 那现在呢 佛陀又讲到说 当人生成人之后 那他人又会分各种不同样的人 有的比较富贵 有的比较贫贱 那有的比较聪明 有的比较愚痴 又会分成这些人 那佛陀后来呢 也有讲到 为什么还会有分这些现象呢 那我们举例再讲 这是各种的因缘 国道 纠葛 奸残 这样的一层卡一层 那一层七层 所导致出来的现象 那赵业呢 赵业久了是下地狱 地狱呢 也是至于先想的变现了 那地狱 离开地狱之后 那因为他的这个习性还没有完全改出 所以呢 就投生到鬼道 所以有各种不同样的鬼 那鬼道呢 鬼道受尽了 就转身为人道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试着从 这个人道里面的分别 来讲各种养殖的人 让大家知道 在人道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存在 那他第一个提到说 比萧伦者啊 丑主复刑啊 生存到中 仓和万类 这个萧伦啊 萧伦就是 本来是转身 做这种 萧啊 这种大雕啊 猫头鹰啊之类的 鸟类啊 当他们偿还债务之后 那么转身为人道 可是呢 他还是有余喜 他做了余喜呢 转身到人道之中呢 他们就成为这个 余文 余恶弥满之类 我们看到世间很多人 唯恶啊 他不晓得自己 正在照相 能编得这种业活 那鱼丸呢 就非常的 愚痴 可是呢 又很固执 相当的固执 不接受 劝谎 不接受了 改变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呢 他的前世啊 有可能是 硝 瘫 瘫物的怪鬼 转变成硝 猫头鹰 我们说独硝 这种硝类人 这种猫群啊 就是这样 转身为 鱼丸之类的 鱼就是鱼笨 丸就是顽固 比纠终者啊 仇族复兴生人道干嘛 参和异类 那纠终呢 就是 这种 呃 汉拔鬼 这种呢 这种呢 对于人 有害的鬼 那当然因为呢 全是呢 潘瘾的习性啊 还在 所以呢 当他转世啊 到人世间之后啊 就常常 转世成那种 所谓的怪胎 怪胎是 真正的怪胎啊 就是长得很奇怪 所以呢 譬如说 它长着两个头 或者是呢 两个三等 那 这个六根不正常 等等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怪胎 那 我们现在讲了 这个就是 那个基因突变 所产生的 那 这些人呢 就是上一辈子啊 他常常 做鬼害人 那么做鬼害人 那又在 各种 各种 怪胎的这种 被风格生长 染上了这种 贪饮习习性 你看 当入贪饮的 那 那也很多啊 譬如说这个水鸟 这个 很多啊 一下子不会想 但如果 隐喻不断的 那他啊 如果说 能够恢复 这个灾物啊 偿还 他的这个 夜洗啊 那他转世为神 还是呢 成为这种怪胎啊 所以 可见呢 呃 从生之后 就是这些形状的人 那么我们 社会啊 要用更大的 爱的力量 来感到他 千万不要放弃他 那么 那么这个人呢 如果呢 在得不到 社会人的感化 那么他还会继续沦落 那继续沦落啊 那有可能造成他 永远再不能够成为人啊 那 以 胡伦者啊 转世为这个 这个 庸妹 胡伦就是狐狸 狐狸之类的 就是前世是狐狸啊 那 前世是 这个 鬼魅啊 那 那长晚夜障之后呢 再生为人道啊 在人道之中呢 就形成 庸属之类 那 庸呢 其实就是 我们说 奴苦啊 奴隶的命啊 所以 奴隶的命 天生就是奴隶的命啊 有的人 卑贱啊 自贪堕落 其实呢 那个不是 他愿意这样子 因为他前世的夜洗真子 就是 无理 来讲世的 所以呢 他内世 内世久有 庸入一生啊 虽然呢 这个 逢云呆马 但是呢 他的一生呢 也不会得到很大的辅导 这是因为呢 狐狸之类的 有七款的习性 有七变 狐狸上变 有这种习性啊 造成他现在 现在 人的这个样子 那 那 狐狸者 转生为 狠略 狐狸 就是 独虫 那么他前辈子是 曾经是独蛇 独虫 独娃 有独的 害众生 这种很深的 比如说 独独也是啊 那他 他呢 长完夜章之后呢 恢复人形啊 就变成 一种 很 很独的人 很残忍的人 这样很独残忍的人啊 那也不是因为 他本来是这样子 而是呢 他的夜洗中子 已经种下了 这一方面 很深的 这样的一个习性啊 造成他今天呢 杀人犯火 当暴野蛮 那这些人呢 当然 社会上要用更大的 这种爱心 用柔软的态度啊 轻功的态度啊 来讲话他 让他的层次能够土壮 再来呢 替回伦蛇 转身为 这个 违类 违类啊 这个 他说的 违伦啊 就是 灰蟲 爬蟲 等等啊 很细细微的这个 蟲啊 需要寄生在人的 账身的身上的 那他因为呢 积 积怨虚恶太久了 所以呢 他寄生在 账身的身上呢 就是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因为他的恨呢 因为他的恨呢 必须要这样 才可以 仇长完 那所以这样的人 仇长完了之后 他能够转世到人道 那么他就变成了 违类 违类就是很 不违的 在社会上最低层的人 最低贱的人 哦 跟刚才这个说的这个 呃 胡泪啊 冤泪啊 冤泪啊 冤泪是 永远不一样 冤泪是比较平庸 比较没有智慧 啊这个 违类啊 违类是非常低贱的 啊 在社会上非常 非常这个 这个 初级的 初阶的人 哦 哦 我们古时候的这个 阶级制度很明显啊 从古时候那个时候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的人 天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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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贱的人 天生就是奴隶者 哦 那 刚才也说讲 胡理事天生就是拥鹿的人 拥鹿鹿啊 但是呢 他又会 会搞搞 哦 威拍马屁 所以跟这个威类有点 不一样啊 再来说 比实伦者 参合为 柔类 哦 哦 实伦就是 供人家使用了 哦 以前呢 前世人因为 傲慢习记啊 而成为恶鬼 哦 所以我们说鬼道啊 其实鬼是很多鬼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 碰到的 都是叫恶鬼 那呢 他还有这个 夜席种子 已经 酬长完了 来到人世间嘛 就变成很软弱的人 很懦弱 很无能的人 那因为呢 他生前呢 喜欢呢 欺负别人 哦 哦 大我慢啊 有这种我慢的心啊 所以现在呢 就是很容弱的人 哦 软弱无人啊 不能自立啊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在社会上也是很多 哦 哦 我们看到有些人 好手好脚的 可是呢 他就是 不愿意去捕捉 或者是说呢 啊 啊 抗压性很很低啊 对人家一言不合 然后就离职了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所谓 柔 柔泪 柔泪呢 就是 共人食物啊 共人食用 哦 哦 就是说 这 那个 东西啊 是提供人家食用的 哦 比如说 那个 寵物啊 比如说 这些法国 这是共人食用的 那他们也是 中生之一的 那么 我们为什么可以 吃草莫 我们可以吃素 吃素算不算是杀生啊 那么 其实呢 严格来讲 吃素也算杀生 哦 吃素也算杀生 那这样呢 那我们到底要吃什么 我们没得吃啊 如果连吃素的 不能吃的话 那么我们人就没得吃了 这个世界呢 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 那他们会变成草莫啊 变成这些花果啊 动众生来食用啊 这个也是他们的果报 但是呢 他们这个是属于一种 比较出街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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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体啊 所以 草莫是一个无情的众生啊 他没有感觉 哦 没有 没有建文学智啊 但是其实是有建文学智啊 他有法性啊 但是我们人呢 跟他互动啊 是没有 没有办法直接的互动啊 他跟这个 这些 动物啊 那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动物是有灵啊 那么这些草 花草树木呢 他没有灵 他只有肆 所谓的意识啊 这个叫做柔肋啊 那他的体伏伦者 这些草莫 参和劳润 哦 这个仆伦啊 就是供人服用之类啊 他情深 污网成喜啊 啊 供人家服用 跟供人家实用 这个类似 有点类似啊 但是呢 他情深啊 污网成喜 就是说喜欢呢 愿望别人 哦 喜欢呢 想好话 那这样的人啊 这样的众生啊 他来到人世间 就是 污网在牢狗之中啊 而更的劳碌了 咳咳 就是 劳碌一生啊 哦 有的人 一生劳碌 有这么多钱 那 非常辛苦 辛苦 辛苦到了 他终其一生 还是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所获 这个是劳伦 劳伦就是因为呢 钱是污网太深了 哦 再来就是提应伦者 参与文类 应伦呢 应伦呢 应伦就是应 应着天气 应着气候 应着这个时间 来产生的这些众生啊 比如说春天来了 哦 应子就会飞过来 那秋天来了 我们就看到猴鸟 就会 哇 这么 猴鸟 往南飞 那 这个呢 钱生呢 攀爪邪剑 自作着米 所以呢 为王鸟 所以他前世呢 是在山中的王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邪剑 而且呢 他有一些小小米 那 刚他长完这个业障的时候啊 哦 恢复到人 人道 还有这个鱼席 所以呢 这样的人 昌而在文人之中 小有文才 但是呢 又不是今天伟帝的那种大文豪 小有文才啊 哦 哦 所以 上辈子 是做 这些 春艳啊 秋 虹啊 哦 这些鸟类啊 这辈子呢 就是小有文才 哦 这个算是已经不错了 人啊 人啊 再来说 比修征者 参和民们 修征呢 就是说 能够 知道 这个 未来的事情 哦 能够预补 事情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这种人呢 因为先填 狂诈又骗 哦 利用这种 手段啊 诈骗 哦 这个 这个 欺骗别人啊 成为 意识鬼 哦 就是 做到人家死意的 哦 就是受人交换的这个鬼啊 那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众生啊 他来到文字间之后 社会常有在名类 哦 名类就是比较聪明的人 比较聪明的人呢 可是呢 是属于四字变聪 所以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 我们世间有小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呢 有超越六号轮回的智慧的人啊 却不多 不过就是呢 呃 呃 前世啊 这个夜席宗旨所剩下的因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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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个抑制能力啊 来天人啊 呃 呃 然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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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合在达内,达内就是喷打的人,明白事故的人 有的人他看起来很事故,很了解状况 在于这种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投资的人好像很厉害 一下手了,总是会赚到钱 对于人警示部,总是圆勇十方 能够不欺,面对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着脸对着对方 那微笑的脸各的都要不代表他的心就是微笑的 所以他这里讲的达的脸是属于这种 所以这几种类都是我们世间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是佛陀大略的说法,将分成这十轮 分成这十轮里面,佛陀讲 这个无死来,业绩颠倒,相生相杀,欲如来不闻政党 于尘埃中华尔轮转,只被名为可怜民种 所以人都是叫做可怜民种 因为他们前世曾经是鬼动物来转世 然后因为以前所做的这些夜席种子都还在 所以这辈子参合在各种百业之中 参合在各种人群之中,所以被分成这十类 都叫做可怜民种,其实他们很可怜 虽然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奮光 但是不晓得人生的智慧,所以佛陀把他称为是很可怜的人 那从佛陀的分类里面,我们就知道说 天地的生虫,整个生虫是这个样子 那人如果说他在能够继续修行,继续参与人的话 那他就变成天人 天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仙人,我们所谓的仁明 那么孟元经也有讲到仙人、仙道这一个道 所以我们讲六道轮违,孟元经讲七道轮违 仙道也是轮违之一 那么孟元经的标准啊,那么看在道家里面啊 那可见道家的那个修为啊,在任元经之中啊,都还算是小道 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个如来掌,了解自信啊,是多了 了解自信,有无边的妙论 这无道由来的这一点本性啊,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经通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辈子既然危险了,那么一定是有很多罪过错在里面 佛佛说,银,这个杀,道,这三种业啊,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纠缠 那因为有银业,所以啊,有各种众生胎软失望的产生 那么胎软失望这些众生产生之后呢,他们要生存下去啊,所以呢,不得必伤害别的众生 去杀害别的众生,所以就在这里杀,杀业 我们现在,国内吵得正费痒痒的,美国的牛肉要不要进口 美方呢,他很感冒,台湾已经都说好了,为什么现在都反对了 那所以呢,台湾这边呢,政府要太冷去说明 什么原因,其实呢,是要做私底下的一个沟通啊 台面下的沟通啊,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台面下到底要做这些什么事出来 那么你看,人吃牛,吃羊,吃猪,吃鸡,吃来吃去 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这辈子吃了多少动物啊 来,动物因你而何被杀的,那种啊,这种业障啊,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 哦,人只为羊,羊主为神啊,这是佛头讲的话 那么因为人,有能力来杀羊,好了,这只羊被你杀了 这只羊被你杀了,他的这个灵啊,就不断的累积 等到他变成整了,你变成羊了,他又继续来杀你 哦,总是要把这一份因果给了完,仇长夜报 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这个仇长啊,你也不能仇长太多 仇长要刚刚好,哦,当然要把利息算进去 那仇长刚,这个,刚好的程度 那你如果仇长得太过,哦,不如你杀这是羊,你只能够吃 吃半斤而已,结果你啦,给他吃了一斤 那么这只羊,他还会 他要想办法,来,来吃你一斤啊 那如果这只羊,变成人之后,来吃你的肉,吃一斤 结果他吃了两斤,两斤,那这样呢,他又给他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这只羊以后呢,又转世闻神,再来吃你一次 所以就这样,因果沦违不断的相担相食啦 这个,或者是说,托盗,抢盗,抢盗,你抢,像你这个,去猎杀这些套路,当然不是想,当然并不愿意被你猎杀,但是呢,你有能力,你哪想过来 这个,把这个自佛所谓的盗,把所谓的盗,那盗的盗位啊,就太多太多 我们呢,就大概点出来,这个样子 那所以,因为沙但这三种意义啊,不断的累积轮回啊,所以产生了六道轮回的现象啊,人没有办法放出来 这个,如果不是遇到名师啊,没有遇到真正的佛啊,我们不想了这个道理 那所以呢,道理是无极的真理啊,落在人身上叫性,我们今不能了解到这个性 那大师呢,因为有这个性啊,所以变化乱端啊,变化成动物,变化成鬼,变化成这些人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自信变化出来的 哦,如果不是名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还是落以后天啊 哦,居于气品,地于物欲啊,为这种气数火居限啊 我们怎么知道要超生了死? 哦,怎么知道呢,可以超反入胸呢? 哦,所以得上名师一职啊,是最大的辅导的人 那么名师告诉我们,还直接告诉我们 他还不是说要这样蜿蜒曲折的 直接告诉我们,你就自找这里修就对了 好了,这名师一职,想公布就对了 那么林青讲到,耳根原同 哦,他讲到逼根,舌根,易根,施根 他各种根都会讲到 但是,独徒分绽耳根原同 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大的玄机啊,可以知道我们谈头 那如果说讲到根性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舍弃用根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根性 因为根性就是道 根性就是那个自信 就是五体的真理 但是呢 碍于说果世气的众生 他的那个夜洗 所以 佛认为说 用耳根是最适合的 那耳根呢 如果被耳银是这一种 那么 根根相同 根根为用 银是这一指 是叫我们用根性去参入 不是 不是只说用眼睛 用根性 佛讨说 你会真的 那个听 你会看的那个根 你不是因为眼睛会看 你不是因为耳朵会听 你不是因为耳朵会听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而是呢 你会看的那个根性 眼睛只是工具 让你看到这些事项 可是你没有眼睛之后 你还是看得到 没有眼睛之后 就一片乌黑了 怎么看得到 对 你看到 无象 你看到黑了 所以 那个看还是一样 在佛讨的地址里面 还有人眼睛瞎了 可是他看地球 就好像手中的苹果 手中的苹果一样 这么清纯 那是因为用根性在看 耳根源当然也是 你要听反文文字信 信从无上到 你要去当 那么刚开始呢 明师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 那他是很适合 用耳根来听 用耳根来听 听你的根性 那么 世间爱恶生 欧视 无字真经 那个无字真言的声音 那你的这个 真主人 住在玄关这里 住在玄关 然后呢 这个跟 听到的这个佛音呢 互相契合 互相契合之后啊 你就要产生到 你这个 人啊 有一个真主人 那这个真主人呢 并不是 入底的我 所以 佛讨角 非我非人啊 非一切东西啊 你所讲的一切都不知 但是你所讲的一切都是 都是自信的平方 不讲起来实在是 很复杂 不见了讲的圆容 我们再来慢慢 担导 那我们 因为要呼应 静通地理神明 那所以呢 我们特别呢 在把 楞严经里面 他讲的 这个仙道的羞耻 仙道在七道文威里面 仙道是怎样的一回事 那他说呢 有个人啊 已经承认了 但是呢 不依正觉修三无地 没有依照了政治正见 来修呢 这个 责光啊 来修大地嘛 那所以呢 别修妄念 纯想固形 别修妄念 用这个妄念来修啊 想要固形 就是保有这个肉体啊 由于山林不提出啊 有时总先啊 这个流走在 生三众国 三道之中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先人 总是跟山林 离不开 那他因为呢 要离群首居啊 躲开这些人世间的煩饶 所以呢 他必须呢 住在山林里面 那婆婆讲 有十种仙啊 就是这个状况 他说呢 福顾时儿 而不休息啊 时到远足 这些人呢 想要长生不是 所以呢 他整天呢 就是呢 用各种药物来做 泡制 或者是说做品干 做药丸 用这些药物呢 来让自己达到养生的方法 可以呢 这个健身易受啊 身体健康啊 走路快速 那这样的人呢 可以称为地形仙 那佛国打案 取一个名字 叫做地形仙 走路很快速 在透过这个吃药 他的药是有型的药哦 在吃灵芝 吃人生 吃世界上的各种真品 然后呢 成为一个 这个 很长寿的人 有点像 我小时候里面讲到的 热气千条 吃了这个之后啊 不要买了万丈啊 这个是地形仙 那么他说呢 坚固草木而不休息 药道原神啊 名非行仙 非行仙呢 就是呢 不死人间因果 装吃草木 草木跟我们刚才讲的 装吃药物啊 这也是差不多啦 有点不一样就是 他装吃天然的代替 这些 这些 明芝啊 黄金啊 等等啊 日子久了 修炼成功啊 被步行如飞 登山月旅 不像在飞一样 所以叫做飞行仙 登山的地行仙 还没有办法飞 他可以走路很快 那这个可以飞 再来呢就是 坚固今时 何不如休息 化道原寿 化道原寿就是 游行仙 那 中 使用了各种的金石 啊 我们说这个 这个 天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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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坚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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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石 金石啊 刚才是浮石找梦 这个是浮石 金石啊 修炼成功可以啊 脱胎换骨 电石神经啊 超脱胎换骨 和游室外 哦 就 游行仙 所以飞行仙跟游行仙比起来 游行仙又更高一早 那 飞行仙是可以在世间的 三川五岳这样飞行 他这个游行仙啊 可以呢 游于这个世界之外 好 再来呢 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 迄今原成 叫空行仙 好 空行仙呢 就是一种修动功的 哦 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 动止 动就是 一直不断的 聚恋不合啊 哦 人家说情恋五倍啊 或者是说 止呢 就是 修进功 练金化祭 练气化神 练神还凶 那这个就是很像 大家的这种 打坐了公屋啊 打坐了公屋啊 那这样的人呢 练神还虚啊 还虚 还女虚空 那他可以出定入定 等云降落 所以叫空行仙 那可以等云降落了 可以出定入定了 所以他在 他在这个 他的境界里面啊 他是可以进入到 那个定中 那所以啊 他可以去游 游玩天堂 游玩世界以外的 这个太虚啊 所以叫空行仙 那肩不经意而不休息 那肩不经意而不休息 不得原主 这个叫做天行仙 这种天行仙呢 就是呢 专念 不能 脱水 那么 金 金益啊 吞金益益啊 古天子 吞玉江啊 使这个水降 水生火降啊 结成内丹 这个是我们说的金盘的功夫啊 那金盘结成内丹之后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 水火煎气啊 光头重就 内丹床外外论面容 会有过法导演 不为物美 由于通常 做了平行仙 你看 除了 我们说 班牵令不完 超坎天理啊 就是这一类的修法 所以这类的修法修成 最后的结果啊 论法原宠 叫做天行仙 那可见天行仙 又比空行仙啊 还要高一招 那能够称正 称天理的重器啊 那由于通常 好 大概三界时光都可以游行 再来呢 金顾金色而不休息 西顺原宠 叫做空行仙 空行仙呢 就是呢 专吸日月的金黄 早上呢 对太阳 吸太阳的金气 晚上对的月亮 吸月亮的金气 修炼成功呢 能够经济简光 行与气化 神与物中文 这个行啊 能够变化 一下子这个人情不见了 然后跑去哪里 跑去呢 这个神有幻虚啊 可以穿金石到水火 往运炉外啊 叫同行仙 所以我们 这个 笔记小说里面 常常看到有一些仙啊 能够穿过 这些山石 能够呢 肉的大海 肉这个大湖 都很有事啊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同行仙 这样的人呢 它的肉体呢 可以变成物 可以变成能量 肉体变成能量呢 它可以到处去好友 可以可以动打世间的任何主拜 已经当了怪 这个叫做 同行仙 再来呢 就是肩不咒举 而不休息 述法圆从 这个叫呢 道行仙 那就是呢 专心持咒 持咒呢 呢 求圆免益寿 又延迟再戒 又呢 这个降妖居膜 这样的人可以养生可以医病 可以的利忍救世 所以这个叫道新鲜 所以很多道士 我们看到古说一些道士 它可以这样子 随便的话一话 就成为一个病腹来治病 随便催缩就成为一个药丸来帮助救生 这个就是所谓的道行仙 所以修行兼顾其心的专河咒 这个道行仙又高一种 兼顾四面而不修行 四亿元城叫做造行仙 造是造建 造相的造 造行仙就是成师纪念 不失善不失恶 纯想顶门而出神 至于迹象而聚气 修宁王宫 修宁王宫的人 神可以出入至山 既可以上霞交通 行神照应化成金光 所以它也可以带着肉地 整个化成能量四处地去交代 这是控制意念 从意念下来下手 这是造行仙 再来坚固交购而不休息 感应元城 叫做金行仙 那么兼顾交购 交购 跟男女的交购 其实呢 很像 那它不是说 找男女来交购 它是意念 意念呢 所谓的这个 婴儿炸女 婴儿炸女 常常练 那么婴儿炸女 就是呢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阳有阳嘛 所以离 离是属于火 那么呢 这个坎是属于水 水火交替啊 坎中满就是炸女 离中虚 就是婴儿 所以炸女跟婴儿 互相交购 就会结胎 那结胎 就是养金丹 婴儿炸女 相仿在黄统 相仿在黄统 就是属于义 能说义同玄关 那个义啊 已经成就为丹了 叫做金行仙 再来呢 就是呢 金不编号而不休息 觉悟原种 叫做呢 觉行仙 觉行是 觉 觉是断觉的觉 那么 它是历旧 就是历旨 研究各种物理的变化 各种呢 事物的这种探讨 结果还发生了 这个 感悟 有所感悟之后呢 它可以呼风唤雨 宜山填海 航空都这样冲一下秋冬岸来调案了 这个叫决心仙 所以变化时空啊 能够变化时空啊 那是因为呢 这个在悟的现象啊 把悟的这种体性啊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悟透了 悟透了 悟透了之后呢 就可以 归风唤雨 宜山填海 运转四十 那么叫决心仙 以下十种 是佛谷所分析的十种仙啊 那么他讲的这些仙啊 在报价里面 所说啊 大概都已经有报价了 那么如果说从梦言经的角度啊 那么这些仙人啊 还是不究竟的人 但是呢 这些仙人啊 已经是我们世间人 所称的神人 哦 能够叫神明啊 所以我们讲到敬鬼神啊 敬鬼神就是因为 我们世间还有这么多鬼神 当当这些仙 仙是就是神 那这些仙呢 他在这个人世间 他可以帮助人世间 也可以毁灭人世间 他也有提醒六语 那么他的大善心 要帮助世人 他的大王就越来越高 他发神心来毁坏世人 那么他的这个大王就越来越低 所以这些仙人啊 佛导继续跟哈善讲 是等于人中练心啊 不修正觉 这些人呢 都是在人文之中啊 来练他的心 哦 我们说呢 修心养性 哦 修心练性啊 可是呢 还不修 还不是修正觉 你看那些仙人他 他讲到的事情 他的兼顾变化 不修习 兼顾就是说 他所修的这个 这个法门啊 他坚持住 哦 而且呢 认为说这样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呢 他就不断的去 去做他的修炼 但是呢 这些跟了生死 出不上戒 没有关系啊 所以说 不修正觉 别得生理 哦 他们呢 可以修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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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不死啊 但是呢 他们 还是没有误告正确 哦 受千万岁啊 修子 深山或大海岛 绝云人尽啊 思义轮回 妄想流走 不修三昧 倒进环来 散出 散入出去了 你看 婆婆讲 不修三昧 不修了正定 不修政治正确 所以呢 他的谈到想完了 他还继续散入出去 散入到六道之中 那有可能 先 就就降一级 就越降越越出级 那先又变成人 人又变成处 处又变成鬼 鬼又变成地狱 哦 虽然呢 他能 在深山 大海岛 放六人的地方 可是呢 轮回妄想流走 他 那个病 并不是不死龙 他还是会死龙 只是呢 他可以活得很久 我们到常讲啊 老前人常常讲 手是鬼 他活了那么久 可是呢 对于这个世间呢 没有 没有 正面上的影响 对于斗亡世间呢 也没有政治正确 对于自己超生了死呢 更是一无所知 因为他在误会 他已经超生了死 说不知 他已经 落入了仙道 那仙道至少比人道高 可是呢 仙道呢 反而故意 成就 那不容易成就的原因是因为 他能有神功 有福报 比人好 没有像人那么苦 人道苦 有他的苦的意义啊 所以人 人好修行 先不容易修行 神不容易修行 这也有他的原因啊 那所以我们 就看到那些 男童里面的神仙啊 希望他能打动作道 对他众生 他们能够回答 长堂说对有姻缘 对有姻缘 就是莫讲求啊 他们有他的神子啊 有他们的仙道要去走啊 所以呢 修行不见得比成快 那么我们想到 念佛往生的这些人 可以半夜往生 在佛的加持之下 在极乐净土继续修行 那至少他不会墮落 所以要去那里也不简单 那不为墮落 一直要修到成佛 他的那个过程啊 很长很长 那很长很长啊 也许一个人啊 在人道受跑修炼啊 他的成就啊 会比 极乐净土的生生啊 还要快 所以啊 所以啊 这个选择他们啊 你要看清楚 认清楚啊 今天是明师传理大道 大道在土传啊 你得到这个大道 你要赶快认清方向 赶快呢 赶快呢 一礼而修啊 他说呢 朱世千人不求常住 未能舍朱妻切恩爱 啊 余贤恩中心不留意啊 明 成允生允命中之后 灵于日月 如是一类 明是天王天母 啊 你看 他开始讲到 天道的神秘 那么天有二十八成天啊 所以呢 我们从先道 讲到天道 那这个道还不太一样 那我们 二十八成天我们就不用讲了 总之呢 这个就是神仙之类啊 所以你看我们世间 这个空间啊 神仙之类的中生啊 那不晓了多少多少 那么神仙之类的中生都有 神通啊 他们的神通 依照他们修行的功力啊 而有 有潜有圣啊 所以那些 尊显神通 尊显 七世 命人的这些人啊 这些神仙啊 其实啊 他们也有 神任的和我 完完 slash 完完蛋 之外 他们也在六道七道人为里面 我们刚才讲的 用这些仙来道表 那么 寺谊王天 然后一直到 这个 螺域界天 社界天 到吴社界天 这些人呢 这些众兄啊 都是叫做《天人》 都是在六道人为里面 他們都以為他們自己已經超越六道輪迴了 其實還沒有 好在輪迴生死之中 但是福道特大 所以一般人認為天上的神仙就是我們說到的目標 那其實是大錯得錯 我們要認真的目標是無期真理 無期真理就是孟元經裡面講到的如來章 如來章 如來章如如不動 可以的硬碰時光 所以這個無極合生台極 無極的現狀就是我們的本來念 我們的這個如來章 我們的良知、百姓 那麼因為現在已經到了整個法運的末期 末法、末世、末節都是在講這些 所以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憑而上 有各種邪之邪賤的人出來了 就是剛才比喻的這些神仙或者是說鬼魅 當當初五人 那他們也要收他們的盤 各收各的盤 你今天被誰收去啊 那你要很清楚啊 你今天可以歸於到民事的門下 你已經是無比的幸運了 這是無比的福道 你要曉得民事一節以來所修行的啊 就是在我們今天這一會啊 民事意識點啊 現在已經得得到了 我們如果看到任文經講的這些啊 我們才知道啊 這些神仙啊 都不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有依照政治證券 真理真道來修 那真理真道呢 因為呢 各家各派的講法太遠 大家要找完 修到 要修到 如如不懂 修到這個 三毛地啊 那麼我們上次講 任文經 任文經教我們 反文文字性啊 信誠無上道 那是 文思修裡面 開始下功夫 從文的根性 然後去思考 然後去修行 那麼在 爾登元通之後的介紹啊 阿難跟佛陀之間 也有很深度的對白 為什麼這些修行者 那麼 在他們得到成就的時候呢 卻受到魔的干擾 甚至呢 錄了魔道 那裡面的佛陀也有很精采的開示啊 那這個 任文經講啊 存想即非啊 存情即罪 存情即罪 這個觀念呢 就是說 一個人 一個修行人 那麼他沒有任何的慾念 也沒有任何的想法 那他呢 都是 往著 這種 禮天的境界啊 佛 佛陀的境界啊 聖賢人的境界啊 這樣不斷地去堅持 那麼這樣的人啊 就會 不斷地去飛升 不斷地飛升 而成就 那麼 當他飛升成就的時候啊 大地震動 喔 其實他的這個魔空啊 會有這個地震的現象啊 那麼這種搖動的現象啊 造成天魔恐懼 就是 驚怕 只要有一個修行人 而定啊 進入了一個境界啊 那天魔的這種宫殿啊 就會 宫殿 天翻地覆啊 好像還在水中搖晃一樣 那所以天魔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呢 快要有人成就了 那麼如果說這個人呢 能夠加入 某的眷屬啊 那麼他一定力量呢 會增強很多 如虎吞義啊 所以呢 想辦法去干擾這個 修行的人啊 讓他呢 能夠呢 失去他的政治上見 加入 某的這種眷屬 那麼 所以任元金在講 這個地震 這個四軍的地震啊 人呢 認為說啊 是自然的現象 在金口荒之中啊 也沒有辦法移入 是自然的現象 其實啊 如果說從任元金這樣看的話 好像不是自然的現象 那最近有新聞報導說啊 其實 地球的天災地變啊 都是外星人造成的 那有一說呢 是外星人 他的影響 那這是有可能 有可能原因就是呼籲任元金的說法 那外星人到底是 哪一個外星人 我們當然不都會知道啊 但是呢 他在修行 如果說 修行到一個境界 就會產生 這裡所講的 大地震撞 水陸 飛騰啊 整個地年產生啊 那照理講 你雖然是這樣子 整個大地震動 可是呢 對一個修行人來講 那也只是一款亂象而已啊 你要何必驚怕呢 可是呢 眾生 因為呢 有那個夜襲啊 感到驚恐 感到害怕 那麼這個驚恐害怕啊 產生了他對於整個天地的 累積以來不平的現象啊 對於天地呢 作罵的這樣的一個念頭啊 爆發出來 於是呢 就產生了 連他自己呢 也會因為這個震動 而產生災難 那需要知道 真辱本性 是流辱不道的 那所以說六祖 團群裡面 講到團定了 這個外離向為殘 這個外離向為殘 內不亂為地 外離向為殘 外離向為殘 外離向為殘的功夫呢 就是放下 放下這種煩惱 無名 放下你的分別之主 內不亂 內不亂 內不亂的 內不亂就是什麼 你見了下 你所看到的是 根性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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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根性 射 射 射成的根性 射成的根性 代替來修 沒有任何的 所謂境界 沒有任何的波動 沒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瘦子相 沒有 老前人 在分言集團 裡面解釋 我相 我相是什麼 我相呢 就是說 一個人 一生 忙忙碌碌碌 為了自身的能力 為了前途 為了名利 而這樣子 執著這一個身體 你的努力都是為了這個身體 為了你的家庭 所以這個是我相 那麼你為什麼會有你這個身體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家庭 然後我們講過 這個任元傑所講的 這個都是呢 讓心變棒的結果 那讓心變棒的結果 產生了這些業員境界 你又不斷地去執著它 結果造成更多的習氣 因果出來 所以呢 你和我相 你和我相 就分別你我 分別你我 見好的就去搬圓 見不好人 就去透氣 就去捨離 所以 嫉妒 人之有財 或者是說 貪圓人之有貴 那這樣呢 都是眾生相 那色受想 行事合起來 貪生賜愛 這種 長老啊 你滅滅了我們的靈原 這個就是眾生相 所以你看 有了五相 人相之后 眾生相 都是呢 外在的戰爭 內在的創生 都干擾了我們自信的這個靈原 外在有這些五欲六神 沒有問題啊 內在有這些翻真出來 殺到淫望 所以造成呢 這個靈性啊 更加的迷惑 迷惑又造業 造業受火爆 結果呢 不斷地在淪回淪回 那這個是撞生相 那麼有的人呢 為求現在的福田 為了求養生 或者說 永遠永久保持住 他現在這個名位 會用盡 無所不用其己的方法 這個呢 就是守著相 那麼這個修行啊 都不是菩薩 因為持主於相 所以 佛要我們放下這些相 放下這些妄想 放下這些文明啊 因為相既然是妄想所產生的 那麼重點是妄想也要放下 你稍有辦法放 瞭解這個相的本質 變豬相非相 極見如然 這是金剛金剛才我講的話 好 豬相非相 希望 一切都不是我們的 想想看這個世間 我們有使用權 但是沒有所有權 那只是使用暫時使用 你想想看什麼東西是你的 你能夠說得出來 你能夠說得出來 那個東西就不是你的 那包括我這個肉體 我能夠說得出來 希望呢 這個在所有的物相裡面啊 至少我擁有這個肉體 所以這個肉體是我 這個也是錯誤的假象 因為呢 肉體不是我 因為肉體如果是我 照理你講 我可以控制他 我可以掌控他 我可以讓他不要老 不要生病 不要死我 照理講我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呢 有的人認為說 要利用當藥 利用咒術 利用各種堅固的修持方法 來達到黨的故事 錯誤了 錯誤 錯誤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本來就是假的 你要搞有假的 成為永恆 那根本就是 妄想 好像呢 你拿沙藥來煮成米啊 煮成糠啊 你要把魔鏡啊 把這個磚頭啊 要拿成鏡子啊 這是不可能的 永遠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認錯根本啊 錯誤根本 錯誤根本 錯誤根本呢 是修行人 最大的機會 可是呢 偏偏呢 很多人 在修行的路上啊 他常常呢 他常常呢 執著境界 執著境界 所以呢 就著魔了 著魔了 著魔了就越理越偏 這也是錯誤功夫啊 那所以 佛陀在當年經有講到 這些修行人 為什麼 在什麼現象呢 著魔了 以至於說呢 他根本沒有得到 政治正見 所以在整個修行的路上啊 是 白痴功夫人 甚至讓自己啊 墮入了摩子摩村 成為摩人啊 我們先前 講到 這個眾生 有十大類的 人 有十大類的原因 那麼 所以 仙也有十大類的仙 那麼 那麼我們進來講到 這個 菩薩的位階啊 有六十 六十個聖人 照理講 菩薩已經是超越生死了 有十個聖人的位階 那麼 他認為說 我們要走的是 菩薩的路線 一步一步的 往上 崩倒 所以 有所謂的 實住 實行 實回向 實地 有什麼 光位地 四覺醒 等等的 這些菩薩 合起來都有六十個 所以 你要每一層一層去突破 那 菩薩唯一 的動作 就是呢 把這個 幻象 把它 看破 把它看錯 把 幻象真是 看破 看下 這樣呢 就是菩薩的路 這個是我們修行 的最重見 那 所以 現在 什麼是你的 你 都有這個 大廟 你在大早所辦的一切 你成就的後選 這些呢 都不是你的 沒有一樣是你的 你只是 參與這個過程 當中而已 老天爺講一整半一段 你這段過去了 你這段過去了 可以 回天角質 你不需要再 眷戀你再次的這一段 你再眷戀 那麼 你就是成了 這個 這個 諸相 和 見相 那麼 你不是如來 你不是如來 所以 你不能夠 成就 正滾正絕 那所以 這個 佛陀 有 幫我們細心的分出 修道的過程 你在 無形之中 所達某的現象 我們這個人可以稍微來講一下 怎麼再看 那麼 他剛才講 純想即非 純情即罪 那麼 純思思想 就是 往意內去觀的人 那麼他就會飛升 他就不斷地 從事不斷地上升 那上升呢 又有所謂的色戒 不欲戒色戒無色戒 那 真正的 能夠突破 這種六道障礙的 那就是 這個 這個 四國以上阿羅漢 他才可以這樣子 阿羅漢 還是小勝 他要回小 回小向大 哦 然後呢 大陸菩薩的修行 那這個都是由民師的指導 如果沒有民師啊 我們不了解這種道理啊 那也就是說 眾生的根性啊 事實上呢 它是沒有辦法了解 那麼 阿羅漢 獨覺 原覺這些 修行人啊 他們都認為說 他們自己已經得到捏堡 他們自己已經成就了 所以呢 就 進入了頑空的階段 那頑空啊 他也不用 特別去知道 什麼叫做菩薩 什麼叫做佛 因為呢 他就是佛 那所以 為什麼說 佛陀要人 先從小勝 然後再修大勝 那是因為呢 一定要懂得回小向大 那佛陀為什麼不直接 不直接講大勝呢 那為什麼還要講小勝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要呼應眾生的根系啊 你一下子講這個大道啊 不是每一個眾生都可以了解的 你看人呢 一貫道 這個民師指導啊 主主相傳 這個一貫大道啊 大部分的眾生啊 就沒有辦法了解 甚至呢 沒有辦法相信 我這麼一點 天堡過好地府抽屁 哪有世間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不用修行 就已經天堡過好地府抽屁了 那我再修行下去 我就真的 我能夠回到天堂了 所以世間的人的智慧啊 沒有辦法用這種 這種立根頓教的方法去成就它 你要像每一個人都像會能這樣子啊 一點就通了啊 那這個世間呢 是天才的世間啊 佛菩薩也不需要每次來到這個世間 來這個轉大文啊 即使是你已經 理論已經悟通了 可是呢 你是還要 你要還要去歷練啊 禮可敦入是要見羞啊 你雖然知道這個理論 了解到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必定成果 可是呢 那個禁切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你要去 去顧屈者 在人世間 在社會上 在大自然之中 那所以大自然指導告訴我們 道就是呢 從人的 人跟身心的關係 我了解 人跟社會的關係 也就是人跟眾生 人跟人的關係 人跟自然關係 人跟大地萬物的關係 從這些三個角度啊 來了解到你自己 我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 能夠從這個三個方向啊 來物色到自己的 那份 如來啥 那份良知本性啊 那麼 今天 民事傳道給你啊 那就是 真的是 很得受用 你真的是 得到了 也傳道了 那以前呢 是 先修道再得道 現在呢 先得道再修道 那如果說到成就的 法法來講 那應該是先修道戰 再去 整道 這樣才是 才是正途啊 可是呢 先口講 天神幾節啊 老天不忍 玉石俱粉 所以先把道場給你 那今天我們都要道 不曉得道德 法貴 愛妙正貴 甚至修道的過程當中啊 我們 受到一點境界的干擾啊 就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 那這個都是呢 累積的這種妄想 習近無敏啊 照耀我們的修行 所以 空子講啊 愚而好自妄 健而好自妄 身屋今之事啊 掌骨之道 災及其身 遮也 好 愚昧的人 可是呢 他就喜歡 自妄自妄 好誇張 好健而好自妄 他是一個 非健的人 可是呢 卻穿 卻穿了 固執己見 專門讀動 現在這個世間啊 以反骨為本草 我們說不凭老人一言 吃虧在眼前 老人是誰 老人就是這些上仙人 古大德這些何古早 今天呢 有人以 反對這些老人 為主要的訴求 為主要的手段 來張揚自己的言行 張揚自己的名聲 張揚自己的論見 他們都會曉得 災及其身則隱 災難就快要來到了 你不聽老人言 你自己要去 去 發展自己的想法 做錯了 也不願意聽老人的指導 所以呢 一路上呢 跌跌撞撞 跌跌撞撞 也許你還有任何一天啊 你如果 執迷不悟啊 不知道何會該啊 不知道回頭是岸啊 這麼 一下去啊 結果呢 茫茫敢六萬年啊 不見尊嚴 不見尊嚴 佛陀說 可憐民者 可憐民者啊 那麼這個 不是佛陀 這些聖賢人 哪不慈悲不教我們啊 因為 你不接受 古人的教委 你不接受老人的教委 所以我 呼籲我們 修道人啊 我們現在的修道人 現在呢 我們雖然沒有說 常常可以 跟道大得者 但是呢 我們還有這個 古人的經教 那聖賢人的經教 留在世間啊 我們常常去奪他 常常去 領會他 去接受他 那麼同樣的道理啊 也是可以成就的 我們常常講孟子的故事啊 孟子跟 子師啊 那是沒有後面的 那麼孟子為什麼可以 就是傳承心法 傳承道口 那他是因為 他聽老人言 他學老人行 他呢 看了論語 看了孟子的話 發現要學孟子 結果呢 就這麼成了孟子 第二個聖人 所以叫孔人 第二個聖人應該是言為啊 為什麼我們後人不稱孔言 也不稱孔真 孔詩 但是呢 獨讀稱孔夢 為什麼 因為孟子啊 他做得很徹底 他學習的啊 可以說學到了 百分之九十啊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 學習孟子這樣子 你依照一家之眼 依照聖賢 古大德所留下來的這些典籍 好好的來參悟 好好的來修讀 你也會成為這一派的一個派悟的人 那不管呢 你是學三教的經典 學各家各派 學武教的聖人 不管呢 你是學哪一個 那麼這 只要是啊 政治正見啊 你都可以從 之中啊 而入到這種 戒定位的一個程度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行持啊 行持之中啊 得到一個定義啊 那麼在這個定義當中啊 你會得到這種 佛古薩的智慧 那我們要知道啊 那一向是禪 內不亂為定 是禪定 所以從武教的各種法門 你得到這種 放下妄想之所 內在如如不動 互相的感應啊 那麼你就可以啊 步步的走上 菩薩 菩薩的會接 那佛陀他講到說 色受想行事 這五陰啊 五陰有十種的這種 現象啊 會干擾你 因為五陰本來是空的啊 所以叫五陰呢 那麼這個五陰是空的 修行人會認為說啊 在這個 叫五陰修行的過程啊 會認為那個禁切是真的 哦 那佛陀的妄想啊 會認為那個是修行的根本 結果呢 是五陰 魔 其實我們的五陰呢 其實也叫 魔 我們說呢 五賊加到一賊是六個賊 那佛陀舉例啊 那佛陀舉例啊 他說啊 一個在修行的人啊 很輕盡的 很研修這種併 文師說的這種 這種功夫啊 哦 四大不知 四大不知啊 少選之間啊 有些說呢 四大就避水荷荷 這個四大啊 都沒有什麼讓的障礙 哦 四大得在神啊 他的各種的障礙困擾 那麼這個啊 這樣呢 先能出二 先就是能夠在 避水荷荷裡面啊 粗粗入路 哦 沒有障礙 這個呢 叫做精穎留意 前進啊 四大功用 戰德如釋 這個就是精穎留意啊 哦 精穎留意就是說 他的 他的這個精神啊 哦 他的這個 光明啊 流上出來 哦 已經有看到光呼出來的 那麼看到這個 光 光明的精神啊 流意出來的 就是佔什麼功夫啊 他說我非為聖正 不做聖心啊 這個不是 你 已經修到這個境界了 你不要認為說你已經得到這個境界了 如果做聖解 即守群解 如果說 你認為你已經得到這個境界了 你已經進入這個境界了 那麼呢 你就會受到 群解的陷阱 受到群魔的擔擾 你看啊 修行人啊 在這一絲一毫的這種面頭之中 在這一絲一毫的這種面頭之中 魔就剩戲而入啊 所以 色獸想形式啊 五種魔啊 五種魔還分為十大類啊 所以五十音魔啊 五十音魔啊 用各種方法 讓人干擾修行人 那麼 你看我們說的魔是阿修羅 阿修羅 是在六道之中通通都有 所以他也可以跟天的天主啊 互相打仗 因為他也有他的神功啊 也有他的能力啊 那麼 人界也有阿修羅 鬼界也有阿修羅 阿修羅的行程啊 都是人修行到那個境界的 結果呢 一心偏差 一念之差啊 找某了 找某就變成阿修羅了 佛陀局 這個是射陰啊 然後他 他會舉說啊 賦予此心啊 驚嚴妙明 其身內側 世人忽然於其身內 食疏勞悔 這個人啊 內心修道精神光明 有這種 巧妙的變化 他的身體呢 可以探扣他們自己的身體 而且呢 他身體裡面呢 有這個回蟲的蟒蟲啊 他可以用他的手去把這個回蟲 老蟲包 解出來 啊 身下晚安 亦無傷 亦無傷悔啊 啊 他的身體啊 手身居居居的拿出來了 身體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毀傷 可是呢 回蟲不見了 子民精靈流逸行體 思淡驚醒 仗德如是啊 揮為聖眾 不做聖心 名為善心界 若做聖姊 極受群情 啊 這句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呢 只是暫時的現象 那有一個 有些人呢 修修修修 修到一個境界 然後呢 會有什麼聲音 聽到什麼聲音 啊 看到什麼境界 或者是說呢 做了什麼弄 這個是吉祥的 銳照 但是呢 他執著這種境界 佛陀跟你講啊 驚醒 仗德如是啊 這個是你的精進的修行啊 暫時得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你不要去過愛 執著啊 不是聖眾 也不是聖心啊 這不是聖人的境界 也不是聖人的 這種心念啊 這是好合境界的 所以叫善境界 若做聖集的提受群情 你如果說 認為說 你就是已經到聖人 成就為聖人了 成就為法師菩薩了 法僧菩薩 那 自生死的佛菩薩再來了 那麼呢 你就受了群情 而且啊 你就找我啊 找我 就會受到我的干擾啊 這是一種 佛裡面還有舉很多種 太細微了啊 講得太明白太清楚了 在修道人的體心動念上 如果沒有像光聖必君這樣啊 一生浩然啊 一虎雲天啊 真的很難達到 這個儒家說 這個釋迦所講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 他要舉例特別說呢 又以此吸引內外經驗 其此魂魄意志精神 除此獸生 余皆碩入啊 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除了生根獸世 子子之外啊 其他的根啊 其他的魂魄意志啊 都能夠碩入為兵組 你身為主人 你身為特人 都可以調換海調換去啊 那魂魄是成 一種很重要的 靈體啊 那魂魄怎麼可以肚掉呢 但是呢 因為呢 一個修行功夫的人啊 他可以呢 吊魂魄 吊魂魄 可以呢 互換而兵組啊 那麼他可以在魂魄 表示他魂魄啊 可以隨時移動啊 吊魂魄於空中 文說法音 或於十方 動作密意 此為君或地下離合 在空中聽到了佛 在講聽說法 或者是聽到十方的聲音啊 好像是佛的聲音啊 在講說秘密的爭議啊 那這個是經過了地下靈魂 這個是你人 這個人的靈性啊 他的那裡 他的所 所附的經過 經過 經過 我們講 靈魂之外 為什麼要經過呢 靈性是 魯魯不動 但是呢 產生新的意境之後 那他就會 那他就會 有需要這個經過 來成就這個熱議 來感應這個事件啊 那他的經過呢 可以相離相合 那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了 成就善存 戰本如是啊 非為聖政不作聲心 名為善境界 你不要把他認為說 這個是 你得到的境界 你就是 你證物的境界 你不要去承諾啊 那麼呢 這個就是善境界 就好境界 你聽到 誰要跟你講心說法 聽到 十方如來 講說秘密的 正義 那這個是好境界 但是呢 你不要去执著它 不要認為說 你已經正在這個境界了 然後呢 一直是一句莊嚴大陸 如果做聖血 極受全血 你如果認為說呢 那麼 你已經正果了 你對於 什麼都不顧了 你給我完工了 什麼都不要了 你已經達到苦的境界了 結果呢 極勝終界 就會受到 魔 的干擾 為魔所蹭 這是一種境界 若其心呢 從右腳策 內光光明 時光變作沿途彈射 他的心呢 收到心地非常光明 金幣呢 有這個各種光 可以釋放出來的 讓這個十方國土啊 十方宇宙啊 變作這種 原層彈射 原層彈射 原層彈射啊 那應該是一種 這種 紫光色 大盪光明 大盪光明 這種大盪光明呢 在我們的書裡面只有 如來才有辦法做得到 一切種類化為如來 於是呼見彼如之那 聚天光 聚天光彈 好像一切的壯生都變成如來的化身 小人OK過了也是如來 這個螞蟻在那裡搬東西 那也是如來 一切種類都是如來 那這個已經是 在極樂淨土了 只有淨土 才會看到萬物都是如來 亞洲人又看到彼如之那佛 彼如之那佛 就是我們的法身佛 看到法身佛 坐在天光台上 有千佛圍繞 百億國土與蓮花巨子出現 哇 看到佛顯現啊 看到這些 這些國土上圍繞著這個法身佛 此名的心魂靈悟啊 心光 嚴明造諸世界 這樣得如此 這個的是因為你的心啊 鑽研到一個地域啊 進入到一種禪定之後啊 那麼你的靈魂啊 有所感悟 有所感悟 然後呢 感得這些諸子啊 來獻像給你看 但是啊 這樣的如是非為聖政啊 不做聖心啊 暫死如常而已啊 不要做聖政 不要認為說我已經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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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找那個境界,你不要認為說你已經物證到那個境界,完全都不要靈慰,那就沒事了,那個就是好境界 接下來他講了很多想,我們也沒有辦法一一的來解說,我們只大概提一個狀態,就是所有的好境界,壞境界現前,都不要理會,那就沒事了 好境界現前,你不要恐懼,你不要驚慌,好境界現前,你也不要歡喜,你也不要狂熱,你就是如如不斷照樣修你的清淨性,平等性,修你的乾淨性 一切像呢,見像非像,即見如來,你看到這個如來,先生給你看,這個也不是如來的像 如來怎麼會有像呢?如來沒有像,那這個就是自信的像 所以,不要去說自己是什麼佛來轉世,自己是某某大菩薩來轉世,講這些話的人都不負責任 因為,從古到今,記載所有佛菩薩轉世,他通常都不會講 他可能也不知道,那既然他也不會講 我們道長這麼多,這個常人臥虎之輩人 他是來個洞土來的,我們怎麼知道呢? 他可能是西天的某大菩薩,這個儒家的某大弟子啊 可能呢,佛葛叫阿難,一定要來人世間 說不定阿難現在已經在人世間紅法了 那我們知道,我們怎麼知道誰是阿難,誰是眼鬼子路呢? 我們不知道啊,但是那個人自稱他就是眼鬼,他就是子路 他就是阿難,他是菩薩來轉世 那這樣的人,你不要去相信他,他已經著魔了 因為呢,佛菩薩自己不會稱他自己是佛菩薩 所以在我們台灣的世界,台灣的社會裡面 很多的這個法師啊,很多的這些修習人啊 自稱是什麼佛,什麼菩薩來轉世啊 哇,信讀多得不得了 那後來呢,深信佛法 佛法授完之後呢,這個人還要再繼續墮落,墮落地獄 因為他影響了這麼多修道人的心 那其不明動千江水啊,不動盜人心啊 那這些,地上的這些現象啊,我能可以去動他 可是修道人的心啊,你如果去盯著他,你去動他 那你自己的,是不是也受到那個因果的牽承 那我要成就的機會沒辦法成就 那他是不是要找你,找你身上 您動盜人心啊 您動盜人心啊 不動盜人心啊 那魔為什麼可以來干擾呢 因為魔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魔不是外面有另一種形象的魔啊 魔都是心魔啊 我們如果沒有那個妄想 我們怎麼會有那個魔呢 因為台灣的詐騙集合那麼多 喜歡被詐騙的人更多 喜歡被詐騙的人更多 為什麼呢 那因為他認為說,這個有機可乘 有一氣致富的機會啊 結果呢,被騙的人更多 那我曾經呢,也受過詐騙集團的詐騙 非常敢幹的 自己修行到這個境界 還未受到詐騙集團 當然以前啊,還沒有這個物性 愚痴啊 我小小我這一陣子 啊 在40歲以前啊 幾乎都是在做很多狂事 文文樂樂樂也不曉得在幹什麼 受着命运的摆布 那结果一步一步的在这命运的这个戏本 这个剧本来演自己的戏 在这个戏中喜怒哀乐高低起步 命运是非常差 想要求的求不到 想要得的得不来 不管在什么团体 甚至在大港都受到无穷无尽的排挤跟阻难 要成就一件事情 一定要奋斗 用很大的力量才有办法去完成的 这个是我40岁以前的样子 所以我现在也不要去着劲 也不要去囚禁 虽然很想希望仙佛菩萨的加持来帮忙 但是那也都虚妄了 因为我们常常求不到 那我们求不到仙佛菩萨的加持来帮忙 那么我们会怪佛菩萨 怪佛菩萨那么你又造了一层罪 你又起心动念让自己受了更大的污染 所以呢 不要去求了 不要去着想了 不要去攀遠了 一切现象呢 都是自新的变现了 你知道是自新的变现了 所以呢 你今天 今后呢 努力的目标 就是要让自己更懂的放上了智慧 那些妄想无名之所啊 等等的繁忙啊 让他不要有生起的机会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变少了 起心动念变少了 你的这个心地的亲近呢 自然呢 你就有智慧 有智慧呢 你就有办法悟透这些圣贤人的精益啊 如来的教法 那从如来的教法 获得到更深的智慧啊 进入更深的禅定啊 然后呢 敷衍更恒恒恒恒的打法 那这个是我四十岁以后 希望呢 能够做的事情 那四十岁以后呢 因为呢 受到一些贵人的质点 那所以老天还是没有忘记我啊 在四十岁以后呢 有得到一些贵人的质点 贵人的虔诚啊 让自己呢 在这个心性的路上 知道怎么下贵人 贵人不是给你啊 贵人是指点你啊 这功夫还是要自己下 那贵人不下了 那么给你再多贵人也没有用 那今天呢 还有办法在这里看那年金 讲那年金 照理讲以前我看佛经是都看不懂的 那自从 发扬了这个官圣帝君 台远民圣经的经历之后啊 好像呢 霍然贯通一样 那一金都一百金都啊 现在要来解 宗佛菩萨的这些智慧啊 漸漸的还能够知道 讲个皮毛啊 这些文字呢 这么深奥还贵接受 还贵看得懂 还贵为人家讲受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强调一门深入的道理啊 一门深入就是说 你不要做通家了 你什么都会什么都行 那么呢 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 你都会问 你在我的拜访 常常看待大金 他什么都会 他在《文明经》也会 《文明经》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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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不会的 那么也许他已经贪了 也许他只是博学 那么如果是通家 我们还是建议说 他在这个一个法门上 把他专严到底 专严深入 深入到达到《文明经》的境界 那么这样呢 他才可以博学多文 所以上次有一个学生认为 他认为博学审论 是认识明辨度星 他要开始来例行这个工作 因为他想要带领更多的 学生的修行的人 那么要领导他们 他需要博学 那我就告诉他们 刚才我所讲的 一门深入的道理 哦 大火食堂的经验 我们都是 实战累积过来的 那虽然 不学在火食堂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现 但是各种状况还是都遇过 当我们在讲我们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事而非 因为火候还没成就,所以遇到资深的讲师会认为你讲的不对 根据资深讲师的说法,又不能点燃出来,点燃师会认为这样的问题也不对 点燃师有更深入的方法,所以每一个人有到火候程度上的表现不一样 所以你要用什么做标准呢? 我们夹在中间的人也不晓得,只好一步一脚印,在你那个程度就讲你那个程度的话 我可以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可以度多少就度多少 所以呢,我建议现在的这些学士学生 火师法的学生应该从一门生物下手 你喜欢学火归礼节了,你就好好的去研究火归礼节 好,去体悟去了解 你喜欢经典的,你就好好的来学经典 你喜欢去度人的,你就好好的去在度人的功夫上,好好的笑 好,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呢,这个爱灵向而产,内不断为定这个原则 不要对外照的境界所感着了,所执迷了,那这样就没有错了 那这个爱灵向内不断,这个是心性上的工夫 你的内生的工夫一定要的超越这个爱王的工夫 内生的工夫没有成就你可能有爱王的工业 因为爱王的工业是建筑在内生的道德上 你那个道德本体没有了,你外在的这些支支援援建得很漂亮了 那是虚花夹景,那是没有用的 你看我们讲道场,道就是内生的工夫 场呢,是内网的事业 那道根,道根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那你会说道很重要啊?没有错 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事实上都需要 但是真正帮助你成就的,不是你盖了这间大庙 而是你内在有道啊 所以说道场道场,你有道就有场 我只怕没有道啊,我不怕没有庙 这是德魏普桑教的 那道场道场,我不怕没有道啊 我怕没有道啊,不怕没有庙 所以我们今天讲道场这个字 我们不要深入了去了解 我们自己内在的修为 内在的那个心性的了解与政务啊 那么才是我们今天来往修士啊 所要掌握的第一要务啊 今天不要再把说 四处去开荒战道,四处去盖庙渡人 把它成为第一要务啊,已经不是这样了 后学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现在的时局啊,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以前半道可以成道啊 但是呢,半道成道啊 那个是因为它建筑在这种 这种佛菩萨这种 无缘大死同体大非的那份 道德人心之上 他没有什么体悟 但是呢,天恩师的天命的加持啊 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来成就他的道德 那以前的人心单纯啊 老师说了什么,他就跟了什么 前辈说了什么,他就跟了什么 以前呢,是很容易成就了 很容易招唆 但是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啊 在民国的大概七八十年后 七八十年后 那么整个社会分析啊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啊 那就是呢 生活物质啊 富裕啊 那么人心的那一份精神实料啊 却缺乏啊 很明显的可以在七十年代以后的那个社会状况 那个人心啊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小孩子啊 那我们会发觉到说他的这个抗压性啊 绝对跟五十年代出生的 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孩子啊 那么他除非呢真的是 破别力端的人啊 否则呢他在道场的修行啊 绝对不会 所以 比得上四五零年代这种修行的那种杂质的功夫呢 所以 先和大家讲现在是末节了 现在是末法时期了啊 所以呢 要修修自己的心性啊 修修自己的心性啊 那你要知道 你度的人 你认为说度人来拯救自己 可是呢 你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改 你的煩饱你的习气都害在 所以呢 你的度人变成一种福道 所以我们看到在道场很忙的人 那他的这个福道呢 有回归道了 但是呢 他的心性呢 一点成长都没有 没有什么成长 我们觉得很可惜啊 大家只知道往外用功夫啊 不晓得往内用功夫啊 往内用功夫啊 往内用功夫啊 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啊 老婆用这么多历史啊 来跟我们讲啊 这个修行成就到这么样境界的人 都还会找我 那么我们这些人又算什么呢 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 可以听到河的声音啊 可以听到河的声音啊 可以听到河的影像啊 可以听到远方的亲人 他的讲话 可以一下子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我们都没有这么能力啊 那他讲的这些有能力的人都还会找我 所以讲呢 有能力的人 有这些神灯的人啊 是不容易成就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去求这种 这些神灯啊 不要去求 不要刻意去执着 去攀缘啊 所以辱家修行就没有话讲 儒家修行就是教人 你让人到所好 哦 你这个这个下父母 敬天地 正师尊理神明 你就在这方面好好的下 下你的公敬心 你的平等心 你的诚意心 在生活上啊 好好的做 好好的力行 把这些都到圆满 那么 人到圆满 佛到就是圆成 那佛到圆成 那是因为他在人到 这些地面上啊 已经成就了他 这个外移下来讲 内不乱为定 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 功德 哦 见性 平等 他已经看待了这个 心性上的 真那一份 本来具足 本来圆满的 那一份精神实量 哦 当然讲到心性啊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那插越精神物质啊 那就是我们的良子本性 无极的状态啊 哦 所以因为这个人太高超 太遥远了 人都没有办法 想象 你在叛极而回 回不到无极 光光叛极那个状态啊 世间人到现在解释 就不一定 圆满清楚度 那么 那叛极起回归到无极啊 那么学者讲的 儒乃章 我们要回归到儒乃章的样子 儒乳不动啊 所以说 本来就没有修 本来不曾动过 本来也没有所有的文明 那所以啊 这个阿摩人刚 如果成佛的时候 还会不会变成众生啊 那佛所做的一个比喻啊 这个大地的金啊 你把它炼金 把那个金提炼出来之后 金就不会再变成杂金了 就是纯金了 所以修成佛的人呢 修成佛的佛 他不会再变为众生了 但是呢 可能正三幼士本来就有佛性 这又是怎么讲 所以呢 佛的讲法 其实是讲说啊 这个佛啊 他是如如不动啊 他是不会再变为众生了 那是纯金啊 那纯金啊 会有这些外来的杂染啊 会来担付他啊 就是外面的这些成员啊 这些众生啊 会来干扰他 当有一个干扰 他感应了 那他呢 他就起心动验了 譬如说他发生的这种 悲哀喜悦的现象了 那个他就动一下 动心了就变成太极 太极就生两仪 两仪就生四象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能让老婆 所以呢 者不会变成众生了 但是众生呢 会干扰啊 让者不够再变成众生来渡望 那么 在这边已经其实是这个意思了 那所以说我们本来是可 今天我们好好去修 把它提建到全今 我们当然可以成佛 如果人呢 不是佛 我会修成佛 那根本是 只需乌有 没有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 你主杀什么会成犯呢 那 魔装怎么可以做尽呢 这是不可能的 以换 以换的方法 来要 来达成佛境啊 那么 这是不可能的 知见立志 是无名的根本啊 你本来有反而 结果呢 你去到这样的时候 再禁止 认为 各位前选 大家早安 大学有一句话说 物有本末 事有宗旨 知所尽后 知所先后 者尽到 大知宗旨 教室于人世间 那么这个是人世间 的一种福报 我们人 何德何能 能够修到 何德何能又能够得到 在这么多 累积累世的变化之中 我们做过了太多太多的 这种恶端 学术 甚至的恶行恶种 以至于说 我们现在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没有办法跳出来 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 甚至呢 根本否认 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 那么如果说 中国人 中国人 对于道的理念 他是有悟通的话 那么中国人 他所讲的道 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 在每一个时空之下 每一个角落之中 那你不管各家各派 那你不管各家各派 有的偏离一见 有的偏离一种修法 但是呢 主要的这些思想 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 所以中国人 主要的这三股思想 就是如是道 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 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愿者 不管是修辱修道修 修这个佛 那么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 那么这个呢 都是属于道 那么这 不是主要的这些学修里面 那它也是称道 但是呢 我们就不得不区分 有所谓的 小道 有所谓的大道 有所谓的大道 如理里面讲 虽小道一有可观啊 自圆恐逆啊 虽然是小道 但是呢 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 可以吸引人的一面 可以幸福人的一面 但是呢 所谓的自圆恐逆啊 就是说 你 神静在那里越久 你就明早在那里 焦灼在那里 越久 越没有办法超多 所以 所以为什么要回小想法 毕竟小道呢 它不是 我们人生的究竟 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 它不能够指出来 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 才能够指图这么一条路 今天 天文室的传下道之真实 也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条大道 本末宗室的大道 人呢 按照这些本末宗室 来按图所记啊 那么 总会有近道的一天 那接近道 可见了它还不知道 那接近道 已经不简单了 你可以接近道 然后呢 踏上这个登堂入室 的一种堂奥 然后呢 你就成为圣贤 成为佛菩萨 所以说这一条路呢 说难不难 说简单又不简单 我们看看 世间苦难的源头 是怎么来的 最大的源头 莫过于 人的迷惑 人迷恶 迷恶呢 把这里当作是家 把这个若生当作是我 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 结果呢 让自己啊 在这个好像真的的假象之中啊 迷媚不堪啊 胡作非为 结果呢 越是 作作啊 越是沉沦 永无出奇啊 人的起心动念啊 不是业就是罪 因为呢 因为呢 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啊 那么 所为既然都是迷惑 他所受的这些生活 这些禁忌 这些果报 当然就是苦果 所以 货业苦 货业苦 这个是一个相寻 的一个轮回啊 人就在迷惑 在业 受苦 之中啊 不断的在轮回 那我们放弃了 五道 圣人 佛祖祖祖所留下来的 这些原理原则 被物理所蒙蔽 被各种 世间的知见所障碍 被这种科技的 吉祥啊 给诱惑 造成今天 苦难的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 去改变它 没有办法 跳脱出来 更不晓得 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我们的老价在哪里 完全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道之政治 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 那我们必须要清楚 古大德 这些圣贤 菩萨 他早就用 各种方法 来告诉人们 只是呢 道啊 有险有隐 险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 就可以 来接受大道 那么来羞耻大道 结果呢 就 违规大道 违规大道 那道在隐的时候呢 也只能够 默默的记寝 道是没有 刀绝过的 只是 显隐的不同 那我们必须 了解到 今天为什么 会有大大苦将在人世间 那是因为 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 你说 老祖宗的这些 规则 这些道理 人们已经把它抛逐了 后 世界不承认它 要把它 丢得远远 被称为封建思想 被称为了 现在思潮的 一种障碍 那我们知道 现在 还是有一群人 他接受了这种 有自知识的指导 知道说呢 我们老祖宗 留下了这样一个 丰富的财产给我们 那个财产呢 是无限的能量 无限的精神 无限宽落 宽广的视野 但是呢 你必须用心 用方法 你必须呢 努力修持 去得到它 所以呢 你要得到它 你第一个步骤 你必须呢 你必须呢 放下 你的之间 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 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 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 也就是你的观念 你必须把它放下 但是呢 你跟悟总是在你念时间的 但是呢 你总是呢 一直在我们的生活 什么时候我们悟了 可是呢 不久 这个你又来了 这个你又来了 我们又忘记了物的境界 什么时候呢 我们读到一本书 我们发生一点事件 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 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 有一点启发的 准备呢 我们要开始 好好地来进行 人生之道 走向圣贤之路 但是呢 因为累劫的习记记得太久了 以至于造成 我们随时会忘记 那种乌境 那种乌境呢 变成一种 想往 变成一种理想 不能够付出实践 那人呢 终于在这种惑性 在这种习性 的英雄苟且之下 渐渐地被禁界 被物欲所红毙 所以古代可能叫人方向 好 道之种子 也是要叫人方向 好 但是道之种子 但是 先佛 印着现代的人心 所提示下来的 内人呢 完全是中国无貌的思想 不离儒世道 而且呢 主要呢 还是以儒家 为思想的数学 儒家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君子物等 好 本利而道分 所以呢 他的前提是君子 不是啊 佛中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 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来修学这些东西 你才有可能成就 不过 那儒家讲君子啊 你君子要误本 小人误本还不够啊 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误本的 嗯 所以 君子给我们 的一个 警惕就是说 我们人 起码要达到君子 儒家告诉我们 你在战门道场 老前人 前人 他所期盼的 我们的这种修行 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 没有他法君子的标准呢 那么 你这个悟本 功夫是假的 等下说 悟后起修 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你根本不是真人啊 你怎么会有真知呢 但不用说真情啊 所以人是那个根本 人的那个源头是心 心是人的根本 所以成为君子 甚至成为圣贤 那是我们 主要的基础 那么你会问 那君子要怎么做呢 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 我们按照普大德的标准 那就是呢 一个君子 他的起心动念 都是上的 那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 的高等 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上的 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 对 君子还有起心动念 而且儒家允许 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 人来到人世间 他用肉体的风险 他用肉体的风险 呈现出生命的状态 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 这是无口后悔的 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把起心动念 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 那就对了 那自信是上的 那你的起心动念是上的 上的都是为别人 从来不为自己 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啊 那都是 是恶的 所以君子物本 物什么 物这个 至上之本 自信之本 所以自信 是我们的本性 自信不是我们的习性 那我们为什么说 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 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 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儒家呢 大致把人 分成这几个人 这种东西啊 善人 贤人 君子 善人 那个 平人 平人就是渊人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再来呢 就是 恶人 再来就是小人 大致有这些 等级的上的等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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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 半字章子里面啊 我们 暂且不去分析 这些人的等级 我们呢 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 的层次 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 那么你才可以说 你 准备要修行 各位听清楚了 你是准备要修行 你不是在修行 那君子 他的谴心动力都是善的 所以呢 他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大作造想 所以君子问本 本是我们自信 的良知良人 是最善的 最善 是我们这个自信而调 那你又要问啊 可是自 这个 本性是善的 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 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扎的 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 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 这个是彭子说的 大哉论啊 但是呢 彭子 并没有把这个 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 只是我们后来的人 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呢 在彭子眼中 根本不是问题 在彭子眼中 不是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人们说 子于至善 至善 就是那个 我们的本来的自信 我们这些道德 理义的八端啊 都是至善 那你说 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 恶的是我们的习性 所以说人之中性本善 这个人 他的源头啊 性是本善的 所以 性 当我们 落到这个 生命的状态 人的状态的时候 他有一个心的造型 他心所做出来的 也都是善的 所以这个善的 就是君子的恩赦 但是后来 心会变化 但是后来 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 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 外界的诱惑 结果呢 这个心啊 有时候变成善的 有时候变成恶的 所以它有时候是好人 有时候是坏人 有时候是 可善的 有时候是可恶的 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那时候我们要知道说 那个会变化 那个不是我们的 本性本性 那个是习性 习性啊 是从 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 学习来的 养成的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 这个习性 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 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 所以呢 养成的这些习性 人们说个性 啊 这个人很有个性 哦 这个人 这个很酷 这个人不是他的习性 那这个习性呢 不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不会耍酷 本性是纯然之者 本性不会一下子散 一下子恶 哦 所以 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 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 所以君子用本 本利而道上 那么君子 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 有可能会变成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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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呢 有可能会变成恶人 那放下的心 那就是呢 回归本贪念论 哦 就是本力啦,本力你才能夠跟那個無形的接上線 我們這個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 它會沉住壞口,生裂變異 它會生腦病死,所以這個是有限的 但是呢,我們的心,性它可以是無限的 尤其是那個本善的性 如果是我們能夠從透過心去正到那個本性 那麼我們可以跟無限的去接下起來 那無限的接下起來,我們就可以不用死 我們不用老,我們不用病 我們沒有這些煩惱 你看現在的苦多不多 現在的病多不多 現在的難多不多 多啊 但是也苦,這些病,這些難 誰能夠幫助他們嗎 我們知道新衣已經走到瓶頸了 因為呢,它動不動呢,就是把你切除掉 你就沒事了 對,你把那個現象切除掉了 對,你把那個現象切除掉了 哦,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糖糖的原因呢,用藥呢,把它指數掉了 但是呢,它為什麼會疼痛? 為什麼會發炎?為什麼會腫瘤? 這個新衣呢,沒有辦法去探救 那沒有辦法換救,它就把現象割除就好了 你這個腫瘤好,割掉 你這裡大眼,好,讓你消眼 你這裡疼痛,好,讓你止痛 沒事啊 沒事啊,可是呢,那病早還在啊 啊,你的脾氣毛病,你的生活習慣 你做這些貪生之愛都還在 內在的貪生之愛,外在的五一六成 結果呢,兩相結合之下 你的病,還是一直不斷地在折磨你 但是有的人為什麼一 一割掉就沒事了呢? 割掉沒事了,那表示呢,這個人啊 有所警闢的 他不可以再單身吃飯了 他不可以再造這些五一六成的 他要回歸自然啊 他要追求簡單啊 這個人是一個人大病之後有可能的覺悟啊 所以這次這個人呢 他就不會再怕病了 這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 回歸自然 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麼 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歸三肝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就是人的自然生活 所謂的君臣有益 所謂的君臣有益 五輪 所謂的這個父子有親 夫夫有別 長幼有婿 皇有有姓 這個就是我們的自然生活 你不是回去 回去住在樹林裡面那個叫做自然生活啊 不是啊,這個差太多了 你就在此時時刻 就在你的生活上回歸自然 然後你對於父母親 你要做到孝順之道 喔,對於兄弟姐妹你要做到孝順之道 喔,凡是我的長輩的 你要做到孝順之道 喔,對於我的這個晚輩的慈愛之道 喔,在公式行號裡面 你的團 這個團隊裡面 有老闆 有上司 有您的主管 有這些員工 那你對上司 要狡忠嗎 要盡忠嗎 喔,那老闆對員工呢 要講理 要講人 喔,這樣員工呢 才能夠盡忠盡益 這個是回歸自然啊 今天誰能夠等 自然之樂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你看你跟員工之間那是不會有關係的 同才關係 喔,那個 同學的關係 這個同 同啊 同就是所謂的朋友之道 喔,跟長幼 長幼就是兄弟 兄弟 在家族裡面有兄弟 在外面也有兄弟啊 年紀長的 可能 就是我的兄弟 年紀比較小的 就是我的 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啊 四海之那些兄弟啊 你能不能用剃刀來對待他們呢 你把剃刀原來出來了 你就是回歸自然之道了 大家身處在這個自然環境之中 這個社會哪有不和諧的呢 社會和諧的 國家自然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怎麼會有天災地變呢 所以天災地變怎麼來的 都是人心變化而來的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 大自然 不會無緣無故 我把一本剃刀給你 你說那不是自然現象啊 這哪有什麼 跟人有什麼關係啊 你跟我們捕收的人 那些 縣長 那些 做高官的 做王帝的 發生天災地變啊 都把這種責任歸屬自己 把諧母呢 這個縣長還是父母官啊 所以呢 他的子民發生事情 這個父母官第一個 有責任 如果整個國家發生災難 很大的範圍 那麼皇帝呢 有責任 皇帝呢 下召罪己 皇帝要閉門思過 而且呢 皇帝呢 要向天地懺悔 這樣的皇帝呢 才是符合人心的 皇帝懺悔了 他的百官沒有不懺悔 百官懺悔了 百姓沒有不懺悔 所以皇帝一個人 他就是代表了 整個國家的代表 他怎麼做 這個國家的 心亂 自衰 就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縣市的 這個 治理的好愛 就在這個父母官的身上 都很重要 環環相構 整個國家 整個天下的建立 都是這樣環環相構起來的 你看這個環環相構 它做起來是整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面 這個面 我們稱為國家 稱為天下 宇宙 稱為世界 稱為宇宙 那是不是條條道路都當羅馬 條條的這個環境之間的這個絲線 是不是就是通向那個最終極的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是道啊 無處不是道 無死不是道 所以我們要找道 在哪裡找 在這些環環相構之中走 這個是道 有 那麼國家的基本單位 在於家 家的一個組成 是一個夫妻 那麼這夫妻雖然是 家的一個主體啊 但是呢 這個夫妻之上啊 還有一個父子關係 也就是說 整個五輪的關係啊 以父子為主要根本 就是父子有親啊 親是親愛 父子跟父子之間產生親愛 這種親的愛啊 是人的本性 所以父子 父子 父子是辭 子對父是孝 這個就是親愛 那麼我們中國人講愛 它是有等級的愛 這個等級的愛呢 是很聰明很智慧的做法 也就是說人 用這種生命的形象 出現在這個人世間啊 你不是呢 把世間人 都當成父親來愛 這個不是儒家的做法 這個是佛教的做法 是基督教的做法 儒家講有等級的愛 就是說 你對於你的父母親是最親愛的 對兒女最親愛的 這對於兄弟 對於這些 對於這些 這個孤少堂職 等等呢 這些 再破了種子 那麼這個是合理的愛 這個呢 才是人性的愛 因為人 處在這個環境啊 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呢 就像佛菩薩一樣 就像上帝一樣 把他的心呢 調到最高處 然後呢 從這個新鮮的道理啊 看到每一個人的原點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要愛他 但儒家呢 他沒有 他的最後境界 雖然也達到這個 可是呢 儒家比較講求 當下的現前的這個部分 他不講出世間 不講生死的道理 他的那個是因為呢 人 有辦法處理 你這個家國天下的事情啊 那就已經是達到圓滿了 人的動作就是這樣子而已 人的使命 人的責任 就是達到家國世界 整個天下的圓滿 你就可以回天教職了 你就可以回回本來面了 所以主教講的這個人 是非常棄理棄機的 但是呢 在做古俗那個時代 他可以 拋家捨夜 他可以不顧人倫 跑到山裡面去修行 然後自己成土了 成神了 自己逍遙自家人 再來度化成神 或者是說呢 不要來度化成神 這不是他們的選擇 那古俗可以這樣 古俗可以這樣 是因為 古俗的人 人心良善 自然有一道理法 有一道點 點章制度啊 在歸代的人世間 所以呢 他們照著這個理法來走啊 還不會 預舉 還不會超出範圍 整個家國世界的運作 是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 自然可能有不和諧 但是呢 還算自然 所以古俗的 出世間的修行人 他可以這樣子 但是現在出世間的修行人 已經不可以這樣子 已經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要知道實運啊 知道實機啊 實運是什麼 實運是儒家收遠 實運呢 是擺養應運 你說擺養應運 就是要講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你都不講好了 你講什麼出世間的道理 人世間的道理 就是叫我們回歸自然之代啊 回歸自然之道是什麼 就是五輪八德 就是三甲五常 你看 這個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 但是呢 不容易做到 這比你在山裡面修行呢 那真的是 還要難修啊 那其實也看人修啊 哦 人們在道場 都常常在講人世的問題 人跟人之間呢 魔鬼不愉快 所以呢 有的人就離開道場 哦 自己人 苦修苦練 那麼有的人繼續留在道場 跟人家人 那麼有的人口聞 必須清楚了解 哦 所謂的人世問題 就是你在五輪八德裡面 把這些國務做好 所以你只要是 在這個世間 你走到哪裡都有人身問題 你絕對不能去逃避答 你逃避答你逃避不了 因為你這個 考試沒有過關 沒有過關 你不可能在心心上有所成就了 那我們會講到新鮮的問題 但是呢 眼前的問題要先把它講清楚 所以大之中子的講 都是在教這個 眼前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了 你要解決什麼 新鮮的問題 所以大之中子教我們 你就是孝父母將世尊 你就是把這個五輪八德把它做好 那麼現在 這個出家的修行和上 為什麼成就很少 這個是 他們那些出家人 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以前修行人 有成就 是出家的和尚 再來是出家的尼姑 再來是在家的男眾 再來是在家的女眾 以前的人 女人是非常密補的 那所當的業很重 他們能夠修行已經不簡單了 那麼他們又在家 在家裡面修行 那是 男上家男 反倒佔了一大堆 所以在家女眾 修行有成就的很少 但是現在呢 整個顛倒 整個顛倒的原因是因為 時代變了 天命不一樣了 我們不是坐在氣裡契機嗎 那時代變了 你這個理也要跟著走 原理學者不變 可是方法手段 會變 所以現在整個顛倒過來了 在家的女眾 修行有成就的第一 你看我們大長 先佛補俠 都說要轉成女生 你的身體好修行啊 它這樣也少啊 大長還少 沒有像古書的女性這樣 這麼樣的苦難啊 那麼他的 他的 這個機運又來了 所以他的影響力也大 你看女眾 在家的女眾 她呢 也可以出來跟人家光光 跟人家選立委 選 縣市長 跟人家出來做老闆 跟男人一爭分下 好 在我們很多家庭裡面 男性為 男性的表現啊 比女性差 這個是很多 女性還是要看孩子 還是要人女教育 然後呢 賺的錢還比男生多 這家庭太多了 不是女性照樣成就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呢 現在是地天 快快快快 我們憶經裡面 天在上面 地在上面 叫天地匹 匹就是火定的 那地天呢 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 那就是 國泰靈安 這女人出頭啦 很多道場的修行人 修行的這個領導人 也是女性 我們在道場 開館講座 來聽客人也大部分都是女性 在家人 所以女性出頭了 這十代不一樣 這十代不一樣 那當然他說呢 這個在家的男眾 修行有成就的 排到第二 第三呢是 出家的尼姑 再來呢出家的和尚 我們一般人的說法 和尚就是男的 尼姑呢就是女的 這是一般人的說法 當然他們有地利上的不同 我們就不解釋 我們只知道這個狀況這樣 就可以說明 怎麼天地變了 怎麼分地變了 那就是呢 白羊吃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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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羊應運了 白羊應運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修行 以家為主 家的主角 最主要的主角是誰 是女人 是女人 女人是主要的主角 到現在其實都這樣 一個家的這個主角 是女人 你看那個印光 法師剛曾經講 女人啊 操控天下安危 一大半的主權 天下安危要看女人 不是看那些政治人物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女人你要教小孩子 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顧好 教育好 你教化出來的那些小孩子 以後影響的這個社會 影響了國家 影響了天下 你如果能夠教化出一個聖賢的孩子 那是影響了整個天下 那你說女人的這個重要性 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現在是男女平等 其實是平等在這裡 平等在於 女性的 這個 這個 作願 在整個世間呢 已經是拉高了 他不再是處於這種被動的局面 所以女性修行 有成就的是第一 所以,道的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 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 做人太白的,把太白的道修好 你不要再去打那些承知,承见,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不爱,通通放在你的心上 你要通通忘掉,你要去其承心啊,存其真君 嗯,这是这样子的话,承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啊 累世以来,你的那些承见啊 哦,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承心 你看,跟脚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承心啊 这里呢,去其承心啊,存其真君啊 那道理都是,都是一样的 哦,老师,他这个讲,其是欲生而其,天积浅 有欲生的人,那么他的天积呢,就浅 天积啊,就是跟天,这种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 哦,用初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积 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怎么来自于天的根源 那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和的 所以你对于这个道理,你等不下去 哦,贪极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 哦,大师赚钱是很有兴趣啊 所以现在赚钱,想要赚钱的人 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 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 哦,现在有个热道财 哦,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 哦,你看这个三亿五亿,你终于是就 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 每一个人都想撞那三亿五亿人 所以呢,这个巴勒托在开奖 哦,大排成了,每一个人想真的要 那这个人是杰子写钱 这个是社会的乱源 那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 那不计社会的乱源是什么 甚至我还听说大金 哦,大五亿人都赚六个彩 全部的钱,拿了钱给大长,大大庙 这个都是邪子邪剑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哦,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英国的问题 所谓一领一处莫非签订 你想要得到这个财 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到这个财 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 哦,但是呢,英国的道理 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 太遥远了 哦,不要说我们修情人 对于道,这个一般人啊 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 哦,我们看不到因啊 看不到因,是因为 这不晓得是哪一次劫来的 哪一次劫来的 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 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 所以 你不承认它 有的人不相信它 然后世界没有因果 因果在哪里,看得到 哦,在乡下那些 都能复复复复啊 当然之后会讲这种话 谁干到英国啊 就是因为盼不到 人没有智慧去干到他 结果呢,就造成 大家的胡作胡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一现今的福到 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 想我该想而福 啊,半古人呢 再来院间尤人 半古人呢 再来骂天骂地 啊 这个是愚夫愚夫啊 如果小人 一阴一阻末被决定的话 我们就不会期待说 你去牵大乐透 会得奖 如果那个财是你的 你不用牵 它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 这个是 圣西圣 圣的道理 那各位呢 在这个道之中词里面 我们要强调 先佛 把这个道的中词啊 把它标示清楚 把它明白的 写出来 就是让我们 好没有感应到的 你要照着这个道之中词来做 那么 你就会 入到 所谓登场入世 所以各位 老师没有床道给你哦 你不要认为老师有床道给你哦 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哦 那老师如果有床道给我的话 那如果我根本不用修行呢 老师帮我修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背 老师帮我背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 老师一切都把我做好了 但是不是不是啊 当然是你本来有的 哦 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 那你这个道呢 是应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 来变现你 你这个人 所以你这个人 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 其实是一体的啊 啊 生天地生人之后 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啊 因为呢 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 这个人 永远入戏讲道 那所以说你要 聚集成心啊 你要放下 你要碰掉你的船 你的船脑是什么 你这样当床子有一格的预言 哦 这个一条河 有两 两条船 将对死 对死 对死之后 在一个浪蛙的打击之下 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 对撞到这一条船的船长啊 船家当然就出来了 指责对方啊 骂骂对方嘛 你怎么不把船开好 把船够置好 你的船这样叫到我的船啊 那你要不要赔赏啊 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给你赔赏 那受损伤的这一条船家呢 那个气才消了 消了之后赔多久 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 这条船啊 也是不听不疑的 撞到了 撞到了 同样一条船 哦 那这个 被撞了这个船 他又出来 大骂他 特骂 今天怎么会有大门 连续两条船撞到火 你们这些船在到底会不会开船啊 蛤 你怎么就撞上我呢 他骂了老半爹 对方的船家也没有出啊 我让他不起了 你这个家伙 把他给我出来 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 你好 女生你要怎么办 结果叫了老半爹 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啊 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 躲起来啊 不管见人啊 他准备了 拳头已经准备好了 要揍人了 结果找来找去 那一艘船根本没有人 但当然也是那个大疑惑 那怎么没人呢 没人怎么会撞上我的船呢 我也真是 你 见魁了 今天真是倒霉了 那一面就没事了 气也吓了 他让自己的船继续开走 天子用他的肚子 做一个很好的比喻 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件的现象空掉呢 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 你可以放下 因为你没有发现的对象嘛 没有发现的对象你当然当然只好放下 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 庄子说 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 凡是能所有障碍你的人 捂怒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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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天把他看成那条空的船 那你不就是 气也没了吗 那你也生不起来了啊 你的个性也找得到了啊 你就空掉了嘛 这不就是空船啊 你会生气你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 有一个事物在那里 所以呢 你会跟这些人士起分别 起对方 起执着 所以你的文明幻想就不断的产生 每一个事物的细节 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 结果哪一天你拍了这个空的对象呢 你分别执着没有了 哦 你的这个堂脑当然没有了 你就是放下了 你就是要聚其成心啊 你要求其放心啊 哦 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啊 这个是我们道之将只道是我们的啊 所以要空掉你的船 空掉你那个你的头脑啊 空掉你那份对人的这个知见 哦 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 然后呢 再对于事情 再对于境界 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 只有船空才是回到到唯一的一条路 那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 在这个玻璃管里面 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生天的 玻璃管一般是封住的 一般呢 那在封住的这一端呢 也是玻璃 然后照这个日光 那这一端呢是抬口 哪一只动物呢 可以逃出来 往这个抬口逃出来 结果用了蝴蝶 用了鹅 用了蜜蜂 用了蜜蜂 用了苍蝇 哪一只跑出来的呢 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 结果有光的这边是让住的 苍蝇当然也要往这边跑 可是苍蝇刚在这边挡住了 结果就乱冲 就从这里乱冲出去了 所以 苍蝇他没有知见 他没有对商法则 他没有想通的原则 在他的脑海里面没有 所以苍蝇代表那个 没有头脑 我们说五头苍蝇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比喻 五头苍蝇不是对的喔 五头苍蝇是一种状态 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 那种烦恼 那种分别对立 把它放掉 放空 那种烦恼 你就可以导出神天 你就可以呢 奔上 这个成圣 成圣 成贤之路 回归本海念梦 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 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 我们才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 是因为累劫累势的习气 造成我们在这里 这样状态不得 你甘心吗 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晓得回家的路 我没有办法来居自如 你甘心这样子吗 所以 君子乐格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呢 有他的生意在里面 这个生意是什么呢 这个生意啊 就是 君子悟本 君子人啊 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都是为怕的 以后我会讲到善恶的标准 善的就是完全为怕 只有一失意好的为己 那就是恶 那君子来都是为善的 所以君子悟本 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 所以呢 他能乐得做 做君子啊 都是做别人 为别人的事情 那小人冤枉呢 是因为小人呢 都是为自己 想到的为自己 就是各种干扰 各种息息现状 造成他今天的生活 没有办法 自如 各种障碍不断 各种呢 这个疾病产生啊 生活不顺遂啊 家庭不美满啊 这个 小人冤枉做小人啊 你做了小人 你还不知道啊 冤枉啊 你要跟这个今天大老爷啊 跟御王上帝说啊 你是冤枉啊 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 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嘛 不要再冤枉下去了 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委 接受老人的教委 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 那么这一部电影呢 就叫做2012 那这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 大家都在提顶啊 应该是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 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 是根据玛雅文化 这个古玛雅图啊 预言 我们这个人世间 我们这个人世间 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 也就是说呢 世界末日快要倒了 就在2012年 那么2012年 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 这么说 世界末日还有两年啊 那么世界末日还有两年 这是不是真的啊 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 那是很有可能 现象界所呈现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 现在所呈现的 各自各样这种想象的毁灭啊 都已经在上面 每天不断在上演 每天不断在上演 譬如说呢 在非洲 躺上尼亚 或者是罗兰塔 这些国家 那他们每天呢 连摄亚都吃不饱 为什么还吃不饱 因为呢 他们种的这些植物啊 种的这些菜啊 已经不会生根结果 没有东西吃了 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 用国际补助的一些 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等 然后呢 加一些土 那他们当地人 当地人认为可以吃了一些土啊 把这个小麦粉跟土 搏在一起 然后下去烤 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 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 所以呢 这个土啊 还供应不绝 供不应求 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 当然有它的副作用 因为呢 它比较没有饥饿感 所以呢 会造成你的消耗系统 吸取作用 吸取作用 当地吃了它的副作用呢 可能呢 会排便排不出来 那听说他们当地呢 要排便啊 要要挖的 把那个便啊 从干门里面挖出来 真的是 害人听闻啊 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 没有办法想象 那不只是非洲地区啊 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啊 我们几乎是 很早就听说过了 所以对当地而言呢 也没有所谓的 我们世界末日 能够多活一天 就招待一天啊 对他们而言 哪有世界末日呢 但是对我们的而言啊 这个世界末日啊 就会造成人心其道的恐慌 现在呢 海平面上升了 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 那么这些科学家呢 为了测试到底 冰的融化速度 有没有很快啊 快到我们无法想象了 那他就呢 到北极的现场呢 去测试 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啊 那个冰啊 本来有五百公尺这么厚 那现在呢 冰不断地裂开 那不断地裂开呢 或者这些科学家呢 只好用那个绳子啊 吊着摄影机 然后下去拍摄 看看冰地的动力量 到底有什么情况 那到底升到哪里去 那发现了这一测量啊 那发现了这一测量啊 这个冰 冰的裂缝啊 已经升到 这种 和河流 和地 地层的这种河流啊 地下流啊 已经 升到哪里去了 也就是说 冰融化的水 都已经流到 地面 地下的河川去了 那地下河川 流到哪里去了 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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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河流啊 河流 又流到 流到大海了 那么这些水 不断地在流失掉 那流到大海之后呢 大海的水 会上升 海平没有上升 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 这些全岛 已经呢 把他的水淹到 淹到他们的膝盖 你看威尼斯 号称水都的地方 这个文明国家 在 防堵 用这个海堤啊 防堵 海水泡沿 也是没有用 那么泰国 很多小国家 很多这个小小岛羽啊 他们的庙 面向大海 庙啊都已经淹没了 好 应该说已经淹没到脚步了 那么也没有办法 在那里 生活起居啊 所以庙里面的和尚啊 每天求佛啊 希望 佛能够保佑啊 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 那 这个 世间 这种小型的毁灭啊 每天都在上演 小型毁灭的累积多啊 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 那大型的毁灭啊 会不会就是 玛雅胡瓦所预言的 2012年 421呢 这个真的是 很让人惊的 这个 我们刚才讲 非洲的地方人民 没有办法 这样子 没有你但可以吃啊 那现在 粮食 已经成了 世界的 这种 口号危机啊 粮食的缺乏 已经成了口号危机 那你跟那些 推出的国家 他们要向种子跟私去买种子 来 多种 不管是多种什么 只要可以吃啊 但是呢 他们的土地啊 又没有把它种子了 所以呢 不断的 要砍伐生命 好 让其他的土地啊 有能力 生长出这些 救物 能救物出来 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啊 又是有机的种子 应该说呢 是基因改造的 的种子 所以他们一定要种 他们不种呢 这个种子呢 明年也发不出来啊 那么基因这个种子公司啊 为了控制 这个种子啊 哦 因为他们呢 每年要叫他买 他们呢 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 所以呢 要砍伐更多的树木啊 砍伐更多的树木啊 结果呢 土地就没有养分了 哦 因为土地没有根 来吸收这些养分 哦 所以土地就会有沙漠化 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 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 所以呢 这些水呢 都流到大海去了 海平面上升了 那土地沙漠化了 哦 然后呢 这个 沿海的城市呢 淹没了 这是我们每天 哦 现在呢 看得到的现象 所以2012年 是不是真的一个 来一个大毁灭啊 那在这个时局 我们 对于 降硬在这个时间啊 道 是不是可以 来帮助世界 免于灾难 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让全世界的人民啊 都能够获得到解救 那这个是需要的 我们都很努力了 那现在呢 宗教已经很多了 很多是 重要的宗教很多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 解决世界的灾难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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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 要了解 道登教他的最大不同的意义 宗教有他教化人心的一面 但是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 他的这个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 这个品质会下降 品质下降之后 而他产生的作用呢 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夫 表面的敷衍 以至于说呢 那种深入基层的 深入根底的那种力量 已经没有了 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怀态 万教请发的现象 来看人类的信仰 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 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 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 那包括我们道经 如果自己不知道 在心性上 着力啊 下风扑啊 那么道经也是 但是 跟一般人士一样啊 会被 这一长大 大的大灭绝 所盗开掉 这个是我们讲道之中子啊 要来分析 为什么道跟教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最近看到 我们说 竞争学会 这个是佛奖的一个担体 他们在推广 地质规 推广 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在帕路那边还是帮个有生有社 各类人才啊 可以说都出来了 能收上道的非常多 那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 也非常感动 那他们真正呢 有在有心要推动 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啊 后学也有的心得 也就是说他们那些 他们这些人啊 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反光于我们道场的讲师 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 有没有他那种能力 来推动中国传统 这种文化 两县比较之下呢 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 那么我们讲道的 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啊 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啊 这些教师啊老师啊出来了 试想啊 他们能源上报的那一面啊 我们道亲也可能讲不过他们 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 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啊 也可能是这个道亲啊 忘成莫及的 那碰到他们的做法 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 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 像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啊 让他们推动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核心在里面 那这个核心呢 不是一个一本经典 不是一句话 而是呢 我们上升的那个道 那个道的根本啊 是要抓住啊 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啊 你能说善道 你很有能力 你办活动 你办学校 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 那教化也很好 教化至少可以安定 一部分的人心啊 只是呢 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那么所以呢 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东西啊 他们办得这样子 参参奔奔奔啊 哦 所以啊 身负又盛大 那我们之来 反求初期啊 反归到 我们的内在 那 反归到被在那个自信啊 我们才能够抓住 那个以不变应万变 他那个 核心力量 所以 此道曾经说啊 夫子这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这言信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哦 口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 这些知识 这些技能 那么是可以听到的 可以学习的 但是呢 口老夫子所讲到 性跟天道 那么性呢 就是我们要强调的 量子本性 天道啊 天理量子啊 天道就是天理 天就是我们的性 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啊 这个才是头老夫子 周流列国 所以说 哦 民财事述安藏到 他的主要的 一个 诉求 所以 道不讲 什么稀奇苦怪 道没有新鲜的 道都是古古详传 老前人常讲 你不要想 从我的这里 听到什么新鲜的 我没有新鲜的 哦 如果我只有讲 圣人所讲的话 先佛所讲的话 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 都是教我们 反求租极 都是教我们的 哦 亲爱人民 都是讲这些 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啊 夫子所讲的信登天道啊 你就必须要悟出来 你那个力量呢 才有办法 着力 哦 你这个功夫啊 才能够发个身发的云 这个是道 跟教最大不懂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看 现在佛教 哦 回过头来学儒家 用儒家这一道 来 这个 表面是来供养儒家思想 实际呢 是供养了佛教的思想 那不懂儒家思想 佛教思想 其实都是讲法文化 都很好 然后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啊 这个武教他们这一面 哦 已经传了两千多年 那么到今天呢 它有哪一些的 这种现象产生啊 我们说儒家 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呢 好像没有 有儒中神教 儒中神教 根本就是道教啊 老实教的道教啊 哦 哦 真正回复到 像白鹿道出院 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 哦 古老夫子 就是 柳家无略 柳家无略 的那种情况 几乎没有了 也许有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 所以几乎没有 那现在柳家在干什么 柳家就是附身在 这些学术机构里面 哦 学校团体里面 那他们呢 传 这种 经典 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堂 所传的是什么 所传的是这些知识 的传递 至于性法 心理性法呢 他们呢 眼磨不着头绪 哦 那些教授 教授学者 也磨不着头绪啊 讲到性理性法 他们也是不可得无疑啊 那所以说 鱼 也变成一种教化 但是鱼呢 人 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 因为呢 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 哦 很少有那宗教仪式 但是除了说祭孔大典 有那个宗教仪式 其他人平常是没有 所以呢 儒 变成教 是附生在学术单位 那么儒家的 这个 代表人 就是教授学者 这个是儒家 要我们说 说当然 道教 道公教分流 那个是很早的事情 道不会变成教 道家变成道教 事实际上呢 老庄的时候 是没有 把道变成宗教的 他们讲的都是 心理心法 讲的是学术 那大部分的教人是在 汉朝 所以要说 东太次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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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了这个道教 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 中国的民间把它揭霸起来 成为自己的庄教 这个是道教 所以讲到道教 那用老宗来做代表 他们讲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道 那后来的这个道教 人生来变成 这些道师 这些法师 道士 那道士呢 出福那种不干大的 这个踩边低 就是 都是在打这个 那这个 就变成十种的脚了 大家就变成教了 那佛家呢 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 然而中国啊 他也不被赞为教 他是一种学术的理论 那中国人很敬赞佛家 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 超越了中国人 历代圣人 他所教的那个方式 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 而且呢 他跟中国人 所拥有的 这个道德伦理 的观念呢 是相合的 后来佛 佛家的思想 深深炸入了中国人的心 但是后来呢 佛也变成宗教了 佛的教法已经不知道了 你看佛家来到川普之后 他不再多多了 不再 坐在宿下 不再到山林讲学 但是呢 在这期间呢 还是有祖师大法出现 所以佛教还是新生意识 那么一直到 在戴战南宋以后 老豫大师自己讲 南宋以后啊 中国就没有 一个真正的比丘 他讲的这句话 很符合 激光合合的视线 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 激光合合 视线一个 这个风风边边的和尚 他主要呢 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 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啊 所以用了这个 三天的形象 所以有利大师他讲的这句话 但是很有可能 南宋以后 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 有一个开悟的人 有一个正派的人 几乎很少 没有看过了 有念佛成就的人 佛教 这些导师 后来呢 专注于这种 经参的仪式 专注于这个超法念唱 不再做讲经教学 不再做呢 这个深入心理心法 所以呢 佛教到现在点点的观念 那就是 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 专门为超度食人 能力的一个宗教 这一个是佛教 你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现在 他是为了超度食人 只有食人的地方 来听得到佛号 平常你到阿弥陀佛的佛号 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 有什么人过世 这可变成交 这是非常的 可悲的现象 再来看基督教 回教 你看基督教那十二门徒 十二门徒 有多的他 都 回天了 那那个叛教人 叛教人 那个 尤塔本来没有回天 但是呢 他实现一个反派的 一个作用 那么他也有 他也有一个 视线的作用 也许他也有回天 因为他是 原党派 原党派也是不得不 要彰显 基督的德能 就好像佛在里面的迪摩拉伯 他是原党派 他虽然呢 这个 抵制者的行为 但是呢 他最后呢 还是 有成就 虽然他堕落地狱 可是呢 他躲地狱呢 是在享受 而不是在受苦 好 再来 我们讲到 回教 回教 可以说是 最虔诚的教徒 我 我非常地 佩服 回教的人生 那么 回教的人 真正地 在 在自己的本分上 自己的岗位上 用心地来生活 那回教的人 是非常地虔诚 那虔诚的程度啊 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 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的 回教 都是为了政治 都是为了国家 都是呢 为了个人的利益啊 来发展战争 来造成呢 统部我的 打破圣战的主义啊 来进行世界的破坏 这个就是回教 那一个道 会这样吗 所以回教呢 已经实质了变质了 但是呢 他真修实力的人 还是有 只是呢 他普遍的力量啊 已经转移了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讲的道理想指 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说道的到底是什么 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 哦 这种 持空之中的一个主宰 那这个主宰也不是一个人 那也不是一个力量 哦 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 也许就是自然吧 应该来代化自然嘛 那种自然的诡则在真运上 那这个核心呢 能打开总人格化 叫做蓝本 所以蓝本并不是一个形象 它是一个代表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它就是一个核心的本体 那宇宙的真 就真处在 所以我们中文讲 无极而生太极 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蓝 就是宇宙的生在 那无极为人生太极呢 这个就是一种 道法自然的现象 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 两仪会生四象 四象再演 演生八卦 这一连创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变异的现象 那就是一种道的运作 那么这道的运作之中 人在其中啊 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 这个道啊 演化过程当中 就演化出万物 万物呢 之中呢 就包含人 所以呢 每一个万物的一个行程啊 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视线 所以你看 那么道呢 用性理的方式 存在人体之中 所以呢 人才有性理 那外面呢 万物有它的物理 有它的视理 有各种理 那个也是道的视线 但是人的 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啊 所以呢 人成为了万物之理 灵 灵是灵造 人跟那个性啊 是可以打通的 哦 那么 人 可以跟性是一体的 性来自于 天 我们大概讲 这种宇宙的存在 天呢 就是我们说代表人的 道 的那种空向 那么这个空向呢 形成了 形成了我们的性理 那性理的变化 又有 心 心理的变化 又有产生 生理的变化 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道其实在讲 是和思想人的 这个信心身 哦 三位一体 但是我们讲到 信理是因为 信理是个核心 这个核心呢 会把人的身啊 变成各种不同的身 哦 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在那边讲道 那我们今天讲到 我们的良父本性啊 就是一个道的 一个本体 哦 中央讲帅性这位道 帅的 帅就是一种 这种自然的贪物 那流露出我们自然的 这种本性啊 那就是道 所以跟你良知 所以 道 在信上 是制裁 它没有分别 没有执手 没有干嘛 哦 它是光明的 所以我刚才讲 老师并没有赏道给我们 他赐质乙给我们 因为人们 我忘记了就有道 还忘记了找到道乱合物 哦 因为呢 就好像这个镜子 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 那镜子已经染污了 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 把它擦掉 就看到干明了 哦 所以就看到道了 所以 道 那个镜子不是用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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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那么既然清理在我身上 那我跟佛 我跟上人 哦 跟佛神明啊 我分当的是一样的 我照样可以知道 回去的方法 哦 我可以来来去去啊 我可以这个 静虚公骗罚戒啊 哦 又骗十方啊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啊 现在我不行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老师来告诉我 你等来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那道了 所以说是盛盛相朝的宪法 性理宪法 盛盛相朝也就是说 当人啊 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要处理他的人世间的事情 他的责任 哦 或者是说他的愿意跟愿意 那他处理完了 照理讲呢 他应该就要回家了 结果呢 他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 在干什么 迷恋在 没有到人回啊 好 好 迷恋在人世间的 让而回去了 那这些迷恋呢 迷恋多久了 我跟大坊讲 六万年来 那实际上到底多久了 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一下大坊的说法六万年来 都在迷 让而回去了 你看你六万年没有回家了 你还找得到家吗 你找不到家了 那必须有的 有谁来告诉我 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 这个就是民事 来带着我们回去啊 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啊 那民事啊 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 哦 人们带带都有圣人 出来在教我们 只是说呢 道有险有隐 险的时候呢 就好像呢 这种 比较圣人 比较圣道 比较兴盛的样子 隐的圣人 那就是 末派的床 当床独寿 所以圣人呢 是 是 代代相长 代代相长 把这个道的交给人 那现在 人情已经这么乱了 道 为什么要退出来 那就是因为 武教啊 都已经开过滑了 这些圣人啊 都已经来过了 这些圣人啊 这些圣人来过了 把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的子命还了 还了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 拍的花结果啊 你这个果不突来 你这个 拍的花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最后呢 还有这个民事啊 来叫我们呢 先本而后修 这个法门啊 相当殊胜 相当难得 我们得到这个法门 我们可以依 依照 古圣人 他所传下来的修法 一步一步去做 依照道之床子的原理原则 好 来到一步一去 那这样的自然 就会打倒我们回家的路 这个是道 所以我们刚才都讲 这些法师啊 这些老师啊 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 那都比我们高潮太多了 可是呢 他们这个核心没有 没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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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理欠法 这个民事意识 这一点的妙妙 妙妙 的 林妙 那所以呢 他们表现出来 只是呢 肢肢液液 看起来好看 实际上呢 没有跟 没有跟啊 没有跟啊 没有跟就是说 他们没有入手处 他们知道中华传肯的话 很好 好 是好在哪里 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 事业顺利了 家庭圆满了 他的任何人 有所改变的 好 他们的好处好在这里 结果呢 这不是啊 那是不是顺变的啊 你心里欣赏 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程的 那些是顺变自然 就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说神通 神通不是修来的 神通是本来具足的 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 那些神通就具足了 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 还会有老呢 还有这些世间的障碍呢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跟啊 所以我们 得到明是一指 跟这些世间的人 世间的教授 老师 法师 道士 最大的不同 是因为 我们有明师一点 这样的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呢 是我们被操生了死的方法 我们是在这些武教圣人的心法 和一个秘诀 那所以啊 我们虽然讲道 可能讲不如法师 但这个法会呢 不如这些老师 不如这些阿宏啊 穆斯林啊 不如这些阿宏啊 你看 回教造成的每一年啊 几百万人啊 天主教 教终一出来啊 哇 几百万人 臣服在高尔回下 你看这个 这种力量 这不是我们道卿可以做得出来的 那我们凭什么啊 还可以 可以说 道比较还要殊胜 那因为 道呢 是深入本本 是深入心理心法 道呢 是讲这个 良知本性 是讲这个 你要真正的落实 把道呢 靠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 所以你讲很多没有用啊 你必须要把他救出来 你看彭尔夫子中的力博 孟子也是中的力博 历代的这些有心的 这些圣贤啊 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 来做的救度生命 帮助终生的事情 好 这个是 圣圣相传的部分 那道是我们他们的全部王 所以说 道不可蓄于理也 可您对道也 不可蓄于理也 就是说你没一件事情啊 都是 处在道之中 没有道 那么你没有办法 立足在这个人世间 世上的你根本就 没有办法生存 那 那么 儒家的道 道出我们 三干五常 呼伦巴德 道出我们 敬天地理神明 孝父母正师尊 爱国中士 促进世界大道 等等的这些做法 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 那么你 行山道路上 你救我们巴德 你就是回复自然的生活 那回复自然的生活 那你就回复自然了 天地心皆归了 天地心皆归了 那结果呢 我们现在呢 不做那个 我们看不起三干五常 五伦巴德 那会是本封建的 旧思潮 大家以后追逐 时尚 科技 把这些传统乱 把它丢弃掉 那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文法 那些绿色的国家 连米都没有得吃 饭都没有得吃 那除了他们的因果业炮之外 事实上 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 你看他们 为了耕田 为了耕地 把这些传统 把这些传统都砍掉 把这些传统都砍掉 我就砍掉了 结果 传统们 没有了 就不能够调解气候 不能够调解气候 不能够调解气候 就造成生股大发 造成的气候不正常 气候不正常 植物呢 都养过神 他们的农村没有办法生长 所以你看 越愚痴就是 越堕落 那这些怎么办呢 是要有人教他 谁来教他呢 要觉悟的人来教他 懂得的人来教他 叫他们要懂得禁天地理神明啊 你看我们开 开张明义的到处中的第一句话 禁天地 天地是多么重要啊 天生地养 天天文 这些资源 地呢 养育我们 那你天地 地理你都不静了 你怎么还有办法 行三高五场 乌伦巴格呢 那天 天地是什么 天地就是 气候异常啊 上涨到八啊 海水上涨啊 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 都是人的心引起的 这不是自然现象 是人心 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 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 只有人有是非善恶 人有是非善恶的 那个 负面的念头啊 它会充斥在整个吃产之中 那 他们做了这些动作 结果呢 就接受到自然的果斗 赶伐申明啊 申明啊 要拜扶你 让你没有营养 让田没有营养 让雨水雨不来 那你做会被人生长 结果你就挨恶了 所以是人啊 那这些人呢 要有人去告诉他 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 我们今天 能够在这里啊 讲经说法 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 用科技的这种传戴方式啊 还比以前的 这种哀家还有办法 还来的有效 那 要这种网路啊 要安心啊 要这种这种科技传播啊 真的还来的有效 那现在人呢 很忙碌啊 忙着 忙着自私之力啊 忙着要享受啊 你去找他 他也不愿意啊 你虽然有心 要花这些时间啊 去关心他啊 他也没有空陪你 他也不想陪你啊 甚至呢 他也不想陪你讲这些 这些什么相当无常无论大的 但是呢 我们利用这种科技的东西啊 没关系啊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听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讲 我用这种卫星 用这种网路 用这种光碟 你想听就听 哦 不怕你 你不来啊 就怕你不听啊 你只要听了一句话 你受用了 哎 你懂得去觉悟了 去明理了 哎 只要好了 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你知道呢 你知道呢 2012年可能 世间真的快来了 哦 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啊 我们不能等待个这个世界毁灭 那我个人要怎么做 我个人挡快 静天地理神明 孝父母算师尊 哦 接受这些三纲五常 我们八个 从这里做那就对了 你不用去山山拜佛 你不用去呢 参长大座 哦 不用去呢 曹山啊 惠灵啊 都不用 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地做 你到公司上班 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 做好主管的角色 把人道做好了 听到就可以 啊 算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啊 啊 法兰师级儒家英明 告诉我们的 就是要叫我们做社稷 那这些道啊 真正的道是这里啊 并不是在学术啊 不是在庙堂啊 你光研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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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啊 愿意进天地理神明 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 你做一部 你要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 做出来再说啊 那做了再说的人 是赏人啊 說而在做 那还不错啊 还是个贤人 那不说也不做 不说也不做 那是平凡人 说了不做 那就是骗人 但他就说不会做 所以老师 讲师 这些讲台上的这些法师 只会讲不会做 那是骗人 那比凡人还要怕 你们老千人这里讲 我讲的道理 找新鲜的没有 道理的哪有新鲜的 还比讲我们这个下地中性 蛮有新鲜 五千年来都讲这个 那你现在讲这个 你不讲这个 你就是没有人格 你就是不尊不孝 不忍不义 那么李和尊的学校 没有了 你不是来修道 没有了 你不是来修道 所以现在的道场 有所谓的这个半道的道场 有所谓修道的道场 那么半道的道场 认为呢 点道 去 红道 这个就是修道 那修道的道场 认为呢 这个就是研究道理 著重心性 这个就是修道 那后学 是认为说 各有所好 各有所偏 各有所偏 那修道的原体 他注重心性 可是注重心性呢 他不是在人文当场上注重 而是在呢 那些深厚的道理 讲宽性 无尾的这些道理 在深究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出来这一副 呼吁这种儒教的思想 恐惧夫子的言论 这才是今天到的宗旨 所 所要推断的 所以你看我们道理只讲 今天第一生命 下额五章之中 这些呢 都是平常的道理 你把人带做 这个就是 达到和谐的社会 安定的社会 和平的世界 所以联合谷 在提倡世界和平 提倡了三十几年 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 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 甚至呢 宗教人士 去演说 去推动 结果呢 没有办法推动 没有办法落实 为什么呢 当然 主要的是 国家有 各个国家的考量 人认为 能够咬不客气 那每个国家 的元首 或者是说这些领导人 都认为 这个太阳远 学者中家所讲的 中家人士所讲的这些道理 好 可是呢 做不到 所以 大家听归听 没有人愿意去做 所以世界和平 永远也找不到 曙光 那为什么会认为 也不可及呢 那就是因为 学者唱二道 他讲的这些道理 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 大家不可能回到 像以前修行者那样子的 也不可能去出家 那 去躲在山洞里面 过了这个辛苦的生活 大家不可能这样子 特别认为做不到 但是呢 今天 民事告诉我们 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修道就是在家里 家庭就是道场 你当事就是道场 你旁定就是道场 所以说 道不可虚于理也 不可虚于理也 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 每一点 每一滴 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 你都有道位 一个道理的朗线 我跟你说 你一个人 你在这里讲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讲话 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 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种 这个画面呢 把它录起来 这个都是道在其中 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 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 就像一个纸张被做出来 一个纸张被做出来 那也是道在里面 那就是这个树 你把它培养 长大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树 树干取下来 你把它 磨碎 制作 然后才有纸张 那你纸张要写 用原子笔 原子笔也要制作 那你写什么东西 那你写什么东西 你还要有内容 内容你要去学习 这个无疑不是道啊 哪一个不是道 所以我在讲 买法不是合法 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们做不到 只是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些我们要透过教育的方法 来推动 教育必须身体力行 我们这些人必须有责任把这个大道推到每一个角落去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哪一个国家 可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 我们用搜集 用光碟 用卫星 用网络 这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只要机缘成熟 那么这些领导人 还是有可能会被点醒的一天 你看我以前一直跟我太太讲 你不要晚上回来都在那看电视 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 你都看那些连续剧 把自己的内心抖得乌烟瘴气的 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 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 我常常转进攻法师的电视台 特别是为了转给他看的 让他听一听 那在我再打的时候他就跟着听 我一离开上个厕所又转台了 真的是受不了 那为了叫他 那为了叫他呢 我就不断地要老板给他听 一直到现在 他自己主动愿意听了 把自己想跟我要这个进攻法师的片子来听 真是难得 非常高兴 我想说啊 其实不会没有结果 你撒下了种子啊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所以我太太愿意听 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 老人所讲的话 那他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 听久了 他学习久了 他自己也会改变 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 自己也会学圣贤 那这个不就是 报个教会吗 所以报个教会从自己做起 都有广至正体而成人啊 同家人做起 从社区做起 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 再到社会国家 再到全世界 这个是大同世界的 有期待的一天 是绝对有可能 摇天顺热的理想 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 如果说 我们今天知道 得到这个道士 这么宝贝奥妙的话 那么 我们赶快好好的来立行 好好的来推动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明师的教会 接受佛的这种力量 再推动 那加上人 的力量再配合 那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啊 道就成就了 所以啊 重点还是要忍 光靠天也不行 人没有天也不行 天没有人也不行 天人合一来说 那道人 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 天天之路 天之路 那如果人现在 还在认为 修道就是呢 去道场 接近道场 就是天经文法 就是呢 念佛 念咒 或者是说呢 就是呢 这个参长打坐 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 那么 你是错愿功夫了 不是在修这个 你的脾气呢 第一大堆 三高五少没做到 你这怎么会施修道呢 错愿功夫啊 明媚颠倒 这个叫做 足望思真 足望思真 没有办法见到道 所以大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样无形 为什么这么样伟大 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 就在你的一面之间的转变啊 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 你看你立志 走向圣贤这一条路 你周遭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了 所以 这个地方 有一个修行的注释楼啊 这个地方 免于天灾地变啊 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辟印啊 所以你的这个修道 大家早安 童子 将世间的人啊 作为五种肯定 号称五一啊 那么 孔子 在回答鲁埃公的话里面呢 他公说呢 有冤人 有士人 有君子 有贤人 有圣人 这个叫五一 五种一态的人啊 那么 什么叫做冤人 冤人 当然 当然就是 涌涌入入 没有什么见识 那么也不存规许 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 也不会折弦 以脱身啊 不会立行有自见 啊 见短不见远 见小不见大 所以呢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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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而无啊 这样的人呢 都晓得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冤人 那怎么叫世人呢 世人 就是 一般的 这个好人啊 那他有所 心有所定 那么 也有他的理想 可是呢 就是还不能够 达到这种 入道的境界 那么 虽然他也有一点学识啊 但是呢 为了商商 为了家长 为了前途而忙 所以 这个 尽了一生的努力啊 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 那么他的田赚再多 对他也没有帮助 那么他的贫困呢 对他来讲 也没有什么损害 反正呢 他可以呢 与这个 跟世间的环境啊 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 是属于世人 那所以 世人号称独书人 其实你看 独书人 他还有很多的 分别上的不同 那孔子在武夷里面说的世人 就是指 一般的赤农工商的人 那他还有一点理想 还有一点 那种 那种理想性啊 还有一点 为全独 为家人 而努力的 这个战斗性啊 这个战斗性啊 那么什么叫君子 君子就是言而有信 好 君子呢 他呢 他说 所以我们说 有信奉 自强不习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 把君子的说法 说得更简单一点 那就是呢 君子啊 他的这个 每一个面部 都是為別人好 那這樣的人昆生為君子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他的念頭 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庸人之輩 但是有的才藝有的技術之后 他就不能夠算庸人 他上次官仔講的士人 但是他不會問別人才講 所以這個狼還比不上君子 一個君子狼的位階 至少出發點都是為別人好 一念為公 那麼賢人呢 賢人就是講出來的話 說得到一定做得到 這個人呢 有才藝有德啊 但是呢 還不夠 還不那麼夠完全 還不那麼夠安全啊 所以呢 他的這個德啊 不能夠佔集到整個社會國家 但是呢 已經普及到地方了 這是賢人 也算是呢 很不錯的一個修行的點觀 那麼講到聖人啊 就是 與天地何德 與鬼神何其兇啊 萬全萬物之忠實啊 邪大自然之跡象 那他知道 跟整個天地萬物鬼神 何而為一啊 那所以呢 聖人的範圍啊 就更加的廣 他所考慮到的 那不 就不只是贈身而已 這不只是人而已啊 他考慮到事件萬物 當然大概在贈身裡面 所以呢 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樣 他會引起像神明一樣 那一般人不曉得他有道德 好像是就算隔壁鄰居的 這樣的一個普通人而已啊 那麼這樣的人呢 自以為無功 自以為無德 自以為無能啊 可是呢 他的這個道德已經超越人世 已經滑稽萬物了 所以這樣的人 被稱為聖人 所以同此說啊 有這五種人格的人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這樣子 我們以儒家為主要的修行目標 修行的依據啊 那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呢 我們自己就要有所排名 有所依據啊 有所理想 有所目標啊 我們講到這個 我們講到這個 道之三子裡面有根品重理 根品重理呢 就是說你自己 你個人的那個標準 你的水準要放在哪裡 你的理想要放在哪裡 那麼如果說 那麼如果說 用這五儀跟這個佛家的五種等級來分啊 那麼聖人就等於佛 對於宇宙人生慣物的事情都很清楚明瞭的人 那稱為我們中國人叫做聖人 印度話呢就把他叫做佛 那菩薩呢 菩薩就是幫助佛的人 所以菩薩的境界呢 也已經是 達到達這個佛的境界了 只是呢 他要做聖身跟佛之間的一個條樑 所以呢 他還是一個菩薩的一個 這個鄉啊 所謂的這個劉業問身啊 那菩薩等同於賢人 那君子呢 君子等同亞羅漢 啊 君子呢 是一個 儒家修行人啊 他最基本的要求 那麼 在佛家的修持啊 最小聖人 最基礎的你要證報 這種 世伯的阿羅漢 阿羅漢這個 是屬於 出世間的聖人 也就是說 他已經不用再誤會了 那 這是阿羅漢 所以阿羅漢的境界呢 有點像儒家的君子的境界 那你 如果說 言對來比啊 你會認為說 不倫不類啊 怎麼這樣比啊 但是呢 強而比之啊 勉強來比牌他 那就是這樣子 那阿羅漢 已經超越世間了 所以呢 我們儒家 在講到君子啊 其實呢 他就有一種 超越世間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啊 那 因為他的體性動力都是善的 都是為重生的 所以呢 世間對他來講 並沒有苦難 並沒有特別呢 要具於關懷的對象 因為呢 他 所關懷的是全世界的壯生 每一個人在他眼中 都是平等的 四海之內皆相敵啊 所以這個君子啊 就是 那麼 在下 就是 所有的庸人 所有的庸人 那庸人呢 就是 一般人啊 同有而物的這些 降生啊 那庸人呢 世人就是說 他 還是有一點修行 啊 還是有一點了解 只是呢 要修不修啊 左上可下 這個是世人 這個是佛教的世人 那所以 從這武儀來看 我們自己的理想 我們自己的理想 那麼 一個有大德的人 他也不會講 多講什麼話 啊 有信譽的人 必然也不會講太多的話 有才某的人 根本也不需要 多講話 因為言必有重 不只要講一句話 就 加到核心了 你看言必有重 這句話 有時候孔子 稱讚 這種 這個 這個言子 名子謙啊 有這句話 言必有重 那名子謙 已經達到賢人的境界 所以 一個 修行啊 不再化多 化太多了 反而造成了 各種慧慧啊 各種慧慧啊 那我們今天是逼不得已啊 要把這種道的理念啊 通往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必須呢 將師君師母的妙藥 啊 這個 民事一指的辦法 要交給大家 那交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苦極的交道道 畢竟呢 我們呢 都只是在學中覺 覺中學 那麼呢 從覺悟多少道理啊 做出多少言行 一步一步來修啊 所以才先得而後修啊 現在呢 我們有這個機緣先得而後修 所以呢 你們認為 沒有開悟的人 那他是沒有資格在這裡講課的 他是沒有資格講經的 那道長有很多資深的人啊 很看不起一些後學 那麼他們的話太多 說 言之招造啊 但是自己做的不怎麼樣 可是呢 這樣呢 也有一個盲點 這個盲點就是說 點燃師可以講話 這些長輩和講話 後學們都不能夠講話 這樣呢 也成為一個盲點 點燃師的錯啊 沒有人敢跟他講 點燃師也沒有開悟 所以呢 點燃師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 那他這個不准別人講 但是呢 他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圓滿 所以呢 在這個方面呢 我們只能夠說 這個依法修行 儒教修行 要根據的精訓來走 最近因為看老玄文 他所留下來的 這些文章 這些頂級 你會覺得說 老前人的話 你真的把它獨守 那這個道就已經很清楚了 了解了 你看他的講道裡面 跟他的文章裡面 他總是有差異性 講道是率性而為 看到什麼樣的聽眾 跟講什麼樣的話 都是很口白 而且 直指人心 當場的人 需要什麼樣的講法 他就怎麼講 而寫文章不一樣 寫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 然後把它筆記下來 或者是在自己看書 有什麼樣的筆悟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那個十二個詞 可能是當下之民 所記錄下來的言論 所以寫文章看起來 就比較深 引進句點 讀起來會比較要深度一點 那麼 老前人的書裡面 這兩種文章 貪貪具備 也會做到演講的 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 那所以 可能 依照 老前人的這個經典 老前人的教訓 來修行 那這樣就絕對是沒有好 我們現在呢 到場啊 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說呢 訓文態度 那訓文是先否留下來 先否留下來一定是最好的 一定是呢 最圓滿的 一定是呢 最珍貴的 可是呢 在老前人被通世後 天命已經不住持了 今天這個天命的長者 不在這個人世間呢 那所以呢 老前人在很多地方之前 先佛就曾經講過 大德德不在了 以後再來講話了這些先佛 再來批訓了這些先佛 你們也不曉得 他到底是佛 到底是魔 水怪還是聖賢菩薩 你也不曉得 你說依禮而修 依禮來修 那麼可是呢 你這個依的禮啊 你怎麼判斷是真為 是虛妄或者是真實呢 人的智慧 如果沒有達到像君子這樣子 沒有達到像阿爾和米薩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啊 你沒有辦法 辨別真為 所以即使你的批訓啊 我們也可能認為很有道理啊 但是很有道理啊 不一定呢 適合我們現在 眾生的根性來做 所以呢 這個 一定要非常謹慎 那老前人的 的這個 遺書裡面啊 從他留下來的經典之中啊 有這個講道集 有這個 講道的集要 有演講集 有真言集 有這個 雨林雜記 等等啊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 讓我們來根據 哦 讓我們來這個 深入盼頭 所以要知道 道的寶貝奧妙 其實呢 我們就從 最可信的 老前人的這個 的這些經教啊 那就最好了 啊 那這個 真言集成裡面啊 老前人 已經 摘入了很多 這個古時候 聖賢人說講的話 所以在這些聖賢人說講的話 你可以把它 哦 一一的 研究的透徹 那就已經不簡單了 所以 我們大致終止啊 也是希望 能夠 以著老前人的這樣的一個精髓 然後一個精神啊 那他的這個 文章的 一個 敘述啊 來講述 給大家聽 這樣呢 道的終止呢 我們就不是呢 啊 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 雖然道呢 是無論的不變啊 無錯不是道 可是呢 你總是要有一個 真理的依據 那麼我們今天 最好的依據 反而不是訓文 反而是呢 老前人就留下這些青書啊 哦 訓文呢 生者見生 錢者見錢 然後也有文言的 也有白話的 巧妙雖然不懂啊 但是呢 必須自己去悟啊 那有的人呢 他根性沒有那麼厲害 他也看不懂 甚至呢 他也悟不來 那所以 後學建議呢 大家應該呢 多讀老前人的書 哦 白色老人 從留下的這些經典 好好的一個字 一個字 來拒絕 哦 那他今天呢 他講的這一篇 得道 明道 修道 淡道 結果才能成當 那麼得到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得到 哦 至少我們都是在老前人之前 求過到 那老前人的天命 是不用質疑 那麼老前人之後才求到了 那麼誰也不敢講 哦 各有各種說法 那既然各有各種說法 我們就這樣子 不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你看那個孟子 孟子是學童子的 那孟子的老師是誰啊 孟子的老師啊 是子師的造傳弟子 所以孟子跟子師也沒有見過面 哦 那子雖然跟這個精子 雖然有見過面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曾子把這個心法傳給子師的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理解 哦 哦 從孟子的例子啊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雖然孟子沒有 受到明師當 這個當秀的這個指引啊 但是呢 他從經教裡面啊 也可以誤到明師的這個心法 祖祖祖相傳的這樣的一個真理大道 祖祖相傳的這樣的一個真理大道 所以我們用自己的那就是老先人的這些經訊 那我們研究老先人的經訊 能夠進入道號真子號廟 那這樣呢就是最好的途徑 哦 那前人在這邊裡面講到 佛經 通經紀 他那一首話 那一首詩啊 哦 得道明道 那就是用這個這首詩 無上聖身為廟法 百姦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時 願解如來真實意 那無上聖身為廟法 無上就沒有比這個再高過去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是講到最圓滿了 沒有再高過去了 也沒有比他更深了 他已經是最深了 那麼沒有最高的沒有最深的 那它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的廟法 那當然呢 這個就是幫助我們 成就我們自己良知本性 可能內在佛性的一個根本廟法 那這個廟法是什麼 廟法 足足相傳 就是這個真堂 那我們今天得道 得道了之後 我們就要想辦法來明祖的道 那這個道遠是無上聖身為廟法 而且呢 百姦萬劫難遭遇 你看你前一百年 你求不道道 後一百年 你也求不道道 甚至現在有人 就已經在想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來唱道了 當然 時局分量 我們實在是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說你是在老兄們之前 就已經求到了 那恭喜你 你已經有得到了 那你得到了 我今見聞得厚詞 願解如來與真實意 我今見聞 看到了 聽到了 你有沒有得到呢 你雖然看得到 聽得到 你有沒有辦法得呢 要怎麼得呢 你要受詞 受詞 受就是接受 詞就是行詞 所以老兄們這裡講 明道修道 那你今天見聞的道 你要去修 你要去悟 你要去了解 我這樣子講 有真人 而後有真常 而後有真知 就是說 只有人 已經是達到真人境界了 那他的這個言與視線 他才是一種真知 我所行出來的力量 那才是真心 所以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那麼你是不是達到真人了 真人的標準 就是 你已經明先見信了嗎 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 悟後啟修了嗎 那麼在我們道場 實在是沒有一個人 敢講 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 他已經開悟了 所以現在開悟的人 很難 找得到 前人在世的時候 我們相信他已經開悟了 他也有 他的這個神態 但是呢 他也不願意視線 那他不願意視線呢 他從整個這個言行裡面 這個言必有效 就是他講什麼 以後的發展 就真的如他所講的這樣 那可見了 老前人是個開悟的人 那他叫我們 修道 犯道 我們今天啊 要把修道犯道 要把它說清楚 你修道是修 修自己的脾氣麻痹的 這個跟別人沒有關係 那麼別人呢 考驗你 也是在修你自己的 這個 修習的這種 業障 修你自己 本來的 這種 良知本性 你的良知本性 是圓滿的 其實沒有要修道理 那因為呢 給你太多的這些 灘腦障礙 這有可能是 你跟人牽扯起來 或者是說你自己招了出來 所以呢 今天要去修道 所以修道在這裡修 從脾氣麻痺上修 從家庭生活裡面修 從救人覺知裡面去修 這個是相當難 依現在正身的根性 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從天文覺知裡面去修 這個是相當難 依現在正身的根性 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是大人禁止 造變三合大地 宇宙萬物 所以宇宙萬物就是我的自信 每一個視線 每一早每一幕 都是我 自信的存現 所以我 鳥在叫了 怕我們再造了 這個都是我們自信的存現 這都是因為新現世變 所造成的我們這個視線的像 從這個像呢 看待我們的根性 從這個根性呢 知道我們那個如如不動的道理 這個如如不動的道理呢 便須跟我們敬法界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修啊 當我們沒有在修道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 沒有在修道說 是指道場人在講 道場都講 你要修道啊 你要幹 常常來道場啊 當我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跟我們的自信啊 朗朗乾坤啊 都映照在整個山的大地上 都顯現在這種 大元制禁止上 我們的愛案也是 從大元制禁止變成愛案也是 就是因為你自己想太多了 所以其實修道 是要你能夠放下 孟子講求其放心啊 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 那麼你真的不曉得修道 我們講最性本空 這種煩惱性啊也是本空 我們大元制禁止 所顯現出來的 我們大元制禁止 是那樣的 如如不斷的一個 亂笑亂物嘛 但是呢 加了自己的喜好 加了自己的分別之後 就變成愛案也是 反腦及菩提這句話 那麼 這個呢就是反文文字性的道理 你看到這些像 那就是呢 就是你的菩提了 所以 沒有菩提也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的當然就沒有菩提了 這反腦及菩提啊 其實這個在講 我們是修道半道 修道半道其實就是在 明導這件事情 那我要現在 我要解釋一下半道 什麼是半道 半道 我們號稱 請人來 佛塔求道 這個叫半道 這個叫半道 但是呢 真正的定義啊 這個不是半道 這個叫點道 這個叫點道 我們明知傳給我們法 傳給我們這個 土主相傳的那點 那個是點道 那個點道之外的這些 這些這些 這些疑鬼 或者是這些道長的理解 或者是說這些成全的動作啊 這些呢 叫做半道 所以半道在你沒有點道的時候 即使你都叫半道 點道這個是唯一我們跟人家不一樣而已啊 其他的我們跟各尊各派各家 這個做法通通都是一樣的 那他們有他們的修法 他們有他們的這個移軌 那我們也有我們的修法 也有我們的移軌 其實呢是大等效益 那這不一樣就是點道 那這不一樣就是點道 這個道呢 有在 有加上明知的這種 這種點道的作用 有足足相傳的這種傳承的 命脈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得到明道 需要到半道 是要懂得 我們已經得到明知這一次點 所以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今天見聞授辭 這些明知交給我的這個大道 那我為什麼會見 我為什麼會聞 我如何授 我如何授 這個就是我們願光有地方 那願解如來真實意 如來真實意 原則上是不用解 但是呢 你要看得像 你要 你要看得過 那麼如來真實意就在你的眼前 那所以說一般能破千年案 你知道 這個明星子啊 點破了我們千年的余慈 我們最大的幸運 是今天有道可求 有道可修 有道可辦 如果說沒有求道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有道可修 也沒有道可辦 那我們跟一般的 這個世間的宗教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是在修土管 我們沒有辦法修功德 因為我們看不到這不叫功德 那天皇地獄這一命之間啊 那麼從現在起 你打掃自己內在的垃圾 不要把別人的那些垃圾 外在的這些互染 放在你自己的心中 完全的洗色乾淨 成為自己的這種新的聯話國 所以自信天堂 自信禮天 儒家講的大統世界 他沒有講 彼岸的淨土 因為此案就是彼岸啊 那麼你到了彼岸 你沒有這種清淨的心 你到了那裡還是會痛 其實你根本達不到 其實你根本達不到 那麼你在這裡呢 你有這個清淨的心 你 看到 世間的這些現象 其實這個就是淨土 禮天堂 禮天堂在這裡 禮天堂在這裡 所以想到 任言進那句話 我們今天呢 看到 結果才能夠成到 得到明道 說到看到 結果才能夠成到 成到是存在 自己的那種根性上 自己了悟到 那一份 這個清淨光明 那個圓滿具足的 那一份自信 那所以說到其實不用說 到其實不用講 到其實不用修 但是呢 因為這個 這個聖像啊 太懸遠了 太無為了 太空洞 眾生呢聽不懂 所以呢 儒家收遠 有它的意義啊 就是儒家專講你懂的東西 儒家專講呢 這些最基本的做法 你把人道做好了 你剛才那一進進 你就可以慢慢地成就了 你今天一下子說 自信就是天堂 你說這裡就是禮天 那麼誰 誰如何理解啊 誰如何感應啊 大家不要那個根性 都不要說 誤會要啟修了 我們呢 只能夠一步一步了 從 得物之之 誠意正心 修身 其家自福 本天下 這樣呢 慢慢地 來休息 那重要的呢 是在那個 去除的階段 所以修道只看 誰去得多 誰捨得多 在道場的一切啊 都是一些 古阿甲警 盡他所謂的 所以啊 老學人要告訴我們 自覺自修 自動自辦自強 自覺也是內心的要求 那 效法通締 這個效法 這種日月 以做事做人為本 以大物為自己的分內事 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內事 宇宙事就是我本 某種種類的性 那 那 今天 我們地球哪個 啊 那個 小賓果的時代來臨了 那麼 這個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 對一個修道人來講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的事情 那 我要怎麼樣改變世界呢 改變世界的方法 就是從你自己 獨物自治做起 那 你要懂得 獨物自治做起 那你就是 有自覺的方法 那 當然不放 我要獨行 想想自己 一生啊 到現在 對人 對事 對 對物 對道長 對父母 對於整個社會國家 對於師兄師母 你有什麼樣的貢獻 那 你知道了多少頁 你想一想呢 你追身 你自受 要唱的 要感恩 那 有時候想起來 這個 就是我們自覺的力量 如果 連這些自覺的力量都沒有了 那麼你就 你要自修 你要自辦 你要自想 這個 都是通口說白話 只有義務 誤到我本來是 都聖人是一體的 我本來就是佛 那為什麼別人成佛序了 我今天呢 還是在這裡 那 所以這個君 孟子 他講到 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章之魂 君子終身的憂慮是什麼 終身的憂慮就是說 搖順為什麼會成為搖順 偶爾只是成為一個皮膚皮膚 這個是君子終身的憂慮 好 孟子講的這句話 是非常的 舉悟的說法 當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了解到說 他自己是那個搖順的本體 所以他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 胡作非為 這個 因形斗戒 順略他的習性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 要哪有什麼樣 那這個 越洗塵子 越吸血 就越嚴重 所以 六代沦毀是越嚴重 好 嚴重到最後 在地獄射苦 射苦到最後 才慢慢有一點 絕對的力量 那我們今天 不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 好不容易 有民事 來傳道給我們 那麼又有人 來告訴我們 道德寶貝奧妙 不能 我們又可以借個民事的道 來成就自己 成就別人 來晚號四季 來這個治理事先 來評分一下 那麼 我們為什麼不去做 為什麼不去做 所以 自覺 老天人讓我們先走去 以前是以苦為師 現在呢 以覺為師 絕是要自覺 絕不是人在幫你絕 不是經典 不是可能是幫你絕 更不是先苦要幫你絕 你要自覺 只有自己自覺了 那麼你才能夠在這六道沦毀的痛苦生命之中 才會拔出來 這是自覺為師 這是自覺為師 好 來這邊講第二個 自修 修身修心 要修到一身盡心 要修到後蹲的這個秉性麻病 這個嗜好 通通改掉 要修到人相我相 眾生相受者相 通通除掉 通通沒有 因為呢 這些呢 都是修到的大障礙 我們今天因為有立在決心 立在這個良知本性上 所以 我們發出的力量呢 那個是非常大的 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畢竟成就的 因為我本來是佛 我本來是聖人 所以呢 我今天開始修 我當然已經可以成為聖人 那麼你本來是眾生 你想要修修 修成佛 那是不可 你如果認為你是眾生 你要用盡一切方法 把它修成佛 那絕是 那絕對是 這個 知見立知啊 知見立知是無名的根本 那麼頭上安頭啊 那不是啊 多者一舉嘛 增加你的痛苦 你就有頭啊 你幹嘛要安一個頭啊 你這個知見上立知啊 你想要在你的這個 眾生的秉氣場啊 去把它 好好的修修修修修 不對啊 你的出壓鐵刺 你本來是佛 你本來是佛 所以 江山的這些 貪真之的習性啊 這些 這些人像我像啊 這些呢 都是虛假不敢的 都是 都是 虛偽的 都是妄想 既然是妄想 那 那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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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麼真的被弊呢 所以呢 一見 通通 拔除 去除 這個是自修 修是要修到這裡修 我們今天為什麼 不能像 觀世音菩薩一樣 反文 文字性啊 那 那就是因為啊 我們不曉得自己啊 是佛 不曉得自己是 聖人 所以呢 我們會試著去反光 反聽內在的聲音 其實呢 每一種聲音 都是內在的聲音啊 全世界 全宇宙只有一種聲音啊 佛在的 恩 恩的聲音呢 就是 反文文字性 其實有一個聲音也不對 但是勉強為之一聲音啊 勉強用一個聲音來代表所有的一切聲音 勉強用一個字來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 什麼字呢 那就是道啊 所以叫做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那這個是自修的 自修的力量 自修上的覺悟啊 只有講這裡修 你才知道說 你要怎麼修